而火神枪的粗糙 导致了这种兵器没有准头 一旦在摆布之外 即便是瞄准射击 枪弹出弹后会飘到哪里 谁都说不清楚 只有密集的排枪射击 形成绵密的弹幕 才能将火神枪的威力 新军的威力发挥出来 是 墨家明白 苏定方立刻应答 他也明白 这件事情不会以他的意志而转变 现实的客观困难 短时间内恐怕很难解决了 宇迟静德提出 让他们改变作战方式和方法 也是符合当下客观情况的要求 新军的确要有困难环境下 作战的经验 倒也是一个历练新军的好契机 苏定方苦踪作乐之际 宇迟静德笑着说道 哈哈哈哈 军备物资虽然短时间内 恐怕还要受到一些限制 但是这数万只牛羊 却解决了我们当下最迫切的难题 再过十几天 年官就要到了 大军在这冰天雪地中作战 并且战局僵持 敌军开始反攻的情况下 如何保证士气 成为了最为重要的问题 你们回去之后 告诉军中的兄弟们 年间时候 人人都能分到肉 同时把陛下在塞北过节 等着我们前线好消息的消息 也告诉将士们 遵命 众将铿锵领命 也面露笑容 在笑过之后 御池静德的神色渐变严肃 重新转头 看向了苏定方说道 定方 从你们新军中抽调一支小队 去寻找殿下的踪迹 御池静德的话 让所有人的心情变得沉甸甸的 他们已经将近两个月 没有收到长皇子的消息了 自从巴尔喀什湖之后 就再也没有任何消息传来 在取得联系后 让殿下领兵尽可能的潜伏好 但是还用不到他们 他们的作用 是在我们将西图诀 要拖垮了的时候 从背后 给西图诀插一套 彻底地扭转战局 末将领命 塞北 萨桑大叔 准备得怎么样了 我们需要赶快赶往顺州了 墨南靠近 墨北沙漠地带的一个部落 戴智德站在一户牧民的羊圈外面 冲木制栅栏围城的羊圈里 站着的汉子询问道 扎桑 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 在北牧民 闻声咧嘴 用很不流利的观众话说道 戴大人 马上就好 我要选最肥的羊 带去顺州 惊献给陛下 感谢陛下这些年 为咱们这些墨北子民 使得善者 戴智德 以及他身边跟随的人 不由笑了笑 而郡守窦德园 站在戴智德的身边 低声隐晦地感慨道 塞北都是如此 如今这天下 还有谁能够威胁到他的地位呢 戴智德看了眼这位顾娇好友 他因为岳阳曾经与当今的共事 虽然不算特别愉快 当今当初可是把他这个岳阳郡守 逼得暗暗怨愿不已 可也因为他在当今陛下离开后 很好地执行了当今 在岳阳留下来的善政 岳阳的发展势头迅速提升 洞庭湖更是成为大唐的一处鱼米粮仓 凭借着这份功勋在先帝时期 他就多次受到了表彰 而当今登基 重新调整官决的时候 他更是更进一步 成为了一地的封疆大力 只是窦德园 就没有他这么幸运了 到现在 还在郡守的职位上苦熬着 机缘和机遇 对于围官来说 就是这么重要 这一不差 步步差呀 德元兄啊 这是个机会 陛下让我们这些人早早地返回朝廷 并且带队前往赛北各地 你难道有没有好好想一想 这其中的用意吗 戴智德一边等着扎桑一家 给皇帝挑选肥美的羊羔 一边低声地提醒窦德元 窦德元听闻 不由地微微愣着 戴智德看着窦德元没有意识到 继而挑明了提醒说道 不出意外的话 陛下要开始加速赛北的童话了 而如今 赛北也的确达到了童话的环境条件了 你看看扎桑的态度 难道不是最好的说明吗 并且大医院也在深入赛北 童话赛北就需要用懂赛北的官员 这是一个很容易做出政绩的机会 中原的革新到了现在 各地都在做 做好了是中原地方官员的本分 做不好了是失职 除非你能够有足够兴起的想法 赋予地方超出现有革新更好的发展 提出新的发展地方的理念和观点 不过这很困难 至少对我们 这个刚刚开始思想转变的士族系来说 十分的困难啊 可童话赛北不同啊 要是能够让赛北在稳定有序中发展 从而得到认同 这就是一个亮眼的政绩 我建议你 然后一旦朝廷颁布童话赛北后 平调赛北 看似是一个平调 如同扁风 但机会却是巨大的 看一看敌人杰 早我八年成为定香道自信 如今定香道发展的势图十分良好 这人口已经达到了一百七十万之举啊 童话契丹突厥也十分亮眼 不出意外的话 一旦开始童话赛北 赛北要单独设立几个超出四十的权地 短暂认知督导一方的大员 我觉得敌人杰就会是其中一个啊 这种督导大员不入中书省 但权力绝对不比中书省差 一旦督导完成 中书省的老仔府们退下来之后 就有敌人杰这种督导大员的一个位置啊 戴志德说着 脸上露出了说不出的羡慕 经历了这么多年 尤其是岳阳围观将近十年 亲身身处革新之中 被迫推动革新之后 对他的启发很大 受益匪浅 让他这个世家子弟明白了一个道理 做事只有先付出 懂得付出才会有收获 就在斗德园默默琢磨之际 有马蹄声响起 斗德园扭头惊讶道 诶 秦宫怎么到这里了 不会是来找我们的吧 只见里程前 带着儿子李相 在几名随从的护卫下 骑马靠近 拜见秦宫 戴志德连忙领着众人 快步迎了上去参见 不过戴志德选择的距离很有考究 三十步左右便停了下来 这距离说远不远 说近也不近 既保持了礼节 又用这种距离 无形中做出了 亲书之鉴的暗示 戴志德是生怕这位秦宫 心中还有什么念想 而如今的天下 就算是西县大败 数十万精锐全都隐没 最多也只是对皇帝的威势进行削弱 他们这些做臣子的 可以喘口气罢了 想要推翻当今的天下 依旧是痴人说梦 整个氏族系 早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 并且做出了决断 统一了内部思想 今后绝对不会反抗当今这位 而氏族系用心理念武装自己 指导未来氏族系整体的行为准则 其实有一条就是报国中军 只要皇帝不是婚会之人 氏族系就永远忠于君主 而报国在前 中军在后 这一条指导理念 是参考革新系进行修改 形成了氏族自己的指导思想 革新系是中军报国 而皇帝对于氏族系 这一条理念的修改 并没有任何的表态 算是默认了 当初提出这条理念的时候 氏族系的内部 曾经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都害怕引起陛下的不满 内部曾经展开过一场激烈的讨论 不过将报国放在前面 中军放在后面 也是最契合氏族系 核心指导思想 修身治国 齐家平天下的 这修身治国 齐家平天下 本身中军的概念 就十分的淡化 治国相当于报国 而报国在某种程度上 也是忠于君主 只是十分淡化罢了 中军报国 算是在长孙无忌的核心理念上 进行了增补 也亏得当今 对于氏族系 这条有些犯忌讳的理念 没有任何表态 而皇帝的默许 结束了氏族系内部的争论 事后 他们氏族系内部 也对皇帝的默许态度 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并且形成了关于氏族系 对此态度的认识 革新系 以忠君报国为指导思想之一 而皇帝需要另一股力量 让朝廷时时刻刻 能够保持清醒 现在这份分析文书 就锁在氏族系 在长安设置的总部中 如今革新系和氏族系 纷纷在新皇登基后 在长安设立属于他们的总部 用来内部思想大讨论 治国理念讨论 以及一些本系统联络的事情 他们纷纷效仿皇帝 设置的秘书处 专门坐镇总部 崔之温退出了朝堂之后 便成为了首席秘书处的主官 氏族系内部发生的事情 作为秘书处主官的崔之温 会不定期地将这些消息 通过皇后娘娘的渠道 传到陛下的耳中 这是长孙宰府的设计 秘书处主官 今后会形成一条定制 首选为历任皇后系的外戚 再次便是皇帝信任的宗亲和臣子 其目的就是要让历任皇帝 知晓氏族系内部的一切 而他们氏族系的这条规矩 很快就被革新系效仿 革新系设立总部之后 苏贵妃之父苏丹 便为岑楚二人说服 主动辞去了官职 担任革新系的秘书处主官一职 至于长孙宰府的目的 戴智德等人也看得清楚 首先要确保皇帝对他们的信任 其次则是在暗示皇帝 希望皇帝可以今后形成定制 将外戚放在这个位置上 这个秘书处的主官 只是革新系和氏族系内部 私设的一个便于管理庞大组织的职务 在他们内部的影响力不弱 但是却永远不会成为朝廷正式的官员 从而也就杜绝了外戚干政 或者前朝外戚篡权这种事情 同时满足了由来已久 皇帝利用外戚控制各方势力的目的 外戚为主的秘书处 始终又要受到朝臣为首的 各系魁首的压制 至于皇帝能不能看懂 这套设计的深远目的 无论是革新系还是氏族系 倒是一点都不担心 李承前也不傻 也明白戴智德这种距离暗寒的意思 尽管心中有些不舒服 但李承前也明白 如今的他是没有机会的 而且他也早死心了 戴智市不必拘离 李承前抬手示意道 本宫率领大议院来自 是为了组织农会的 戴智德再次作医 起身之后 这才走进谨慎地询问他 前宫之士进展得如何了 需不需要下官帮忙 感谢收听由菲鲁小说网独家出品的《大唐从今天开始告别皇帝》 欢迎您继续收听 民间组织工会农会 此时士族系要插手派遣自己的人进入 已经是既定的事情了 这遇到了 戴智德便试着问一问 或许有机会 在中原传统的疆域中 士族系的进展不是特别的顺利 革新二十年 让革新系在中原百姓中有太大的名望了 而中原的百姓往往愿意相信革新系 在中原的工会农会争夺中 士族系落后于革新系 而商谷阶层的势力则落后于士族系 商谷阶层的势力如今还没有形成统一 比较散乱弱小 主要的争夺还是以他们士族系为首 与革新系的争夺 但在塞北这块革新系影响较弱的地方 工会农会成为士族系着重要抢夺的地方 李承前倒也知晓 革新与士族之间在大院成立工农会中 暗中的决斗 这也让他十分佩服他那个做皇帝的弟弟 就是因为士族要与革新争夺 所以在工农会成立的过程中 各地士族纷纷主动减足减息 以此来笼络百姓 令朝廷三五减足的政令 推行得十分顺利 而工农会的成立也十分顺利 并且士族系与革新系之间的较量 逼着他们将大量的优秀人才投入其中 导致的结果便是大院管理下的 天下工农会组织 在开仙河之初就拥有了一批宝贵的可塑制才 这可是十分重要的 这段时间里里承前是各地的跑 在监督工农会成立的过程中 已经发现了人才的重要性 有些地方缺少人才 普通百姓哪怕是革新二十年 扫盲十字知书达理的新生代百姓 但本质上说都有着华夏百姓怕事胆小退缩 只想守着自己的小日子 不愿意积极参与天下大事的传统想法 从而导致很多的地方工农会在成立之初 竟然选用了一些泼皮无赖 出现乌烟瘴气的现象存在 而革新系和士族系派入其中的寒门人才和士族人才 则很好地帮助搁置了这种事情的发生 进行及时的纠错 大院为此 已经在半年内会同礼部联系在天下省府 进行了数百场次的科考选拔人才 他很难想象 若是没有开放革新、士族、商骨三个天下势力的人进入大议院 吸引三方纷纷派遣有能力的人才参加科考 让大议院能够选拔足够的人才 在缺少人才的情况下 有一群泼皮无赖掌控者的天下工农会 会引发什么样的动荡 第一次按照他那位皇帝的命令执行 亲自参与其中 里程前才真正的明白 他与那个人之间的差距到底有多大 进展的不错 多亏了你们三方的帮衬 尤其是你们士族人和商骨 深入塞北之后 你们士族对塞北各部上层的影响很大 而商骨则在这些年 因为与塞北的商贸 在塞北民间基础很好 推动的效果不错 我来这里是听说你们准备返城 而本宫刚好也要返城 我们结伴一起回去如何啊 里程前笑着征询他 而戴志德等人从里程前这句话中 听出了一些关于大远在塞北的情况 似乎在塞北竞争的主角成为了士族和商骨戏 而革新戏在塞北比较弱势 戴志德连忙作一党 哦 能与秦功同行乃臣等荣幸 里程前随意一笑 这不过是一句客气话罢了 长城外 在塞北的草原上 一个个刺史 一位为大医院的皇室宗亲 广泛地活动在广袤的塞北大地上 一方面深入了解塞北童话的程度 琢磨如何童话塞北 另一方面则成立起了一个个工会农会 将塞北底层的百姓严密地组织了起来 在年关临近之际 白雪茫茫的大地上 一队队人马赶着塞北百姓 对皇帝出于感激敬献的肥美牛羊 开始往顺州行园的方向返回 这个年关注定要让寒冷的塞北 格外的热闹与别样不同 也注定会成为塞北千百年游牧文明史上 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而主导这场转折之人 如今正坐镇顺州等待着 伊利河西岸 西突厥大营中 杜正伦听着远处传来的零散爆炸声 面露凄凉怨毒和惆怅之色 火盆散发出的热度 将帐内烘烤得暖洋洋的 给人十分舒服轻松的感觉 可杜正伦却一点都感觉不到 越是临近年关 杜正伦的心中煎熬就越发的强盛 尤其是现在这种前途未卜 身体残缺的情况下 论清灵求情 阿世纳赫鲁饶过了他 西突厥各部对他的声讨也渐渐平息 他这条命算是保住了 只是来自于阿世纳赫鲁的权力 却在一朝丧尽 他现在像极了一条受伤的狗 只能躲在角落中 一边在中原年节来临之际 思念故乡 一边默默地舔势伤口 靠着狐蚁 不顾身上的伤势 给自己满上了一杯麻奶酒 那酸涩的酒水入口 杜正伦不由微微地皱起了眉头 之前他可不会喝这种酒的 他喝的都是突厥王庭 从中原搞来的粮食酿造的极品酒 而现在他能有麻奶酒喝就不错了 杜正伦强忍着不适 将酒咽了下去 麻醉的感觉 让杜正伦觉得好受了不少 紧接着 他又给自己满上了一杯 就在要端起喝的时候 有脚步声传来 他扭头便看到论清灵 背着手走了进来 论清灵瞧着杜正伦 失魂落魄的模样 冷笑讥讽道 哼哼哼哼 接酒交愁嘛 杜正伦随意一笑 仿佛没有听到论清灵的讥讽自己 端起酒杯将杯中酒一饮而尽说道 作为吐蕃特使 阿什纳赫鲁现在最重视之人 你怎么会有此闲功夫来这里 难不成已经将唐军打败了 恭喜恭喜啊 你打败的是大唐军中一半以上的杰出将领 论清灵仰头大笑 豪迈地说道 大唐的杰出将领 我已经见识了 在西图局 我做不了主 不过 等大唐攻打吐蕃之际 我有信心 击败大唐的杰出将领 没有什么事情 别亲手击败 并斩杀一个个大唐军中人杰 更有成就感了 哈哈哈哈 话中 论清灵将操在背后的手伸了出来 手中拎着一盘酒 摆放在杜正伦的面前 杜正伦只一眼就认了出来 这是铲色关中的高粱酒 十分的烈 名为烧刀子 是老兵工坊铲出来的 他连忙打开 深深地吸了口 感受着浓烈的酒香 忍不住闭上了眼睛 啊 家乡的味道 论清灵在杜正伦面前坐下 郑重说道 唐人的年节要到了 唐人的文化 对西图局影响很小 在这里 你很难感受到年味 若是在我们吐蕃 你会觉得自己与大唐无异 这个时间 我们吐蕃家家户户 也都在准备过年 我知道 你此时此刻一定思念家乡 所以特地向可汗 要了这盘酒 你我 一起同意如何 杜正伦缓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他不得不佩服 眼前这个人的确有他自身的魅力 这种小事情都能为他想到 的确令人感激 而成功者的身上 往往具备着某种吸引人的特质 论清灵如是 那个让他变成丧家之犬的大唐皇帝身上 也有着另外一种魅力 那是不同于论清灵的魅力 是大功制政者的魅力 而他则更喜欢论清灵身上的这种魅力 这种人能够满足一个渴望功名利路者所有的诉求 大中制政者 不行 大中制政者 首先满足的是最广泛群体的利益 不会举某些特别个体 不同寻常的特殊待遇 他当初就是因为这一点 所以才背叛的 杜正伦一边给论清灵倒酒 一边勉强笑着说道 也不错 这个世界能有人陪着喝一杯 一醉解千仇 与我而言是一种奢侈 一水之隔 对面的大唐军营中的每一个人 如今恐怕都在为过年而高兴吧 论清灵听出了杜正伦的萧索自嘲 一盒之隔 身为唐人叛徒的杜正伦 却不能体会唐人那种过年的喜悦气氛 杜先生 何必如此悲观 我相信只要杜先生 与我们艰苦奋斗 将来一定能够重新回到大唐 以圣灵者的身份回去 说着 论清灵的声音忽然假仰而止 而杜正伦停下 将手中的酒杯放下 好奇地看着论清灵 你在想什么 杜先生 你说 如果在年关当夜发起攻击 会不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呢 论清灵询问道 而杜正伦转念间 便明白了论清灵的打算了 他略作低沉的点头说道 嗯 或许有可能 年关当天 对岸的唐军一定会有所松懈的 年关对于我们华夏人来说 有着特殊的意义 就算是军种 也不可免俗的 杀 论清灵激动的扶掌 旋即起身 我现在就去找可汗 杜先生 我们将会在年关当夜 对对岸的唐军 垂响丧重 话中 论清灵已经急匆匆地转身 脚步如飞 手舞足蹈地往外走去 年关前三天 顺珠车站 李克站在建议的月台上等着 他身后跟随着朝中重臣 能让李克这位皇帝亲自在此等待迎接的 放眼如今天下也只有一个人 太妃 皇帝的亲生母亲 某刻从病毒方向延伸来的轨道远处 有汽笛声响起 而富有节奏的碰撞声越来越响亮 不久后 一列机车在站内停了下来 车厢门打开之际 李克便主动走向了车厢门口迎接 感谢收听 由飞鲁小说网独家出品的 《大唐从今天开始告别皇帝》 欢迎您继续收听 而杨如意在安乐公主的搀扶下 披着华丽不须庄严的貂皮披风 从车上走了下来 李克立即迎了上去 亲自扶住母亲下车 母亲一路还好吧 让母亲跟着受累 儿子心中有愧 杨如意看着这个越发沉稳的儿子 心中满意 能够帮到儿子 就算再累 他也不觉得累 而这一次赛北过年的目的 以他的政治智慧 看得是一清二楚 杨如意伸手 拍了拍儿子的手背 慈祥说道 不累 娘还是第一次来赛北 有生之年能来看看 娘心中高兴 参见太妃 群臣在皇帝母子说话之际 连忙行礼 对于这位太妃 虽不如已经去世的太后 但在群臣的心中 还是很敬佩的 这位在当今登基之后 没有插手朝政 甚至连太后的尊位都坚持不受 更是没有让皇帝 帮隋阳帝证明 一直在后宫中 颐养天年 这也让群臣心中 深深地松了口气 要知道 隋阳帝这个嗜好 可是一个糟糕透了的恶事 而当初 为了政治的需求 是在他们这些人的谋划之下 给隋阳帝 这位太妃的亲生父亲家的 可这位太妃 为了亲子的江山 绝口不提这件事情 以免造成他们这些 当臣子的难堪 但此这一点 就足以让眼前的众人 心中敬佩感念了 哎 瞧一瞧 看一看了 数药数药 在北缺一少药 头昏脑胀 必不可少的成品药了 黄帝行员 玉林军将士 看着外面放眼望去 看不到边际的人山人海景象 紧张地窃备着 行员外围方圆十里 一下子聚集了近八十万人 塞北各部落的首领 各部落百姓代表 以及顺州附近 听闻此消息 主动赶来的百姓 让整个顺州 前所未有的热闹 早听闻此消息的商骨 在利益的驱使之下 以及想要在皇帝面前 露脸的目的驱使下 不为冰天雪地 以及沿途的轨道机车 纷纷被朝廷征用 为转运资重服务的情况下 高价雇佣罗马车队 带着大批的货物 纷纷赶来顺州行员 与塞北的百姓进行交易 以至于吸引了更多塞北百姓 在年关临近之际 举家前来 尽管这些年 与塞北的通商 十分的频繁繁荣 极大的减缓了塞北 对各种生活物资的匮乏 但是塞北地广人稀 部落迁徙不定 从而导致的结果就是 塞北的百姓 对贸易虽不如从前一般渴望 可依旧十分破解 一个巨大的商滩中间的帐篷 冒着火炉燃烧的白烟 暖暖的帐篷内 一群身穿绫罗绸缎的商骨 坐在一起 眼睛不时地顺着敞开的帐篷 向外张望着 而热闹的售卖情况 并不能让一群商骨的脸上 增添太多的喜悦 这卖的热闹 可除去我们路上的花销 以及在塞北的花销 根本就赚不了钱 而且还会出现略微亏损的损失 可不是吗 要不然咱们提价吧 以如此低廉的价格售卖 这也不是个办法呀 嗯 曹会长 你倒是说句话呀 一群人内心焦急地议论着 渐渐将目光转向了坐在主位上的几个人 其中就有曹富贵和刘友德二人 在渐渐帐内的声音息落 所有人都看向了各自商会的会长 曹富贵较至以前更加富台了 看着众人看向了他们 很平静自然地将手中冒着热气的茶杯放下 把双手拢在了袖子里 笑看着扫视众人乐呵呵地说道 呵呵呵呵 诸位都同意涨价是吗 对 同意 我们在塞北不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吗 沿途的运输消耗成本 必须算到售价中 这不是很自然的事情吗 是啊 我们做商人的 做亏本的买卖 这还叫商人吗 曹富贵的话 引起了众人的复合 而曹富贵在下面商骨叫嚷之际 扭头看向了身边其他的几位会长 分别是并州商会 拢幼商会 关中商会 益州商会和岭南商会 他们这些商会中人 差不多都是受益于革新发家 天下商会有很多 他们之间也分彼此 但是放在天下各地的商会 他们这几家商会又团结在一起 很多时候都会协商统一行动 尤其是大医院成立了工农会之后 商骨阶层派遣大量家族子弟 以及他们培养资助的精干人才 进入大医院 在这件事情上 他们的行动更加一致 只见曹富贵与身边的会长低声交流道 诸位 你们以为呢 刘友德率先摇头否决道 也对不行 这个年关 陛下为什么要再顺周过 我们大家心中都很清楚 陛下在为塞北的童话做准备 而我们现在提价会引发什么样的后果呢 这一次我们损失一点又合法 帮助朝廷把这个年节过得热热闹闹 朝廷虽然不说 陛下不说 但是一定会注意到的 而且我以为 今后我们在塞北行商 也要改变原有那种暴力的模式 一来随着轨道向塞北延伸 今后的商贸会更加便利 本身原本那种三四倍的利润 就很难维持了 其次 还是要帮助朝廷同化塞北 随着两地交流的频繁 我们商品在中原的价格情况 一定会传到塞北的 高价是否会让塞北的百姓心中不痛快呢 以而影响朝廷的大团结大融合政令 我们正是凭借着与塞北百姓交朋友的原则 在此番大议院 在塞北成立工农会 我们才可以抢占一定的优势 而若是让塞北的百姓 对我们产生了反感 我们的这一点优势 很快就会不存在的 为商之道 不是皮修 只进不出 懂得舍财才能招财啊 刘友德作为拢佑副会长 还在继续说着 他的为商之道 众人不感兴趣 而他此前分析的未来塞北商务的形势 以及朝廷大团结大融合塞北的政令 却引起了众人的沉思 其他的会长思索片刻后 便不由点头表示赞同 很快维持目前的价格决定 便由在座的商会会长拍板决定 不过却又有其他的地方商会 陆续做出了集体涨价的决定 行园内 李佑指挥着一群人将一个风车一样的东西 用一根长长笔直的木杆立了起来 快速填土物实 在李克等一群人的注意下将木杆顶端拖到地面的四根长长铁丝 十分简易的风力发电机心中已经十分满意了 从燃烧煤炭的蒸汽发电机组开始 这些年依照相同的原理做出了依靠水力进行发电 体型更加庞大的机组 在追求大的方面做起来似乎很容易 可在小的方面就十分困难了 李佑他们也是不久之前才做出来的 越精细对技术的要求就越高 这个道理李克懂 嗯 很好 待会儿让各部首领们来参观一下 我们想要对塞北执行新的证理 就要让塞北的百姓能够拥有他们原本不能拥有的 像这样一台风力发电机组需要多少钱两 李佑听闻连忙回答道 哦 大概需要至少二十只羊 或者三四匹骡子或驴子 嗯 价格还是有点高了 不过陛下 这也在塞北百姓勉强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 长孙无忌作一说道 而李佑听闻笑着说道 哈哈 又放心 皇家票号已经做出了决定 会以分期的方式对塞北进行支持的 皇家票号隶属于皇家产业 这是皇帝自登基之后 对原有的兄弟基金下属的产业进行剥离 从祖成立的 长孙无忌对此十分清楚 其实也就是换了一个名号罢了 他的儿子以及当今曾经的结义兄弟都在其中占有股份 而皇帝只是在整顿一系列的产业中进行了规则的制定 以及份额的分配罢了 在这场皇帝结义兄弟产业整顿中 当今对昔日的结义兄弟十分豪爽 进行了大手笔的份额分配 而皇帝在这件事情中绝对是吃亏的 长孙无忌却知道 皇帝这么做的目的 在富贵上不会亏欠结义兄弟 但是在权力方面 不会对这些结义兄弟太过分的给予 官场刺事将是皇帝这些结义兄弟中最高的位置了 像他的刺子更是直接封了五十户十亿的侯爵 以及皇家产业中价值绝对惊人的份额 而在权力方面 皇帝对昔日的结义兄弟 实行的是一种高峰低配的方式 最先楼的结义兄弟们 绝对不可能做到位积仁臣的地步 就算是位家小子 也只是以四品皇帝智囊的身份 在宫中宫外行走 看似权力很大 其实这权力都来自于皇帝 而其他人能够做到 从三品的一方封疆大力 就是极致了 皇帝这么安排 也算是在兄弟情义与国家之间进行了平衡 可以避免这些结义兄弟们今后依仗权势 做出伤害国事的事情发生 有皇家票号出手托底 那这件事情便没有做不成的可能了 希望怕不是你也不会做亏本的买卖吧 方玄龄笑着打句道 李又听闻闪闪一笑连忙作一档 老财富啊 只是薄利 薄利啊 这个扶持 相比我们拆解支持商股的收益 实在是小得可怜 哦 哈哈哈哈 众人不由笑了 他们倒是丝毫不怀疑李又的话 皇家票号遍布天下 如今已经成为一个巨无霸了 几乎掌控着天下财富的流通 而中书省已经察觉到这个巨无霸的能量 已经委婉的上折子 希望皇帝能够将对皇家票号的检查权交给中书省 为此 中书省正在谋划将各地的财税 每年年底直接交给当地的皇家票号 以此为借口 要求中书省监查票号 感谢收听由菲鲁小说网独家出品的 《大唐从今天开始告别皇帝》 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个票号的能量太大 完全由皇帝操控 当今他们肯定是不担心 可后面的皇帝会不会利用票号挥霍无度 他们就十分担忧了 而就在众人打去齐王李右之际 魏书彧则面色有些凝重 匆匆走到了李克身边说道 陛下有一批军备物资 被西突厥袭扰的小翠拦截焚烧 同时外面的伤骨也发生了一点事情 有些严重 众臣们听闻后 面色不由变了变 诸位爱卿 魏爱卿适财 象征惠禀了两件事情 黄帐里 李克带着众臣返回 带落座之后 李克的目光扫视众人之际说道 这第一件事嘛 有部分的商股 此番莫名前来 因为沿途的消耗成本太高 已经开始提高商货的售卖价格 诸位爱卿 先说说这件事情 朝廷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 陛下必须制止 商股阶层现在是越来越贪婪了 嗯 倒也不能说是商股阶层贪婪 这冰雪封路 击车装供军需运输 他们沿途的成本的确很高 不过 这种做法也不可取啊 陈担心会让在位的百姓产生不好的情绪 甚至会将这种抵触怨气转移到朝廷的身上 朝廷是绝对不能替商股阶层背这个黑锅的 嗯 是啊陛下 要臣说 商股阶层这些年也赚了不少吧 这一次应该由朝廷直接下达行政命令 让他们维持最初的价格 李克的话音落下 众臣们纷纷发言 各种声音都有 有人表达出对商股阶层的强烈厌恶 有人讲得比较中立 也有人在遇到事情中 首先惯性思维 想到用行政命令来强制解决问题 陛下 是否可以由陛下下令 让商股们维持最初的原价 这一次 他们的损失由朝廷来承担呢 一直保持沉默的长孙无忌 忽然作一开口说道 而许多人听闻后 第一时间皱眉 紧接着眉头舒展 面露笑意 心中则暗道一句 长孙狐狸 依旧是长孙狐狸啊 是啊 由朝廷补偿商股阶层 商股们敢接受吗 不需要行政命令 商股们自然也会收敛 而朝廷放出话 等于是告诉塞北的百姓 朝廷为年冠的大型商货买单 不花一分钱 就可以为朝廷 赢得塞北百姓的人心 李克含笑看了眼长孙无忌 这个人不得不承认 其做事手段和才能是足够的 而且在很多时候也是最灵活的 提出来的方法与他也是不谋而合 只是略微有些不同罢了 李克听闻点了点头赞同说道 嗯 舅舅此法不错 但也不能完全由国库来买单 这样吧 由皇家内堂与国库同时承担 是陛下 群臣领命 皇帝要加上皇家内堂进去 在座的都是人精 很明白这是皇帝在塞北百姓心中 根植皇室的人心 为皇室赢取人心 大家知道也不会说破的 从某种程度 皇室与朝廷虽是一体的 但还是有细微的区别的 书役 在议事结束之后 你就按照这个意思拟定 李克转头 对站在他右侧的魏书彧说道 是 魏书彧郑重领命 李克再次回过头后 众人注意到 李克的面色变得凝重 诸位 另外一个消息 是关于物资运输的 有一批军备资重 在运输途中被损毁了 可以看出 西图绝人 是在着重打击 我们的军备资重 从这一点可以反映 西图绝的袭扰队 并不是特别强大 不能全面打击 我们的资重运输 也算是一个好消息 不过 另外一个不好的消息是 根据近两个月的统计 我们的军备资重 从顺州起运十成 只有四成 能够抵达前线大营 这损失 朕虽心疼 但也不是很在乎 但前线供给不足 让朕十分忧心 朱爱卿 对此有什么好的建议啊 众人不由沉默 投入兵力 征召民武 加入运输中 可始终都无法对付 来具无踪的西图绝袭扰队 对方只需要在袭扰中 抵近运输队 一把火就可以将运输队中的资重点燃焚毁 然后便扬长而去 这种战法让整个大堂上下都十分的恼火 却偏偏没有更好的办法去解决此问题 陛下 沉默中 房玄灵忽然开口说道 方在府但说无妨 是 陛下 之前的几匹牛羊 在转运过程中 损失不过三成 臣就在想 是不是可以改马车运输 为罗马陀佛运输呢 在被突厥子民中 善于木马者慎重 西图绝袭扰队一旦袭击 就效仿牛羊的转运过程 即便打散了 损失一些 但是更多的罗马也可以逃离战场 然后再进行收拢 或许这样 可以将损失降到最低 曾看过前线传回的球员者子 其中以火药 弹丸 剑枝的消耗是最大的 而这些 用罗马 甚至绑在牛羊身上运输都可以 而一旦去了之后 臣建议将罗马直接宰杀 当作前线将士的扣粮 方玄灵一直在琢磨 如何才能解决眼下的困境 这是她的一个比较成熟的想法 而李克等人听得 不由眼前一亮 善 李克鼓掌大赞一句 此法甚好 而且托服罗马的行进速度 要比牵引马车更加迅速 半个月之内就可以从顺州抵达伊利河 现在朝廷最不缺的就是罗马 随着中原的蓄力扶持 逐渐开始接近尾声 塞北之前大量繁殖的驴罗刚好需要一个消耗的口子 就按着房财富此法去办 对了 另外正在补充一句 从即日起 朝廷废止 不得无故宰杀牛马 驴罗等牲畜的政令 容许这些牲畜作为肉食品 丰富民间百姓的饮食 群臣听闻笑着焦头接耳地议论着 哈哈哈哈 哎呀 这千百年了 这是咱们这个农耕文明族群 第一次废止这条法令吧 嗯 可不是吗 这充分证明了 我们现在的农耕文明发展的高度 已经到了一个极高的水准了 房玄龄和长孙无忌等宰府们相互对视一眼 暗暗地点头 皇帝突然增加的这一条政令 也是符合当下新形式的 在北的牲畜 随着朝廷蓄力的推广结束之后 就需要一个新的消耗途径了 要用这种消耗途径 始终维持在北对中原的强度依赖性 同时也彻底保持扭转塞北养殖的结构 让塞北在利益的驱使之下 不会恢复曾经大规模养殖战马的发展模式 年关当天夜里 朝廷改变运输方式 新军被资重还尚未抵达之前 咚咚咚 急促的战鼓声在凛冽的寒风中 发出低沉艰涩的声音 黄风呼啸 卷着冰雪飞溅在战壕中 警惕地注视着兵面的唐军将士脸上 新军将士伸出洞的通红 裂开口子 隐隐间有画农迹象的手 捂着火绳 防止在风雪中火绳熄灭 而新军不同于其他的兵种 可以穿戴用羊皮缝制的手套 他们操作火绳枪 控制火绳的燃烧 握着枪柄 迅速装填弹药 无论是哪一个动作 都要求新军的将士 手指保持最大的灵活性 而在对岸 黑牙牙超过六十万人 在宽正面上拉开了长长的战线 正在准备进攻 在阵前一字排开 燃烧的篝火映照之下 对岸敌军开始首先在兵面上 搭建起了浮桥 陈突立率塞北各部 祝陛下太妃福寿安康 愿大唐国座昌盛 篝火将整个露天的大营 烘烤得暖暖的 天上飘着零散的雪花 而突立率领塞北诸部 举杯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大声恭贺道 祝陛下太妃福寿安康 和大唐国座昌盛 愿陛下太妃福寿安康 和大唐国座昌盛 随同起身的诸部首领 均都跟随着大声恭贺 只见李克举杯 摇对塞北诸部的首领方向 爽朗道 愿苍天责备大唐子民 愿苍天责备大唐子民 方玄陵长孙无忌等朝中的众臣 锦随李克之后 举杯冲突立等人朗声说道 众人随即 仰头将杯中酒一饮而尽 杨如意坐在儿子的身边 看着眼下的一幕 心中十分高兴 突立及塞北诸部的这种表现 无疑是在向儿子释放一种信号 塞北的东突厥高层 不会对大唐的融合政策进行抵触 尽管塞北诸部的贵族们 已经翻不起什么大浪了 可若是他们抵触的话 还是会给朝廷造成很多的麻烦的 甚至还会影响现在前线的战况 他虽然从不插手朝廷政事 但也很清楚 在这段时间 朝廷以及自己儿子的压力 许多朝臣十分担心 在前线激战之际 对塞北开始同化的政令 影响前线的战局 而崔英英等几位后宫嫔妃 此刻也看着他们的丈夫 在雍容华贵的宫装衬托之下 娇俏的面容露出骄傲的神色 只见立刻放下了九尊 看着突厘等人 他的手指习惯性地轻轻敲击着暗毒 唇角含笑 深沉威严 又不时平和亲近的声音响起 临近年关之际 朝中刺史在塞北广泛地走动 大医院在塞北诸部成立工农会 朱爱卿显然应该明白 这已经朝廷这么做的目的吧 朝臣们紧张地看着塞北诸部的首领们 他们没有想到皇帝要在年关当夜进行摊牌 多少还是有些担心的 担心皇帝是不是太着急了 就算突厘等人表态 是不是也应该稍微等一等 把事情先做起来 大义名分稍后再谈 至少要让大医院真正掌控笼络 塞北的工农会组织呢 而李克不管众人怎么想 继续说道 夏 商 周三朝 是我东方文明发展过程中最辉煌的时期 期间 夏失败远走塞北草原 商失败向东边向南边撤离 自始皇帝一统中原 中原出现真正的大一统格局之后 南方率先回归 融合团结在一起 感谢收听由菲鲁小说网独家出品的 大唐从今天开始告别皇帝 欢迎您继续收听 而从先秦开始至本朝 发生在我们东方天下的战争 表面上看是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之争 不过在正看来 这只是一种表象 数次游牧民族进入传统的中原疆域 很快就会与中原文明相互融合 这也证明了 我们这两种文明是有共同共荣的契机的 夏商周东方文明形成的过程中 落败的兄弟远走他方 失败的占据中原 表面的文明碰撞 其实说白了 就是兄弟手足之间 延续千年之间的不和睦罢了 而每一次两种文明的相互碰撞 最终承受痛苦的都是百姓 当然 两种文明的碰撞 也促使了两种文明的发展 在北游牧民族在匈奴时期 便开始借鉴中原文明 建立起了一个较为广泛的部落联盟制度 变得更加团结 而中原农耕文明 也借此吸纳游牧文明的精华 变得更加开放 更加自信 更加具有包容性 从先帝时期开始 朝廷便有意想要彻底结束 我们东方兄弟之间的争斗 这是先帝的遗愿 也将会成为 正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 两种文明 是诞生自东方的兄弟 旧本族群 未来伟大发展事业 各自不同的探索 而曾经 我们试图用战争的方式 证明我们本身 探索闯出来的文明道路 是对华夏族裔 最有益的发展 用战争来解决兄弟之间的对与错 文明抉择的对与错 但在朕看来 这场兄弟之争 文明之争 没有绝对的错 也没有绝对的对 农耕文明 培养出来的坚韧勤劳 礼仪美德操守 是我们华夏族裔所需要的 而游牧民族 培养出来的上武 进取 也是我们这个族裔所需要的 朕希望 自朕而始 两种文明 两个兄弟 能够永远彻底的摒弃战争 放下我们 对本身发展道路固执的认同 在和平交流中 相互取长补短 用五十年 一百年 哪怕两百年 三百年 来完成两种同耕而生的 文明之融合 李克已经起身 紧紧攥着拳头 声音激昂 质地有声地说道 朕知道 以眼下的形式 两种文明的融合 由朕 由朝廷来推动 似乎是农耕文明 以农耕为文明的中原兄弟 占据了上风 肥了朕 肥了朝廷 损害了你们在座 诸位的利益 朕非那种赢者通知之人 朕所谋 只有一个目的 彻底解决困扰 我们兄弟之间 千百年的战争史和血泪史 朕愿意 给予在座诸位 一个朝廷框架之下 最大限度的利益保证 朕可以向诸位承诺 在年后 塞北成立省府县制度之后 有资格担任 自使的部落首领 二十年之内 担任自使一职 二十年之后 会与朝廷先行制度一样 进行异地任用 对塞北的县府主官任用 在相同的才干情况之下 朝廷优先考虑 塞北籍贯的官员 年后有资格担任 自使一职的塞北诸部首领 封侯 有资格担任府一级主管者 封伯爵 有资格担任县一级主管者 封县子 你们传统的牧场 将会由你们自己继承 不过 对牧民的租约 要依照朝廷的三五减租 减租减西的政领来执行 爵位没有实意 但是 朕保证你们的爵位 只要不谋反作乱 世袭网替 与大唐江山同气 带里克说完 整个大营陷入了一片安静中 张孙无忌与房玄龄等人 相互对视一眼 暗暗点头 皇帝没有与他们商量 就做出决定 不过这个决定符合当下的情况 一旦真正地完成 中原与塞北 就彻底地融为一体了 看似朝廷 给予在座诸部首领 上力很大 但是他们有自信 一旦诸部首领接受 他们有自信 用中原文明 彻底将塞北的游牧文明 进行融合 而突利等人 也在相互眼神交流着 李克也不着急 静静地等待着 某刻 突利起身 其他人紧随其后起身 众人作一大声说道 臣等谢陛下劳恩 臣等愿意促成兄弟之间 两种文明抉择的和平融合 善 李克大赞一声 三宝会议 连忙为李克递上了酒杯 李克举杯摇对众人 而太妃杨如意 皇后崔英英等所有人 缓缓起身 李克大声豪迈地说道 日月为鉴 朕与诸位在此立誓 愿自朕时 结束兄弟之争 以毕生之努力 完成兄弟之间 不同文明抉择之融合 日月为鉴 臣等愿以毕生之努力 协助陛下 完成兄弟之间 不同文明 道路抉择之融合 日月为鉴 臣等愿以毕生之努力 协助陛下完成兄弟之间 不同文明 道路抉择之融合 整个大营内 铿锵的誓言声响起 在一饮而尽之后 李克爽朗大笑吩咐道 哈哈哈哈 舅舅 将此消息 以最快的速度 告知大营外的百姓 告诉他们 自此之后 兄弟之间再无战争 千百年文明抉择的血泪时 自今夜时 我们双方要用和平的方式 来促进大融合和大团结 大唐子民 兄弟之间 自此之后一视同仁 中原百姓有的 塞北百姓一样有 长孙无忌面色微微泛红 激动铿腔地说道 臣遵旨 他算是明白皇帝为什么要在今夜提及此事 今夜塞北诸部都有百姓代表前来 而今夜过后 随着各部百姓代表回去之后 必定会将此消息迅速传开的 这样的效果 绝对数倍优于要借助突厥贵族向下传达的效果 啊 陛下说了 我们在将来也能拥有中原百姓一样的待遇啊 太好了 以后再也不用打仗 我们就能过上中原百姓一样的日子了 随着长孙无忌的迅速安排 在大营外一堆堆篝火旁边庆祝年节 吃着烤羊喝着烈酒的塞北百姓 纷纷激动议论地讨论欢呼 只听砰砰砰 恰此时 绚丽的烟花在天空中密集地绽放 将欢呼与喜悦推向了高潮 大营内 许多人暗暗地看着抬头欣赏烟花的皇帝 心中暗暗感慨 所有人都在想 促成整个东方的融合 结束千百年兄弟之间 两种文明之争的这位皇帝 史书上该如何去写 而后人又该用什么样的词汇 来评价这位皇帝呢 一夜的热闹结束 皇帝年官当夜 对群臣的讲话 以最快的速度在塞北传开 同时 魏书彧协助中书省的宰府们 将理科的讲话进行整理成文 由宰府们以及众臣集团 所有人审议之后 送回关中 以朝报 克报 官隆报 并州报 等天下所有的报纸刊彩 一大清早 李克刚刚来到率长 还未拿起折子 习惯性在批阅折子前 喝茶的时候 太妃杨如意 在侍女的搀扶之下走了进来 李克瞧见 连忙起身亲自迎了上去 替侍女扶着母亲说道 母亲 这里的气候不好 您就不要多走动来 有什么事情 让人通创儿臣一句 儿臣亲自去见母亲 杨如意温和地笑着 拍了拍儿子扶着她的手 不碍事 坐着也不舒服 人老了就是这样子 多走动走动好 娘再待上几日 便要回去了 杨如意 杨如意不愿意待在塞北干扰儿子 影响儿子处理朝政 只是 有几件事情 她还是要与儿子说道说道的 在落座之后 李克顺势坐到了母亲身边 询问道 娘 你有什么事情 是有两件事情 要与你说说 杨如意笑着温吞征求道 今年情况特殊 皇室的王爷们在塞北过节 你们叔伯兄弟 也算是在一起过了一个年 不过各家的女眷 因为韵力紧张 无法来塞北 你的妹妹们出嫁之后 也跟着夫家去了各地 为你牧守天下 有留在长安的 今年也没能来塞北 母亲想着 回去之后 把他们召入宫中 一家人团聚一下 你看怎么样 李克哪里不明白 母妃是知道她太忙了 替她维护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 她笑着说道 此事母亲您自己做主就行 给各家的礼物也由母亲做主 尤其是在外的妹妹们 等她们回来之后 就让她们在长安多待些时日吧 安愣等母后所处 没有亲人的妹妹们 莫非 您帮我多照应一下 杨如意笑着点了点头 此事说完之后 杨如意露出担忧之色 叹了口气 埋怨道 哎呀 你这个当爹的也是很新 杨如意露出担忧之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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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将来的大融合之后 需要一段时间去稳定成果 任何一个继承这个位子的人 都要精雕细琢才行 我们因为溺爱 而舍不得让她闯荡 她将来如何能够撑得起 这偌大的江山啊 现在这个大变局中 坐向其成的收成之君 不足以担负天下重任 需要一个勇于开拓者才行 至少在我之后的继承忍者是如此 不谋一事 如何谋万事 父皇将这江山交给我 我纵使心中不愿 也必须担负起这份重任 李贤是我诸子之中 最年长的一个 至少目前为止 他就算是不愿意做这个继承忍 他也必须要做 身为皇家子嗣 他与生俱来享受荣耀 他也要承担应有的责任 唉 杨如意明白了 儿子说了这么多 虽然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问题 但他也明白 儿子也没有孙子的消息 欢迎您继续收听 一粒河畔 激烈的枪声炮击声 已经持续了整整一夜了 整个河面到处都是堆积的尸体 而鲜血已经染红了冰面 炮弹炸开了的冰面上 再次冻上了一层薄薄的冰 不过这一次 西突绝人没有溃散 西突绝人沿着上百条搭建的浮桥 顶着已经不算密集的弹幕 拉开弓箭 以最快的速度 将最多的箭支倾泻到了对岸的大唐阵线上 在贪薄了的宽正面上 新军已经无法防守整条战线了 大量的弓箭手 从二线调到了一线战壕中 一匹匹将士冲到最前面 拉弓拉的胳膊酸痛发麻之后 不得不退下来 到最后 骑兵下马 冲坐步足 弓箭手也加入到一线的战壕中作战 就连西突绝人也放弃了骑战 双方不缘而同 诡异地选择了步战 而步战的残酷性在义和之隔上演 新军将士每一次手指动弹 都要忍着手背龟裂伤口 钻心的刺痛 将一颗颗铅弹 从枪管中打出去 而敌军距离他们只剩下五十步左右了 这是自伊利河畔胶着开始后 敌军距离他们最近的一次 和对岸 阿什纳赫鲁举着望远镜看着战况 巨大的损失让他肉疼 可前所未有的进展 又让阿什纳赫鲁高兴 此人倒也不愧是一方枭雄 在观察中面色冷硬地命令他 雷骨催领大军有进无退 此战若失败 十抽五斩杀 已经相有 身边的诸部首领听闻后 只觉得浑身发寒 十抽五斩首惩戒 这也太狠了 周定斩首的惩戒方式 在游牧民族中并不罕见 可以往最多是十抽一 二十抽一 甚至更少 这十抽五简直就是在告诉他们 不死在进攻的路上 就死在自己人的手中 而这时 急促的鼓声在尖寒之中响起 听到鼓声号令的前线西突绝人 开始拼命地催令前面为数不多的炮灰 奋勇前进 西突绝人疯了 鱼汁竟得骑马 助力在帅旗下 听闻鼓声后 面色艰寒地说道 传令兵 传令给苏定方侯郡二人 命令侯郡马上离开一线战侯 在二线战侯组织阵线 一刻钟之后 放弃一线战侯 退守二线 放突厥人过河 卸了突厥人这股强弩之末的勇气 诸将的面色变得凝重 这个决定是没错 敌军这股奋勇之气 对于大军的压力太大了 暂时避其锋芒是最好的选择 可也会让大军彻底失去伊利河的屏障 敌军一旦站稳了脚跟 就可以大批骑兵冲阵了 那接下来作战会更加困难 而情况会更加恶化的 西图爵全面渡过冰封的伊利河 年后 中西亚地区的风雪 开始变得越发频繁 西图爵渡过伊利河后 暂时停止的攻势开始修整 半月后 西岸的王庭汉帐中 可汉 自义我方折损三十万 其中二十万为部落普通子民 十万精锐 又贤王吴鲁师弊 坐在汉掌右边的第一位 面色沉重的汇报站 经过半个月的修整 尸体得到恢复 并且已经整顿出四十万可战之士 其中精锐三十万 得听闻伤亡的数字 尤其是二十万普通子民的伤亡 帐内高涨的气氛 忽然变得有些低沉 能够充当炮灰的 无不是部落中的贱妇 以及十岁以上 十五岁以下的青年娃子们 二十万的折损 对于人口本就不富裕的西兔爵来说 损失实在是太大了 加上这段时间的连续折损 可以说西兔爵人即便打赢了大唐 至少一代人的时间内 西兔爵只能采取被动防御的策略了 这就是与大国交战的结果 而大唐无论是国力民力 还是军队的战斗力 都远非西兔爵能够相比的 马背上的民族 这是西兔爵人的骄傲 可与大唐帝国的精锐真正交手之后 他们才发现 这数百年来 被西兔爵人称之为两脚羊的汉人 其实并不是羊 而是一群狼 训练装备的精良 四十万唐军便可压着整个西兔爵 一路从金山打到了伊利河畔 阿什纳赫鲁听闻 宁眉沉吟说道 唐人啊 唐人的损失多大 现在还有多少可战之兵 所有人齐齐地看下了吴鲁师币 大家都想知道 从金山一路边打边退到了伊利河 几方损失接近七十万人口的情况下 唐人的损失有多大 唐人的损失不超过十五万 吴鲁师币叹了口气说道 虽然我们没有具体的数据 不过根据我们之前的交战 每杀死一个唐军精锐 我们几乎要付出五个人的伤亡推算 唐军检员应该在十五万左右 道西凉气的声音响起 也就是说 唐人现在至少还有二十五万可战之兵 我们想要全监二十万唐军 我们还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一百万人口吗 谁要可汗 怎么打下去 我们西图军就要亡国亡族了 带着一丝丝后怕和惊惧的议论声 旋即响起 而论清灵听着西图决诸部首领动摇的话语 心中暗道不好 他当即笑着自信说道 哈哈哈哈 诸位诸位 议论声安静了下来 论清灵分析道 战争不是这么论的 唐军一旦溃败的话 这种战损比例 就不会维持现在这个高的数字了 我们已经付出了如此大的代价 打过了伊利河畔 现在只有一股作气 击溃唐军才能将胜利最大化 彼时唐军溃败 就像蝗虫一样乱糟糟的撤退 而西图军有着战马的优势 到时候就是一个健壮的夫人 都可以骑着战马追杀唐人 而冰雪天在漫长的溃腿路线 这二十五万唐军只有死路一条 损失了最精锐的二十五万唐军 大唐至少在十年之内无法闯过气来 而且在这十年之内 西图决吐蕃联合 甚至就连罗马帝国在大唐摔落的时候 也会选择与我们站在一起 共同对付大唐的 唐人的女子 唐人的财富 都将会成为我们的战利品 为了帮助西图军渡过战后的难关 吐蕃愿意再次为西图军提供大批的粮草物资援助 阿什纳赫鲁 吴鲁诗弊等人看着论清灵 其实大家都明白 论清灵希望西图决站下去 不希望西图决与大唐偶合 只有这样 吐蕃才能得到最大的利益 而大唐的同化政策 也让西图决上下不愿意接受臣服大唐 大唐的开疆破土统治政策 与以往汉人历朝历代的政策都不同 这是一种王族的策略 好 有吐蕃的支持 此战 我天狼神的子孙一定能够打赢大唐 阿什纳赫鲁大赞一声 算是表明了态度 站下去 直至将二十五万唐军埋葬在西图决的疆域内 用唐人的鲜血来滋养西图决疆域的水草 其实阿什纳赫鲁不愿意偶合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偶合会动摇他对西图决的统治 鄙视大唐插手西图决的内政一定会施行风化瓦解的政策 而偶合意味着他领导西图决的失败 在游牧民族中 失败者是不配作为统治者的 政治因素也逼着他要打下去 打下去 打胜了 他的声望会更加的高涨 比是效仿中原的汉人实现高度的中枢集权都未必没有可能 这一战 左右嫌亡以及各部的损失都很大 反观他的精锐还保存的比较不错 有些我介绍一下唐人今期的情况 阿什纳赫鲁沉声地询问他 冰可汉 今日唐军接受了一批军备资重 无怒失必严肃地说道 唐人改变了运输策略 在东突决日的帮助之下 我们的袭绕队战果越来越小了 可汉 要打我们必须尽早 若是可能的话 无怒失必说着停顿住了 任谁都能听出无怒失必不想打下去了 无怒失必从金山节节抵抗唐军退到了伊利河 损失太大了 很明显是担心再打下去将来自己没有好果子吃 阿什纳赫鲁哪里听不出无怒失必的言外之意 他的眼底闪过了一抹冷光 随即冷肃地命令道 那好 明日开战 集中各部所有兵力 汪廷精锐打投掷 全军一鼓作气 击溃正面的唐军 赫鲁决定不再保留实力了 情况已经不容许了 就连无怒失必在巨大的损失面前都想要退缩了 而王廷精锐若是不能做出表率的话 那眼下的团结就维持不住了 赫鲁说着起身 手握住了镶嵌宝石的弯刀 肃杀说道 此战 有机无退 要么击溃唐军 要么我们习图绝人 宗子王族灭种 任何敢于保持实力者 杀 武努师壁的眼底闪过了一抹得意之色 他的眼神余光 看了眼坐在对面的左贤王 其实他是故意表现出退缩的 就是在等阿什纳赫鲁这句话 与唐军的战斗中 左贤王一直在避战保存实力 因为其是钱可汗之子 阿什纳赫鲁也对其避战的行为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而其他各部早已经是怨声载道了 是 帅长 帐内诸步的首领旋即起身 眼中闪烁着对唐军凶狠的神色 轰然领命 而论清凌心中不由激动 他不认为精疲力尽的唐军 还能够撑得住 与此同时 数百里外 李贤所在 潜伏敌后的精锐小队七千人 正在灭了一个挡在他们靠近 王庭路上的部落 正在进行最后的肃清 李贤望着伊利河的方向 郝俊低声说道 殿下 灭了这个部落 我们藏不了太久了 接下来只能找机会进攻王庭了 李贤轻更了一声 点头说道 此战 当效仿冠军侯 千里奔袭敌军汉仗 成 则一战定乾坤 败 则虽死无害 感谢收听 由菲鲁小说网独家出品的 《大唐从今天开始告别皇帝》 欢迎您继续收听 寒风席卷 雪花颗粒飞扬 击打在脸上 给人一声疼的感觉 而沉闷的号角声 如同巨石一样 压在人的心头 五十万精锐的西突厥骑兵 背靠伊犁和列阵 黑压压的一片 令人看着感觉到了心寒 而在兵墙砌成的战壕之中 唐军的部族将士们 新军将手中的火冲紧了又紧 而弓箭手已经将弓半拉开 刀枪兵安插在弓箭手和新军中间 所有的人都在琢磨着 这一人高地的兵墙 能不能挡住突厥人的骑兵 随着突厥人渡过了伊犁河之后 突厥人终于找回了他们熟悉的打法 骑兵冲击 尽管地面的积雪很深 但与光滑的兵面不同 已经可以满足战马的奔袭了 当然需要控制速度 而大汤的骑兵也回到了战马之上 不过有部分善于骑射的骑兵 安排在了部族之中 骑兵只剩下近身肉搏了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新军损失太大了 除去先前被调走的一万骑马不足 再加上这段时间里战死的新军将士 五万陛下给予厚望 代表着未来大唐军制改革方向的新军 只剩下两万出头了 损失将近了两万人 两万新军远程打击不足以守住阵线 这迫使御池靖德将善骑射的骑兵当作部族弓箭手来使用 帅旗下 御池靖德望着对面西突绝人 搜搜浅箭拼凑起来的五十万精锐骑兵 面色沉宁冷冷喝讨 苏定方 十万部族交给你 你有没有信心守住战线 苏定方伸手握拳 碰碰锤及胸口说道 请将军放心 若战线被迫 必是末将以死报国之使 哼 御池靖德冷哼一声 呵斥道 本帅不需要你以死报国 本帅要的是守住战线 是 苏定方没有太多的言语 立刻领命 这便是违将者应有的素质 苏定方侯俊听令 末将在 你二将指挥十万部族 守住宽正面战线 是 吹吧 苏定方与侯俊二人 双手垂击胸口 盔甲哗啦啦作响 旋即勒马转向 只听得马蹄嘚嘚声 驾马离开 御池靖德扭头 看着身边的其他将领 面色沉宁说道 众将听令 此战 我军二十五万精锐 对抗五十万西突厥精锐 败 则慢慢溃散之路 会被西突厥凭借战马优势 逐一斩杀在这冰天雪地之中 故 我等唯有奋勇前进 死在冲锋的路上 一旦开战 骑兵只许进攻 不许后退 任何后退避战者 杀 将此命令传达到军中每一位将士耳中 是 众将轰然领命 他们当然清楚 这一战就是在赌博 只能一直往前冲 直到将敌军击溃 否则几方溃败 这二十五万大军 恐怕没有人 能在广袤的冰天雪地草原上 返回帝国的境内了 而御迟靖德 看下了冯厉说道 冯将军 你我各手一边 你手战线右边 我手战线左边 先不要急着重置 待敌军攻击不足消耗马力士气之后 你我二人从左右两翼 呈前行之势发起进攻 从敌军中间进攻 将敌军一番为二 前军交给部族队府 我们从中间贯穿河兵一处 向敌军后军走川 此战 想要击败人数 优于我们的敌军 就必须要发挥 大唐精锐训练有素的战阵优势 再布局 利用我们集团阵型冲击 占据优势 冯厉点了点头 如何以少胜多 这都是事先商量好的 至于御迟靖德的前行攻势 他认为也可行 末将遵命 哒哒哒 马蹄声渐渐响起 御时靖德与冯厉分兵 御时靖德领八万精锐骑兵 前往战线的左翼运动 而冯厉则领七万精锐 往战线的右翼运动 吴鲁师币看着唐军的布置 放下了手中单筒望远镜 感慨说道 不愧是唐军 主帅放弃指挥 勤自领兵一路作战 也只有训练有素的唐军 或许才敢如此做吧 论清灵点了点头 吴鲁师币说的没错 唐军的训练十分有素 这种有素 在唐军效仿真冠十三年 李克兄弟练兵时 重新训练之后 就更加有素了 而战争中 不需要主帅实时的调整 将领之间就知道如何配合 即便打散了 唐军也会寻找身边 更高一级的将领 不看领兵之人 只看领兵者的品级 下级会在战争中 不折不扣地执行上级的命令 而这一点 西图决人做不到 西图决五十万大军 从本质来说 还是一个个的个体 他们的士兵只认同 也只接受本部首领的指挥 其他部族首领 即便是在战场上 若是没有主帅的命令 也无法指挥动其他部落的士兵 这种情况同样适用于吐蕃 吴鲁师币扭头 向着伊利和西岸看了一眼 可汗阿什纳赫鲁 此刻应该就在西岸 看着他指挥与唐军进行决战 左贤王被可汗留在了西岸 五十万精锐 完全为他吴鲁师币所掌控 现在他是这五十万精锐 最高的统帅 这已经是西图爵最后的老底子了 如果打没了 那西图爵就只能王族灭种了 阿什纳赫鲁将左贤王留在西岸 就是为了让他可以不受撤手的指挥大军 说实话 他心中还是十分感激阿什纳赫鲁这份信任的 打好这一战 为阿什纳赫鲁敢给他这么大的权力 也为了西图爵的未来 吴鲁师币心中暗暗自言自语着 缓缓举起了手 赫鲁道 王廷本部十万精锐 回头各部三十万大军 对唐军部族战线 展开进攻 以最快的速度撕裂唐军部族的战线 顶顶此战胜值 十万王廷精锐 为后备援军 进攻 随着吴鲁师币甩手 战鼓声旋即更加急促地响起 上 十万身着铁甲的王廷精锐率先冲出 三十万个部精锐紧随其后 一道洪流 溅起白色的雪浪 冲向了不足的战线 吴鲁师币盯着两翼 按兵不动的唐军骑兵 春脚泛起了微微的冷笑说道 吴鲁之锐 我看你怎么造 本帅还有十万精锐握在手中 他已经将御驰敬德 破釜沉舟的战术给看透了 这十万精锐 就是给御驰敬德这个战术准备的 待御驰敬德领兵凿川之际 十万精锐就会投入 给予御驰敬德雷霆般的打击 炮银准备 放 放 放 只听到轰轰轰的声音 炮银将领看着前线战壕挥舞着三色令旗 声嘶力竭地呼喊着 一门门轻梦养着的青铜炮在巨像中喷出浓烈的白色烟雾 在一轮炮击结束之后 炮银士族根本没有功夫去看炮击的结果 有士兵挥舞着铁锹 将旁边堆积的积雪 铲起来涂抹在炮馆外面降温 同时有负责刷洗泡汤的将士 拿着用诸宗做成的刷子 站着旁边摆放的水桶 迅速刷洗泡汤 几个呼吸的时间 就由另外一个拿着缠着棉布的刷子 将泡汤内的水渍沾去 装填火药弹丸 每一个士族负责一道程序 只二十个呼吸之内便装填完毕 放 砰砰砰的声音又是一轮炮击开始 六十个呼吸之内训练有素的唐军将士 可以打出三轮炮击 这已经是新军最高的射击水准了 弹丸带着巨大的动能 落在三里外的西突厥骑兵大阵之中 炮弹落地 高高的弹起一路向后冲击 巨大的动能消失 密集的骑兵阵型中 总是会出现一道肉眼可见的空白 新军在得到火药以及炮弹的补充之后 这一仗再没有任何的保留 所有人都知道 这一战是决战 在开战之初 主帅便下令 炮营不需要保存实力 胜追杀敌军中 炮营笨重大炮 没有用不知地 拜 与其留给敌人 还不如趁着能打出去的时候 尽可能地打出去 在这种情况之下 炮营这些平时 把青铜炮当作新媳妇对待的汉子们 也不顾这种粗暴的使用方式 会损耗火炮的寿命 在敌军靠近之际 不停地发出有节奏的轰鸣声 而这声音落在唐军的耳中 是最美妙动听的乐章了 可在西突绝人的耳中 却是来自地狱的嚎叫 每一声响起 他们总要付出 至少上百条性命的损失 这还是其次的 在数十万大军的决战中 火炮的杀伤力虽然很大 但也可以忽略不计了 最主要是火炮 给予人心灵上的威慑 以及士气上沉重的打压 弹丸击中后的血腥残酷景象 严重地打击着西突绝人的士气 而战马受惊 即便是从小学习骑射的突绝人 也很难在这种情况下控制战马 整个进攻的阵型 瞬间变得乱糟糟的 兵不支将 将不支兵 严重削弱了大军的战斗力 而在炮击中 骑兵终于开始靠近五百步左右 领兵站在第一线的苏定方和侯郡 几乎同时拔刀 只听枪的一声 苏定方刀尖指着前方命令他 观察手抱步 四百步 三百五十步 敌军进入百步之内 先军弓箭手射击 先军三段射击 不准有任何停顿耽搁 侯郡挥舞着指挥刀 在战壕中走动大声的呼喊 不要紧张 按照你们训练中 装弹射击 装弹射击 要沉着冷静 只有沉着冷静 才能给予突厥人最大的杀伤力 一百五十步 一百二十步 一百步 放 当观察手 喊出一百步的声音之际 苏定方在第一时间 挥舞手中的直刀大鹤 只听啵啵啵 弹幕见于旋即倾泻而出 声音响起的刹那 就再也没有停下来 八十步至百步的中间 仿佛成为了 稀突绝人的死亡天谦一般 一浪一浪地冲上来 一浪接着一浪 连人带马栽倒 白色的雪地 很快便被染红 除了少数骑兵 冲出剑雨和弹幕 绝大部分冲入 这段距离的突厥人倒下来 可即便如此 突厥人依旧没有畏缩 后面的骑兵 撵着前面的铜袍往前冲 待冲入百步 便弯弓暂射 欢迎您继续收听 在一线战壕中 也瞬间被箭雨笼罩 大唐的将士不断有人倒下 而每一次倒下 都会有人以最快的速度 代替同伴的位置 后方的炮营炮击的速度 似乎更加频繁猛烈了 战争从一开始便进入了白热化 伊犁河畔一时间除了战马声和火炮声 竟然诡异的没有一丝人的气息 洞中有镜让人压得喘不过气来 洞与镜诡异的出现在同一场合 仿佛昭示着流血与死亡 与此同时 战线的左右两边 主帅 出击吧 伯帅 动手吧 部族挡不了太久的 部族的伤亡太大了 面对身边的将领不断的请命 无论是御迟静德还是冯丽 几乎不约而同 同时冷肃的 等 等 二人都盯着远处河边 攥着十万精锐的武弩师币 他们希望用残酷的伤亡 逼迫武弩师币 掏空紧算着不撒手的后备兵力 半个时辰的时间 敌军前军在身后留下了一片血红之后 突入到了五十步左右 半个时辰的炮击加上对射 西突绝人至少有七八万人倒下来 只是御迟静德二人希望 武弩师币投入后备兵力的想法 依旧没有实现 三十万敌军在长长的宽正面猛冲 不过声势较职之前 已经削减了许多 士气十分明显地出现了衰落 打前锋的王庭清瑞 几乎损失殆尽 攻击的锋芒开始减弱了 而五十步也成为唐军一个极为危险的距离 刀兵枪兵之前靠着兵墙蹲着躲避剑狱 此时也已经举起了盾牌站了起来 如此近的距离 只要打击力度减弱 敌军骑兵顺息 就可以突进到兵墙的前面 而在五十步的距离 弹丸的威力以及精准性也开始增加 虽然新军之前损失也很大 但距离靠近 打击力度反而似乎有所增加 只是在大唐的将领中 任谁都没有一丝的轻松感 所有人都很清楚 这个距离是很危险的 五十步是双方最后的胶着了 一旦突破了这个距离 那就是白任战的时候了 而部族依靠一道一人高的兵墙 与骑兵开展白任战 这十万部族对阵敌军至少二十万的骑兵 能赢吗 此时炮营的炮击声也开始减弱 已经连续炸弹了树门火炮 而士族不断地将血涂抹在通红的炮管之上 血触碰到炮管 瞬间便变为了蒸腾的白气 可汗 幼贤王他到底要干什么 为什么攥这十万精锐不投入使用 可汗 乌鲁士币该杀 可汗啊 可汗 现在是投入精锐 一股做起冲垮敌军最好的机会 西岸 以幼贤王为首的西突爵各部首领 围在阿什纳赫鲁的身边 愤怒地指责乌鲁士币 他们的部族正在不断地死亡 他们心疼 同时也感到恐惧和害怕 打光了部族精锐 在西突爵这种弱肉强食的环境之中 只能是被别人吞掉的结局 而阿什纳赫鲁听闻不为所动 他清楚乌鲁士币想要做什么 也清楚这些人为什么会如此激动 无弩师币 不愧是西突爵中最善战者 玉鲁士静德看着无弩师币 依旧不为所动 紧紧地攥着十万精锐 淡淡地说道 话中 玉鲁士静德缓缓地抬手 贺令道 冯丽在号角声响起的瞬间 猛地一挥手 只听轰的一声 十五万大唐骑兵 旋即从大阵两旁 如同两道黑流一般 迅速向敌军倒卷围了上去 而无弩师币看到这一幕后 春娇终于泛起了一丝冷笑 同时阴冷肃杀下令道 传令遣军 单杆后退者可含令 战后诸足 乌鲁士币担心在 唐骑兵的打击下 前锋二十万大军率先崩溃 阿什纳赫鲁笑了 高兴地说道 现在你们明白 有些王为何紧赚着 王庭本部的十万金日了吗 唐人要败了 诸不损失 溃败唐人后 唐人的装备补偿 冲 向前冲 不要停留 向前冲 横向凿穿了阵型之后 便开始向后方凿穿 局部中 大唐十五万精锐骑兵 对阵西突厥十万骑兵 大唐的精锐骑兵 组成一个个箭头 所过之处 将十万精锐的西突厥骑兵 瞬间撕碎 数半将士 还落在后面 与西突厥骑兵 绞杀之际 宇池静得与逢利 已经率领前锋一路 凿穿了敌军 而这时 乌努师碧唇角泛起冷笑 举着的手猛地挥下 杀 杰力的嘶吼声落下 乌努师碧双腿猛地加紧马腹 抖动马将 战马急驰而出 只听轰隆隆的声音 十万西突厥 王庭汉仗的精锐 终于出动了 趁着唐军 凿穿后军声势和体力 出现一定衰减的时候 杀了上去 很快 双方便碰撞到了一起 整个后军被绞在了一起 此时变成了二十万突厥起兵 围堵十五万唐军精锐了 大唐原本局部的人数优势瞬间消失 反而让突厥人在兵力上占据了优势 后军尚且大唐将士的人数虽然不占优势 但敌人后军毕竟冲杀很久 而且阵型被凿穿了一次 大唐一方的兵力虽然处于劣势 但也凭借着精良的训练以及严密的阵型 勉强与敌军斗的旗鼓相当 而御师敬德率领了七万多的将士 对阵十万王庭汉仗精锐则有些利有不待 王庭汉仗精锐轻衣色的披着铁甲 在兵器装备方面虽然比不上大唐的将士 但也相差不多 再加之兵力的优势以及养精蓄锐的缘故 双方碰撞在一起开始 御师敬德所率领的七万精锐唐军将士 便被敌军压着打 与此同时 混乱的敌军前军在损失两万人左右 终于抵尽了兵墙 而新军将士早已经停止射击 冲剑上膛当作长枪使用 与刀兵枪兵一起站在了兵墙后面 组成了一道闪烁着白色寒芒的刀枪剑林 敌军驾马冲来 耗子声中 长枪冲剑同时拼尽全力 狠狠地向前刺出 而弓箭手则竭尽全力地将一支支利剑射出 战壕内战壕外 不时倒下的人鲜血碰洒 将兵墙染红 后方的炮兵推着青铜炮车向后转移 在拉开距离之后 对前军发起了炮击 渐渐的 兵墙外面战马的尸体 人的尸体 累契成厚厚的一层 而敌军的骑兵 开始踩着袍则尸体搭建的缓坡冲锋 敌军开始冲入前线的战壕之中 马刀挥舞 失去了兵墙的保护 大唐部族的死伤开始增加 宽大的战壕 战马一跃便会陷入其中 勉强算是为丢失了兵墙战壕保护的部族 提供了另外一层保护 而越来越多的敌军 开始翻身下马冲入战壕之中 我们是大唐最精锐的军队 我们代表着大唐的荣耀 陛下在看着我们 陛下在等着我们胜利的消息 杀 死战不退 死战不退 汉沙声中 战壕中 大唐将士与敌军拼刺牛塔 尸体和鲜血染红了战壕 流血 伊利河畔宽大的战场上 到处都在流血 对啊 阿什纳赫鲁放下了望远镜 志得意满笑着说道 哈哈哈哈 胜了 我们要胜了 航军的失败尽在眼前了 恭喜可汉 何喜可汉 可汉 死战之后 我们撵着唐人 冲入东土局 就算不能占领东土局 也要好好的抢一把 对 东土局那些怂户 这些年 可是负得流油啊 哈哈哈哈 世才还在弹劾 无弩失臂的各部首领 纷纷喜笑颜开 开始畅想未来了 而就在此时 在前线观战的论清灵 起码返回 来到阿什纳赫鲁的面前 拱手恭喜道 恭喜可汉 此战之胜 西图爵之名 必定扬名东西方 西图爵将会成为周边的霸主 哈哈哈哈 文言 阿什纳赫鲁忍不住仰头大笑 豪迈道 接你起研 战后 西图爵与吐蕃 还有很多合作的地方 论清灵笑颜点头 没有丝毫的迟疑 他当然清楚 阿什纳赫鲁这是在提醒他 不要忘记当初答应的战后援助 而就在此时 众人的笑声忽然被身后出现的昏鸣声响起 怎么回事 怎么会有大批疾病出现在我们后面 快看 是唐人 是唐人 不是我们的部落子民 眼尖的西图爵上层贵族 在李贤领兵靠近 认出了他们身上的装束 发出惊恐声 快 保护可汉 论清灵最先反应了过来 面色瞬间变得一片苍白 李贤在巴尔喀什湖畔失踪之后 便一直没有消息 他们以为李贤返回了北线 甚至返回了大唐境内了 可任谁都没有想到 李贤此时竟然会出现在他们身后 要知道 他们也曾经传令后方各部落 寻找李贤的踪迹 只是一直都没有发现罢了 一旦阿什纳赫鲁出事 论清灵可以预料 整个战场会瞬间崩溃的 三里外 李贤看着远处惊恐慌乱的敌人 唇角泛起了一丝冷笑 说道 现在才想要跑 晚了 驾 催马声响起 七千精锐形成了一个箭头 速度更加迅速地冲向了阿什纳赫鲁 而阿什纳赫鲁已经将所有的精锐派了出去 他的身边此时只有一千左右的青髓 只见着一千青髓主动迎战 撞上七千唐军精锐后 迅速便倒在了雪地之上 李贤领兵冲向了阿什纳赫鲁 追杀在西岸上演 快看 唐军出现在我们后方了 快爬 唐军从后方杀来了 王庭玩了 东岸的战场上 很快发现了西岸的情况 惊恐开始在军中蔓延 乌努施毙斩杀了一名唐军将士 瞬间扭头看了一眼 看向了西岸的情况 痛苦地闭上了眼睛 绝望到 完了 感谢收听 由菲鲁小说网独家出品的 《大唐从今天开始告别皇帝》 欢迎您继续收听 新军骑兵策马追击慌乱的西突爵贵族高层 而李贤勒马顿族 从背上取下了精美的长弓 弯弓搭建 那翠绿的班纸 抵在了打磨光滑的专用剑之上 而锋利的剑尖 跟随着慌乱逃窜中 那个头戴金冠之人 西突爵可汗 阿什纳赫鲁 生擒阿什纳赫鲁 将来带回中原献服 无疑是最为荣耀的事情 但是现在 一个死了的阿什纳赫鲁 对战局更加有利 嗖的一声 某刻呼啸的声音响起 三弹硬弓瞬间发力 利剑以极快的速度射出 阿什纳赫鲁在慌乱中回头查看 甚至都没来得及反应 那剑尸从其脖颈贯穿而过 阿什纳赫鲁伸着手捂着脖子 眼中的神采快速散去 越过杂乱的人群 看到了远处偷袭他的李贤 李贤唇角微微上扬的神色 定格在了阿什纳赫鲁的眼眸之中 紧接着他便一头栽倒在了地面之上 一席白衣骑士在阿什纳赫鲁倒地之际 侧马冲了过去 骑马贤熟的侧身只见手起刀落 下一秒 阿什纳赫鲁的人头已经在那白衣骑士的手中了 李贤看着郝郡策马不顾周围敌军 看到他举着阿什纳赫鲁的人头 拼命地想要将他斩杀于马下 大声疾呼 驾马穿梭 他唇角泛起了一丝笑意 扭头吩咐的好 传令大军 高呼阿什纳赫鲁已经被杀 是 阿什纳赫鲁已经授手 西图决可汗授手 当西岸的喊声传到东岸之后 东岸变得更加慌乱了 有眼前的士兵看到了好郡手中举着的 戴着金色皇冠的头颅 可汗 是可汗 不是可汗 是假的 战斗 挡住 堂军 可汗死了 可汗死了 西图决弯了 快逃 快逃啊 有西图决将领不甘接受失败 试图挽回局势 但现在已经无力回天了 只见大军的溃败如同春天冰雪消融一般 而此刻薛仁贵已经领兵破坏了西图决渡河之前搭建的浮桥 大批的敌军在唐军将士的追杀杀戮之中冲向了光滑坚硬的兵面 速度极快的战马发出哀嚎丝鸣滑到了兵面上 而越来越多的西图决起兵随着战马倒在兵面上 被后面冲上来前一秒还在并肩作战的同袍踩踏而亡 在战壕中原本苦苦支撑的部族将士冲了出来 发出酣畅淋漓的呼喊声 杀 通上军 通打落水狗 冲啊 奇鬼的一幕发生了 黑压压的部族阵力杂乱无章的竟然开始发起了对骑兵的反攻 如此清静在人类的战争史上恐怕也没有多少次 士族双手握着火枪咬牙努力使出全身最后一点力气 甩开膀子奋力地撵着敌军追逐 跌倒了 爬起来 不顾身上的伤势和沾上的积血继续追砍 胡闹 胡闹 锋利此刻在中间的位置进行二次截杀溃败的敌军 当他看到后面的部族情况脸都瞬间下白了 这个时候若是有一支敌军能够稍微组织起来进行反冲锋 就算不能扭转战局那部族的伤亡也会十分大的 撤 放开解杀 放敌军离开 彭丽观察战场当机立断地下达命令 敌军亡命般地想要逃回西岸去寻找各自的部落 他领兵处在中间的位置本身压力就十分的大 当然若非部族冲了出来 即便压力大他或许也会顶着截杀 可现在这种情况让他断然决定改变计划 他担心因为他的命令截杀 令后续的数万敌军在绝望中有头向西反攻逃离战场 若是真的如此 那这十万精锐的部族恐怕就要全都折在这里了 经历了灭国之战的十万精锐部族 已经成为了当之无愧的最强精锐 只要回到关中从各地抽掉部分的老族填充 这只拱卫帝国的二十万精锐就可以屁拟天下了 若是在胜利之初覆灭于此 陛下恐怕会心疼的滴血 而大唐也经不起这种损失 当然 风力只是有些愤怒 倒是并没有打算责备部族的统兵将领 这种敢以部族追击骑兵的精神 是值得肯定的 一支军队能够有这样一股精神 那是任何一个违将者求都求不来的 只有战争的洗礼 以血战 硬战 苦战 胜战为基础 才能铸就这种军魂 而军魂和传统 是一支军队长久保持战斗力最为重要的因素 在让开道路让敌军冲过去之后 冯力举剑高呼道 追 粘上去 粘上去 碰碰碰 伊利河派 枪声 炮击声 喊杀声 哀嚎声 顿时响成了一片 从早上一直到天黑 伊利河周围才渐渐回归了安静 骑兵大步已经被派了出去追杀逃逸的敌军 在篝火的硬招下 漂浮着伏兵的河面 完全被血水染红了 而马战魁与寒帐房行走在河边说道 啊 十年之内 这伊利河内的渔货不等使用了 马战魁看着映照着火光的河面淡淡地说道 韩战房听闻点了点头 只这一天时间 都不知道有多少敌军死在了河中 被冲入远处冰面下的河水中去了 这一战实在是太残酷了 韩战房一介书生 在渡过金山以后 也经历了战争 并且还经验见证了巴尔喀什湖畔血腥的杀戮一幕 可饶是如此 他还是被今天战争的冷酷与血腥给吓到了 巴尔喀什湖 那是皇长子谢愤 以及阻止流言蜚语 所以对准的更多是普通的西突厥百姓 而伊利河畔则是军人之间的较量 同样的血腥残酷 但这种残酷是不同的 只见韩战房很快便回神笑着恭喜道 哈哈哈哈 四爷 恭喜四爷 此战大盛 西突厥覆灭 朝廷要兑现承诺了 以着四爷此番的功劳 属下以为四爷霍丰一线之地 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 韩战房说得十分有底气 而马战奎在战斗后不久 就受到了征兮大军 嘱咐两位大帅的亲自接见 又有郝郡这么一个女婿 更主要的是 马战奎随着长皇子深入敌后 千里奔袭 所以无论是人情还是功劳 火风一线之地 那也是铁板钉钉的事情呢 马战奎听闻笑了笑 又不高兴地说道 韩先生 属下这种称呼 以后就不要用了 我们是生死与共的兄弟 也知道 我来参加征兮 不是为了什么王侯将相 我是为了开创一座标城 走标人的城池 这种尊卑见贵的礼节 不适合我们这种 行走江湖的武人 韩战房笑了笑 从善如流地说道 哈哈哈哈 一切都听四爷的 哦 对了 四爷 有件事情 你一定要记住 韩战房忽然正中其事地说道 而马战奎随即正中说道 嗯 你说 我们之间不需要如此 有话但说无妨 马战奎现在明白 韩战房是才是在试探他 若是他因见着眼前的未来 而生出了做一方土皇帝的心思 恐怕韩战房就不会说这些犯忌讳的事情了 只见韩战房正中说道 四爷 很快这极西之地分封下去 一定会有朝中的王侯将相 陛下的兄弟等他 士族系要插手 商古系也要插手 革新系也会插手的 四爷最好保持绝对的局外人 只要永远忠心君王 四爷以江湖之道为根基的标成 才能够鼎立在这极西之地 否则 此爷您格格不入的江湖风气 很快会成为众矢之地的 马战奎听门后 点了点头 向着东边方向拱手说道 这是陛下的恩典 马是一门 忠心的只会是陛下 就算他有个格新系的女婿 他忠心的也只能是当今皇帝 不远处 御迟静德和冯丽 陪着李贤站在河边 御迟静德看着远处的马战奎 笑着对李贤说道 殿下 这马战奎身上 虽然一身江湖习气 不过 确实是一个正统的江湖人啊 冯丽听闻也点了点头 他与御迟静德在隋末 那可都是在陆林闯荡过的 现在虽然身处庙堂 但对江湖人也并不陌生 殿下 臣建议可以适当扶持马战奎 有利于朝廷未来 控制极西之地 李贤点了点头 心中也十分感慨这些老将忠心卫国 不难想象 如御迟静德 冯丽这些大将 此番争稀有功 在将来一定会在极西之地分封的 而现在却能够为朝廷着想 建议朝廷支持马战奎 难能可贵啊 老将军的建议小子记住了 回去之后一定会当面向父皇禀报的 李贤郑重地应答 继而询问道 老将军 小子马上要回朝了 不知老将军还有什么话 要小子带给父皇的 哦 殿下 臣希望殿下能够建议陛下 朝廷不要马上从极西之地撤兵 从河北 河南 抽掉部分精锐 北上替换征西大军 同时 正习之地的主帅 继续保持对民武的掌控 在未来 极西之地分封之后 朝廷短时间内 还要保持对极西之地的绝对控制 花费时间 塑造极西之地的势力格局 以免朝廷迅速撤离 极西的权力真空 势力强弱不一 没有形成平衡 从而导致 蒸发吞并 在短时间内发生完成 这里不能再出现一个 区域性的小霸王了 老将军此言老臣谋果 小子一定带到 李贤郑重地答道 而御池静德 抱拳作一 继而苦笑说道 殿下 巴尔喀什湖畔之事 老臣已经向陛下禀报了 无妨 这么大的事情 老将军不报 就是欺上了 小子既然做了 父皇的责罚 小子也敢承担 感谢收听 由菲鲁小说网 独家出品的 《大唐从今天开始告别皇帝》 欢迎您继续收听 李贤笑着说道 满不在乎 而御池静德的心中 可是充满了担忧 尽管他已经与薛仁贵商量 将此事的责任 绝大部分都推给了薛仁贵 可这就是一块遮羞布 那些酸蚊子们 肯定不会相信他 他最担心的就是 那些酸蚊子 对眼前这位长皇子的声讨 半月后 当李贤还在赶回的途中 送捷豹的赤猴 八百里加急先行一步赶了回来 只见数计在风雪天中 急迟冲入了大营 赢了 赢了 我们赢了 我们赢了 听闻动静的大营 瞬间变得热闹沸腾 不光御林军的士族们 激动地议论着 就连长孙无忌等陪着皇帝 在行员的朝中众臣 也纷纷从其冲走了出来 长孙无忌等人 听着从大营外传来的爆竹声 以及欢呼的声浪 相互笑着做了一个请的手势说道 走 我们去陛下的皇帐 哈哈哈哈 同去同去 朝臣们面露欢言 结伴地往皇帐方向走去 要知道 自从北方落雪以来 朝中上下对前线的战士 一直十分地担忧 在捷豹之前 更是一个月的时间 都没有收到任何前线的消息了 为了此事 朝廷都派出了好几波赤猴 前往前线查询情况 而捷豹突如其来的就来了 纵使是这些城府深 稳重的众臣们脸上 也难得地露出真实的心情反应 待众人抵达了皇帐 进入其中后 便不由微微愣着 只见皇帝手中拿着捷豹 眉头却紧紧地皱着 是发生了何事 令皇帝在捷豹送帝 都露出如此的神色呢 而这时 李克被惊动 他抬头看着众人 面色沉沉地指了指旁边的座位 吩咐道 祝爱情不必拘礼 都坐吧 待众人落座 李克将捷豹放在了预案上 笑着说道 哈哈 胜了 大胜 皇帝的笑容 以及传递出的消息 令群臣心中不由暗暗地松了松 玉池将军领兵在伊利河畔 与西图爵阿什纳赫鲁发起了决战 西图爵五十万精锐骑兵 为我大唐虎奔所击溃 捷报中提及 此战 出二十万西图爵精锐 散作鸟兽 其他大部都被朝廷斩杀或俘虏 西图爵左贤王战死 右贤王五弩失臂 成为俘虏 于是将军正在领兵继续肃清残敌呢 恭喜陛下 贺喜陛下 西图爵彻底平定 大唐帝国绝对防御权 再闭一环 军臣随即作一恭贺 而李克听闻压了压手 面上的笑容渐渐消失说道 嗯 捷报的消息的确令人兴奋 不过也有不好的消息 让朕愤怒 此战 我大唐四十万精锐 折损近十五万 这伤亡让朕有些心疼啊 不过 这是一场灭国之战 这个伤亡也已经很不错了 前线的指挥将领 能够在极端恶劣的环境条件下取得胜利 已经十分难得了 只是朕愤怒的是另一个消息 长皇子在巴尔喀什湖畔 发起了王族灭种的军令 屠杀了近三十万西图爵的百姓 军臣文言色变 尤其是文臣 长皇子的身份不同 是大唐未来的继承者 这位长皇子的手段如此之酷劣 让群臣感到心惊 将来辅佐如此一位君主 他们做臣子的要怎么做呢 而且这消息传回中原后 百姓怎么看待呢 会不会影响这位第一顺位继承人啊 虽然御迟将军 在信报上将绝大部分的责任 推给了薛将军 不过朕知道 这是前线将领在包庇立先 周亚青 你们以为此事该当如何处置 李克不由有些头疼 他并不清楚 李贤为什么要下达王族灭种这种军令 玉石静德等在前线少数的将领 虽然知道原因 但作为臣子 那些事情 他们不便提及 所以如今许多人只是知道 李贤亲手制造了巴尔喀什湖血腥惨案 却并不知晓原因 李克的确很是生气 李贤的行为 无端地制造出了许多的麻烦 李克不得不考虑 李贤作为他的继承人 百姓怎么看 文武将领怎么看待 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做皇帝 就算他如今霸式威压天下 他也需要考虑臣民们的观感 他活着 培养李贤是没有问题 可若是强烈的反对和抵触 被隐藏在臣民心中 那将来李贤坐上了这个位置 恐怕也很难坐稳了 而先帝 用了二十年时间培养他 为他铺路 为他布局 从革新仁义理智信 笑方方面面为他铺垫 许多人认为先帝的布局 都只与其驾崩后 对各方势力派的安排 可李克在坐上了这个位置后 就全都明白了 父皇的布局 从争贯十几年的时候就开始了 给他舞台推进革新 这固然是让朝廷 让天下变得更好 可同样是让天下人 认可和接受他理科的治国理念 解除药引的过程 先帝难道不知道 阻拦不住他返京吗 知道 可先帝一道道圣旨身至 给他违背圣旨的机会 父皇就是要让天下人 看到他的孝心 治国能力 品性等等 先帝牵着所有人的鼻子 以及他的鼻子 展示给天下人 从而潜移默化地 让天下人认可他 认可只有他理科继承皇位 才能对天下更好 这一切都是先帝的布局 有刻意安排的 有阴力导致的 陛下 唐王很快也要回来了 臣建议 不妨等唐王回来 问清楚了 再做决定也不迟 张孙无忌谨慎地劝说道 臣等父业 臣等父业 就在李贤返称的途中 侥幸逃出来的 论清凌御杜正伦 也在狼狈地向吐蕃方向逃顿 而进入罗马之后 便被罗马人发现 同时 西突厥战败的消息 也在罗马帝国传开 大唐击败西突厥 灭国之战取胜的消息 迅速在整个天下范围内传开 震动天下 大唐帝国的荣耀 一时间如同天上的太阳一样 自得人睁不开眼睛 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而帝国的荣耀时代 自此开启 西方建筑风格 阴暗的地牢中 滴答滴答的声音 水滴从布满青苔的顶部滴落 发出清脆的响声 论清凌和杜正伦被关在其中 二人均都十分地狼狈不堪 一路的奔逃 惶恐疲惫 本身就十分地落魄 而现在又沦落到了这种地步 杜正伦身上的伤势 还没有完全好 脸色苍白得十分难看 他的眼底闪烁着惶恐之色 试探着询问他 伦青苔 我们会不会被罗马人送给大唐啊 他最害怕这种事情发生 罗马与大唐的关系人所共知 若是罗马为了讨好大唐 将他们送给大唐 论清凌或许还有活命的机会 和他杜正伦一定会生不如死的 就凭他抹黑李克与太后 就足以让他在大唐境内无力追之地了 而论清凌哪里看不出杜正伦心中的惶恐 他笑着安慰说道 放心吧 罗马与大唐帝国交好 但他们的交好是出于彼此利益的关系 罗马人在内心中绝对不希望大唐过分的强盛 压得他们喘不过气 其实 以杜正伦的才能 论清凌之道 不可能想不到这其中的关系 很显然 杜正伦慌神失去了分寸了 就在此时 有脚步声传来 只见在五名罗马士族的陪同下 莫里斯出现在了监牢外面 哗啦一声 牢门打开 莫里斯手中 拿着一块一尘不染的手帕 捂着鼻子 嗡声说道 嗯 这位走吧 提比利二十大帝 想要接一接两位 很快 论清凌和杜正伦 就被带到了提比利二十的面前 奥古斯都等罗马的 风香大力重臣 也均都在场 提比利二十 看着论清凌 对论清凌他不陌生 子子多次代表吐蕃初始罗马 并且吐蕃援助西突厥的粮草滋众 穿过罗马境内 也是论清凌一手操办的 提比利二十笑着 耶语说道 高原山的霸主 西边草原山的霸主 上方联合 近百万大军 为大唐四十万大军覆灭 就算是三百万只猪 也不会败得如此惨吧 论清凌太熟悉这位自大狂妄的罗马大帝了 被挤队讽刺几句 论清凌早预料到了 只见论清凌面色平静 没有丝毫的怒意显示 相反还笑着说道 恭喜大帝 大唐的强盛 罗马帝国的统治就会更加稳固了 哼 果不出论清凌的预料 听闻此言 提比利二十的面色瞬间变冷 冷冷地哼了一声 论清凌的言外之意 堂堂罗马帝国仿佛就是大唐的蜀国一般 罗马能否存在全靠大唐帝国似的 试下一个自大自负之人岂能接受啊 而莫里斯开口 结束了相互打击风的话题 询问他 伦清凌 我们想知道北边战士的具体情况 达堂清凌真的如此强大吗 堂堂的西图局坚持了不到一年就迅速败亡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伦清凌郑重地看了眼莫里斯 此人与提比利二十不同 少了一些骄傲自负 更注重实际 据问此人乃提比利二十选定的继承人 若是莫里斯将来继位 吐蕃与其打交道 双方结盟或许比提比利二十更加容易 唉 论清凌叹了口气说道 大唐的精锐 真的十分强大 我们不得不承认 论清凌开始唯误叙述西图局灭国之战的种种 这 太强了 东方的帝国太强了 到今天下还有哪个国家能预制抗衡啊 哦 上帝啊 上帝 为什么会追清东方呢 感谢收听 到了恐慌 这样一个庞然大物 俯卧在东方 其惊讶力爪 什么时候会伸向他们呢 提比利大帝 论清凌讲述完 听着周围人议论纷纷 心中十分高兴 随即对提比利二十拱手说道 小子知道 罗马与大唐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 但是大唐太强盛了 大唐先灭西图局 不出意外的话 下一个金库目标一定是我吐薄的 大唐的战略是在打造一个绝对的防御圈 彻底巩固其统治 一旦其绝对防御圈打造好之后 大帝以为大唐真的会修兵吗 哼 不 绝对不会 唐人的贪婪 在他们建立绝对防御圈 彻底立于不败之地后 他们一定会谋求势力向西延伸的 吐薄 罗马 作为今后天下一朝多强局面下 少数能够与大唐勉强抗航的国家 我们要担负起维护天下和平的忠人 我们彼此之间需要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 提比利二十听闻 打哈哈笑着说道 罗马愿意与各国友好合作 与大唐如此 与吐蕃也是一样的 论清零心中有些失望 不过倒也并不太失望 他相信 罗马人一定会明白 大唐太强对他们的威胁的 他现在不过是在给罗马贵族上层人的心中 种一颗戒备大唐的种子罢了 论清零与杜正伦被提比利二十放走了 提比利二十的态度 从某种程度已经说明了罗马上下对大唐的戒备了 三月初旬 塞北的天气开始转暖 冰雪开始消融之际 李贤率领部分兵马 押送着大批俘虏 抵达顺州 从李贤越过金山后 一路上所过之处 到处都是欢迎凯旋的队伍 到达顺州之后 声势更加浩大 乌努师碧作为俘虏 走在俘虏的前面 他看着东突厥的百姓 面色红润 身上竟然穿着着中原汉人出产的棉布 心中极为震惊 他的部落 在巴尔喀什湖以西 对于同为突厥人的东突厥族群 了解的不多 他能从这些凯旋的百姓穿着和面色判断出 在大唐的统治之下 东突厥的百姓日子 要远远好于在突厥人自己的统治下 也让他明白 为什么东突厥人 会没有反抗地 接受大唐的童话 兵败被俘 他曾经几次 想要自杀而了却余生 只是李贤把他看得太紧了 根本不给他这个机会 而他的整个部族 都成了俘虏 被李贤带回顺州来了 李贤这么做 大唐前线将领 为什么这么做 他不清楚 启禀殿下 朝中 宰府们正在园门外等候 就在吴鲁师币心中 思绪万千之际 有赤猴冲到了李贤面前汇报 将吴鲁师币带上 其他俘虏 送交给玉林军 驾 李贤简单地下达命令后 便催马迅速地往大营方向赶去 在越过金山 返回东突厥传统疆域后 他就听闻了行元父皇的态度了 他很清楚 父皇对他在巴尔喀什湖做的事情 很不满意 用皇爷爷的话说 父皇就是人数有余 狠辣不足 这两国相争 就算他杀绝了西突厥 那又如何呢 参见殿下 恭喜殿下 凯旋而归 参见殿下 恭喜殿下 凯旋而归 在李贤接近银门之际 长孙无忌等财府们 领着行元内的众臣作一恭贺道 而李贤连忙翻身下马 随手将马将扔给了身边的将士 快步走到了长孙无忌等人的面前 将宰府们一一扶起说道 这位大人折煞小子了 不必拘地 不必拘地 众人暗暗打亮着眼下这位长皇子 这副座牌倒是与当今似乎十分的相似 不过所有人都能敏锐地察觉到 还是有些不同的 当今在做王爷之际 这种行为总是让人有种如沐春风的感觉 而眼下这位殿下更多只是礼节性的 或者说更多只是在模仿当今 有其行而少了其神韵 方玄宁笑着做了一请的手势说道 哈哈哈哈 殿下 陛下正在行员内等着呢 殿下一路风尘仆仆 周车劳顿 还是先去见见陛下吧 是 老财富提醒的对 多谢老财富 李贤连忙拱手感谢 但谢过之后 一群人便往大营内走去 而群臣在靠近大营之际 全都放慢了脚步 准备先给皇帝父子留足够的空间 等皇帝父子就巴尔喀什湖事件 商量妥善之后 大家再进去 前行一朝与贞贯朝的不同 在这件事情上得到了十分全面的展现 若是争贯一朝发生了这种事情 那么朝臣们是绝对会在第一时间参与进去的 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 前行一朝则完全不同 这与士族系的极大衰弱有关系 更是因为李克登基之初 引导朝中革新系士族系 相继提出自己的政治理念和治国理念 所以无论是中军报国还是报国中军 都改变了传统军权与臣权之间斗争和合作的关系 就这件事情而言 涉及到了中军和国事 群臣不约而同的希望 先给皇帝父子留足够的空间 父子之间解释清楚 然后大家再一起合力想一个办法 从而解决这件事情 某刻 李贤进入了帐内 已经在帐内中央跪着了 而李克低着头披示折子 李贤进来之后 他从始至终都没有抬过头 魏淑玉站在一边保持着沉默 三宝则有些着急了 看着跪着的长皇子李贤 又看看皇帝 某刻 李克头也不抬 忽然开口询问道 杀人的感觉好吗 二十万普通百姓 因为你的一个命令 葬身巴尔喀什湖 听说整个巴尔喀什湖 都被染红了 今日可将西图爵百姓 视之为草芥 他日是否也可以将我大唐子民 视之如草芥呢 这是李克真正生气的原因 民间百姓的观感 朝臣的观感虽然严重 但不是没有办法化解 他最反感担心的是 李贤对待生命的态度 皇帝九五至尊 权掌天下莫感不从 在这个位置上要做到克制 一些碌碌无为的帝王 要克制各种贪欲 对美色 钱财 酒色等等 而有才干者 就要克制对权力 对别人生杀的冲动 越是有能力的君主 一旦连自我都无法克制 那么造成的破坏力 就会更大 视人命如草芥 一念断人生死 这种事情是会上瘾的 若是一个上位者 失去了对生命的敬畏 那也就失去了 他人对上位者的敬畏 你有没有什么想要解释的 李贤听闻后 抬起头坚定地摇头说道 儿臣没有 儿臣承认 命令是儿臣下达的 儿臣领兵 兄弟们一个个战死 西偷决人的围攻之中 儿臣心中十分愤恨 所以要报仇 嗯 敢做敢认 没有让薛将军为你背黑锅 这一点很不错 李克点了点头 这才抬头看着他这个长子 那张以往稚嫩 一副娇生贵妻的脸变得粗糙 塞北是一个历练男子汉的地方 战场是一个锻炼男子汉 气魄胸襟的地方 李克很满意此时的李贤 他开口冷冷说道 你虽然有担当 但你不把人当人看待 随意凭你的心意去杀戮 令父皇十分失望 将来你会不会将自己的屠刀 对准我们的百姓呢 你有没有想通 东西突厥是同源所出 你在西突厥的杀戮 传到了东突厥 会让东突厥的百姓心中怎么想 朝廷正在推进对东突厥的融化 你的所作所为 会不会导致东突厥上下的惶恐不安呢 现在这种关键时刻 彼此正在建立信任 你的任何一点不当行为 都可能是朝廷百年大计功亏一篑 让好不容易建立起的互信 瞬间坍塌 啪的一声 李克说着猛地拍了一下预案 陛下老臣请见 就在此时 外面传来了长孙无忌的声音 李克不由微微皱眉说道 准 紧接着便见长孙无忌和防玄灵等宰府们走了进来 众人愤怒的神色令李克有些惊讶 他沉声说道 嗯 诸位宰府们来得正好 李先承认是他亲自下达的命令 我们一一该怎么处置他 陛下 臣以为长皇子的处置没有错 长孙无忌面色愤怒 大声说道 而李克听闻更加惊讶好奇了 这还是他登基之后 这位舅舅第一次与他唱反调呢 陛下 臣也以为长皇子的处置没有错 方玄灵紧接着站出来 面带愤怒 力挺李先 臣复议 臣复议 李克看着十三位宰府 纷纷力挺他这个长子 眉头皱得更加深了几分 陈宁询问道 舅舅 能说说你们支持李先的原因吗 李克察觉到 有什么他不知道的原因 而房玄灵等人看向了长孙无忌 这件事情让长孙无忌来开口 是眼下最合适的人选了 他们也是刚刚才从吴鲁尸臂的口中得知 原来在李先回来的同时 他们一面迎接李先 一面就派人去俘虏中打探巴尔喀什湖事件的内幕了 而前线的将领对此事闭口不言 让他们十分好奇 恰巧俘虏中 吴鲁尸臂是最清楚这件事的前因后果的 而长孙无忌面色漆黑 开口说道 陛下 长皇子之所以如此 长孙无忌尽可能简练的语言 将实情的经过告诉了李克 只听啪的一声 话音尚未落下 李克猛的一巴掌拍在了暗渡上 怒而豁然起身地说道 杜正伦 感谢收听由菲鲁小丑网独家出品的 《大唐从今天开始告别皇帝》 欢迎您继续收听 皇帝咬着牙 眯着的眼睛中闪烁着令人心悸的寒芒 双手紧紧握着 直接发出了咔咔的响动 而长孙无忌等人倒是明白皇帝此刻的愤怒源自哪里 自太后驾崩之际 当今因出于对太后的愧疚 曾经可是在长安发起了一场大清洗 长安的权贵阶层直到现在似乎都能闻到当初的血腥味 而现在杜正伦竟然不知死活 用污蔑的手段拿当今与太后做文章 简直就是找死 方玄陵作一大声说道 陛下 杜正伦艰险小人死不足惜 陛下不必为此等小人震怒 请陛下保重龙体 请陛下保重龙体 其他宰府很快回神 连忙开口劝说道 他们都明白 方玄陵忽然站出来劝说的原因 害怕再发生一次长安流血事件 这君王一怒 浮尸百万案 越是不轻易发怒 越是平和之人 一旦震怒 那一定会搅弄风云的 李克的眼神 冷冷地盯着跪在地上的李贤说道 这件事情 你做得不错 回复姑姐 就饶过你这一次 但你要记住 你手中的权力 你尊贵的身份 不是让你试人命如草芥的资本 若你是别人为草芥 别人同样会将你视为草芥的 李贤总算明白 父皇对他在巴尔喀什湖 所作所为生气的真正原因了 他连忙正种一败应当 儿臣谨记父皇教诲 李克瞧着这个立刻认错的儿子 就不由有些头疼 他后悔当初将这个混账 留在父皇的身边了 这混账学了太多 父皇那所谓的帝王心术了 知子莫若父啊 他岂能听不出 这混账只是记住了 他其实内心中并不在意 多正伦啊 朕要将他错骨扬灰 李克冷冷地询问道 而李贤匍匐在地上回答道 启禀父皇 战后御迟老将军 曾命令大军搜捡杜正伦的踪迹 可一直没有找到 一起消吃的还有吐蕃的论清林 前线率营方向猜测 杜正伦应该为论清林招来 可以预见 接下来本朝唯一一个大敌 就只有吐蕃了 论清林背后的吐蕃 需要了解熟悉我朝之人 而杜正伦子贼子 有才干有能力 为论清林招来 也符合昌理 对李贤的分析 李克比较满意 他点了点头 绕过了玉岸 夺步来到了皇帐门口 陈宁音冷道 李贤 你大唐长皇子 大唐使节的身份 出使吐蕃 告诉陆东赞 命他现期将杜正伦交给朝廷 同时代表为父 去见一见盲松盲赞这个侄子 李克略作陈颖 紧接着说道 这样 途经土余魂 让赫连铁南陪你一起去 房玄陵和长孙无忌等人 相互对视一眼 均都明白皇帝这么安排的目的了 索要杜正伦是目的之一 同时还要去瓦解吐蕃内部的团结 命赫连铁南一同前往 其实赫连铁南的主要目的 就是联络慕容孝俊 毕竟赫连铁南和慕容孝俊 均都出自吐蕁魂 不过 陛下还是老臣去吧 长孙无忌请命道 长皇子干系重大 吐蕃与我大唐之间 如今已经断绝政治联系 长皇子出使太危险了 如今的大唐与吐蕃 除了民间的商贸往来之外 所有一切两国的政治往来 均都断绝了 断绝邦交的情况下 出使吐蕃太危险了 尤其李贤还是长皇子 吐蕃万一冒险 于大唐而言损失太大了 何况这件事情 涉及他自己的妹妹 妹妹生前他已经对不起了 这死后之名 长孙无忌作为兄长 是无论如何 也要为妹妹维护的 方玄灵点头认同道 陛下 臣以为此事 由长孙宰府代表朝廷出使吐蕃 更为合适 臣等负义 李克头也没有回 询问道 李贤 你敢不敢去 儿臣敢 李贤爬着转身 大声回道 好 李克满意地大赞一句 转身看着李贤 大唐的皇子 就要有大唐皇子的勇气和担当 这样吧 李贤为正使 舅舅为父使 即刻前往土玉魂 会同赫连铁南后 前往吐蕃 长孙无忌等人 无奈地对视 从皇帝的话中不难听出 皇帝一定要长皇子去的 这是一种历练 想让皇帝改变心意 是不可能的事情 臣遵旨 李贤 你母后在大营内 临走之前 先去见一见你母后 这段时间 她没少为你操心 李克在李贤离开之际 吩咐道 而李贤犹豫了一下 转身 老老实实 攻身应当 诺 在帐内 只剩下李克和 魏淑玉三宝之计 魏淑玉苦笑地提醒道 大哥 对贤儿 你是不是太不尽人情了 李克看着折子 头也没有抬 没有回答 皇后帐内 李贤跪在母后 崔莺莺的面前 正种急事地做别道 母后 儿臣马上要动身 想往吐蕃了 父皇 让儿臣来与母后道别 吓 随莺莺看着儿子低着头 说话的语气沉沉 无奈叹了口气 伸手摸了摸儿子的头说道 别怨你父皇 他对你的严厉要求 是出于一个父亲 望子成龙的渴望 同样 他也要为天下人负责 你是知道的 你父皇他 本就不是一个心狠之人 他的帝王冷酷 比不上你皇爷爷 他那是自己逼着自己 因为他要对天下人负责 李贤眼睛有些湿润 自从进入皇帐 父皇除了简单地夸了一个好字之外 就没有对他 此番领兵在外的种种剑术 有任何的夸赞 反而还十分生气冷漠 这让原本凯旋而归的李贤心中 十分地堵得慌 你皇爷爷 教了你很多东西 那些帝王心术 不能说没有用 但你父皇身上的品质 更是你需要学习的 否则 你以为你皇爷爷 为什么选你父皇为继承者 皇帐内发生的事情 母后已经知晓了 你根本就没有从心底里 认同你父皇对你的告诫 你只是记住了 记住 不会成为你今后的行为准则 当初你父皇登基 与伪朝廷最后决战之际 母后不在宫中 但你就在你皇祖母身边 你应该很清楚 当初太后告诫你父皇时 说了什么 为君者 要有一颗坚硬的人词之心 你父皇以前 有一颗人词之心 可帝王的冷酷坚硬窃 先皇 太后 一步步将他推上这个位置上 他现在做到了 而你 有帝王的冷酷无情 但你缺少一颗人词之心 吐蕃回来后 母后会请求你父皇 对你另有安排 你去吧 记得 去了吐蕃 做任何事情 多请教掌孙宰福 母后 儿臣知道了 再次开口 李贤声音中的怨气和委屈消散了 随后 母子又续化片刻 李贤换上了母亲亲自为其剪裁缝制的衣衫 从帐内走了出去 他伸手摸了摸棉布内衬的棉衣 这可是母亲亲手为他缝制的 穿上这件衣服 让他觉得父母还是很在乎他的 其脸上忍不住露出了笑容 前兴二年春 皇帝行员开始从顺州转移至病州 一月后皇帝返回长安 并且开始按照前线的要求 一边从前线抽调军队返回 一边征召河南河北的精锐府兵 乘坐列车赶往伊利河 接受前线率府的领导 前线也进入弹压整肃地方的秩序中 一道道分封的黄命从朝中发出去 每一份分封的命令都要在客报 关笼报和并州报进行刊登 一时间分封成为了长安 乃至整个天下最为热议的事情 了不起了不起啊 这马战魁一个标师 竟然封了等同于中等县府的地界啊 这算什么 最主要是标成二字 是皇帝亲自提写的 是啊 这朝中的文武从开国至现在 凡立功勋者都进行了分封 小的方圆百里大的甚至等同于一郡之地啊 听说很多受封的权贵正在招收百姓 前往西突厥江域进行肯荒 去了就给免费分配草场 土地牛羊 只要缴纳略微超出朝廷的税负 俺家远房亲戚在御池将军府中做事 这次听说就要举家去御池将军的封地了 听说了 这各大权贵家族可是给足了各种丰厚条件 不过俺不去 俺还是觉得跟着朝廷的前途更大 哎 对头 俺也不去 听说了吗 与池将军上折子请求朝廷 收回高祖太宗皇帝在位期间赏赐的十亿呢 只愿意保留一百象征性的十亿 这是不是真的 长安城是天下消息最灵通之地 随着分封开始后 各种消息便不间断地出现 成为百姓茶余饭后最喜欢讨论的事情 其中当初御池静德主动请辞十亿 任谁都能察觉到 这似乎是某种风向标 杜府 程耀金坐在杜如慧的病榻前 瞪着眼睛盯着杜如慧说道 老杜 说说吧 你什么时候闭眼 咱老程也好给你准备准备啊 杜如慧听的这话 虚弱地指了指程耀金 笑骂道 呵呵呵 程之杰 你这块滚刀肉还活得好好的 真是印证了那句话呀 好人不偿命 祸害一千年呐 感谢收听由菲鲁小丑网独家出品的 《大唐从今天开始告别皇帝》 欢迎您继续收听 哈哈哈哈 程耀金扯着嗓子大笑了起来 待笑过之后 眼睛滴溜溜地转着 询问他 嗯 老杜 你说这浴池黑子这次搞的什么要额子呢 这黑子 这次可是打了大伙一个措手不及啊 你说 他是不是吃饱了成长 俺老程实在是琢磨不透 这浴池黑子这次到底想干嘛 所以呢 这次就来问一问你这个要死了的老东西 反正你也活不了太久了 咱老程也不怕 跟你交心说错了话 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 哈哈哈哈 杜如慧闻眼闭上了眼睛 唇角却露着淡淡的笑容 也遇到 你成之杰是张飞绣花 粗中有戏 你难道还不清楚吗 不过就是浴池黑子抢先了 你成之杰心中不舒服罢了 当年陛下在定香郡冷落当今后 你成之杰第一个主动跳出来 与当今划清界限 演戏给腐机等人看 又亲自为陛下抬育你 送陛下登基上位 你姓成的屡屡抢先占了这么多便宜 让浴池黑子抢先了一次 心里就不舒服了 这好事 不能全都让你这个老土匪全战了吧 哈哈哈哈 程咬金得意地笑了 对他当年先帝在位时期 将长孙老狐狸给瞒天过海 骗得团团转 甚为得意 当初他还为此挨了板子呢 你姓杜的也不是个好东西 算了算了 老兄弟这么多年了 这第二道折子 老程就让给你了 程咬金笑骂道 而杜如慧缓缓地睁开了眼 瞥了眼程咬金 眼中闪过了一抹真诚的感谢之色 御池竟得此番武将第一 那接下来就要文臣中有第一个人主动请辞高祖和先帝时期的实意了 而皇帝几乎将整个西突厥的土地拿出来分封大伙 从高祖到现在几乎凡事有实意 有功勋者都没有落下 甚至连叶之河流域 巴尔喀什湖附近 伊利河流域 这种水土丰沛之地都拿出来筹谢分封群臣了 大家也不能只做匹修 光往里吃 不往外土啊 皇帝是要让他们这些人去开发 去那些地方传播中原的华夏文化 借助他们积累的家族底蕴 同样也是给他们这些家族更上一层楼的机会 虽然皇帝没有提出要削他们的实意 但这么大的后赏之后 他们也不能继续霸占的传统疆域内的实意了 不能再吸传统疆域同文同宗百姓的血了 这部分钱粮要收回国库 要用来继续推进天下的发展 要用这些钱粮来反补会补百姓 真正做到取之于民而用之于民 玉池黑子留下了象征性的百户实意 其实就是不愿意后代家族与朝廷断革联系 只要保持了这百户实意 那玉池家族无论什么时候 也都是大唐的臣民 而程耀金让他第二个上折子 就是文臣第一了 这是老兄弟对他这个将死之人的关照 杜如会感念地说道 直接带我谢谢各位老兄弟们 谢谢你们了 他可以想象 文臣中一定有人想要做这个第一 不过有昔日秦王府这群老兄弟压着 这群老兄弟们还是当今的从龙之臣呢 有他们压着 朝中的其他人没有人敢做这个文臣第一 也无人敢在玉池黑子之后争这个第二 郑耀金摆了摆手 嚷嚷道 哎呀呀呀 想多的 你是不是糊涂了 俺老城听不懂你说什么 你们这些酸文子就是事事的 文言 杜如会不由一笑 当天 卧病在床的宰府杜如会上折子 请辞杜氏实意 如出一折 只保留了象征性的百户实意 紧接着朝中文武但凡有实意者 纷纷上折子请辞 根据各自实意的多寡 保留象征性的一点实意 天下百姓文之哗然 也全都明白了 皇帝的西突厥分封 朝廷大臣忽然请辞实意的缘故 更深远者如马战魁等人也明白 为什么士族在这次的征讨中 暗中武装支持民武 原来这一切都是功勋阶层 与皇帝不谋而合的默契 皇帝将功勋阶层立的争斗池塘 从帝国内部搬迁到了帝国外部 专门为功勋勋贵阶层建造了一个池塘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武朝时间群臣山呼万岁的声音从太极殿传出 以太极殿为中心在皇城内回荡着 就是宫中的公俄太监御林军将士也不知道 这早朝时间军臣礼节 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了山呼万岁了 不过每当这个时候 宫中所有的人都面色凝重 小心翼翼的 从太极宫内传出的威严声音 让凡事听闻者心中不约而同地感觉到 一股前所未有的庄严威严感 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主位爱卿免礼 谢陛下 待君臣礼毕之后 方玄陵立时站了出来 从袖口中取出了一道折子 大声惠禀道 启禀陛下 臣由本起奏 准 李克平静的声音响起 他已经知晓 唐下这位老财富想要奏什么了 其实满朝文武都明白 只见房玄陵缓缓地展开了折子 一扬顿挫地说道 陛下 臣蒙高祖皇帝 太宗皇帝赏识 见拔于不一种 开国建国时期 立有威莫之功 蒙高祖太宗厚爱 赏赐十亿万户 今陛下 封臣封地于巴尔喀什湖畔 坐拥水草丰美田产 数十万倾 臣心中深感惶恐 故向陛下 请资十亿 十亿出自于百姓 理应交由国库 取之于民 而用之于民 望陛下 能够全臣 惶恐不安之心 话罢 房玄陵撩起了衣襟 行大礼正中败道 双手高高地将折子 举过了头顶 臣 请辞十亿 请陛下 能够全臣惶恐之心 臣 请辞十亿 房玄陵之后 仿佛所有人都商量好了的 凡是有十亿者 纷纷败道 请辞十亿 而没有十亿者 心中虽然有些惋惜 也贵道了 所有人都明白 今后来自朝廷和皇权的赏赐 十亿将永远废止了 赏赐或许会是钱财不匹 或是勋章爵位 但是再想要拥有数千上万户 十亿 是绝无可能的事情了 有唐一代 十亿的赏赐 或许象征性的十几户 百户还会有 但是大量的十亿赏赐 自自而终了 玉池静德和杜如慧 先后的表态 已经将这场终止十亿赏赐 收归国库的行动 奠定了基础 李克面色正重 手指轻轻敲击着欲爱 陈宁说道 十亿赏赐 乃酬谢有功之臣 朱爱卿 未有任何过错 朕收回十亿 此等事情传出去 是否会寒了天下人的心呢 陛下 此乃臣等自愿 非陛下收回 请陛下成全 请陛下成全 请辞的高呼声再次想起 这件事情 其实并不是在李克的计划中 十亿是会逐步收集 这一点 先帝在位时期就已经在做了 他与先帝都没有想过 在这件事情走得太急 可以说 这次的事情 完全是朝中父皇的老兄弟们谋划的 他倒也是明白这些老臣的想法 无非就是懂得取舍进退罢了 他为了在中西亚扩展华夏文明的传播和影响力 直接将西突厥的三分之二疆域拿了出来 分封地从高祖皇帝开国之初 到现在所有有功训的 这种大肆的分封 是前所未有 几乎厚赏了每一个人 父皇的老兄弟们 在得到这么厚的封赏之后 首先觉得不安 同时 他们也明白父皇当初对十亿的态度 于是便乘机请辞十亿 得到的完全大于损失 无论是为国着想 还是为家族后代着想 对于他们而言 都不是一件坏事 而李克则要考虑 这样一来 会不会打击天下人的积极性 他这些时日 其实一直在琢磨这件事情 只见他略作成瘾 开口说道 嗯 既如此 朕准了 谢陛下 群臣谢恩后起身 李克再度开口说道 祝爱卿为国为民做出的牺牲 朕记得 朝廷也记得 借于此 朕决定 为此番所有放弃十亿的功勋阶层 制定颁发专属勋章 将此事书写 记载于勋章之上 记载于史册之中 这是我们这些当权者 为国为民 做出的巨大上步与牺牲 这种精神 值得肯定 值得历史去记载 值得后人记住 警示后人 令后人明白掌权者与百姓之间 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作为天下的精英阶层 对百姓 对民族 对历史 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许多人的脸上露出了惊喜之色 这可是能够名垂青史的事情 利益的损失 大家这次早有觉悟 但现在又有意外的收获 心中反而有种惊喜感 真等谢陛下龙恩 三宝 奴才在 三宝听到皇帝的命令 连忙站了出来 李克命令道 通知天下所有的报刊 全面向天下百姓报导此事 同时告诉百姓 如为大人放弃的十亿 每年的收入 会注入朝廷贞贯年间成立的特别赈灾基金中 专项专用 那 感谢收听由飞鲁小说网独家出品的 《大唐从今天开始告别皇帝》 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件事情 总算是画上了句号 李克的目光 扫视群臣 略带一丝笑意说道 诸位爱卿 此番灭西图诀 西北边绝对防御圈的建地 来自西北边的危险 彻底铲除 只要同化东图诀能够顺利 来自北边游牧民族 对中原的危险性 便彻底解除了 理应普天同庆 事故 朕决定 大赦天下 由大理寺 整理天下行徒 凡非十恶不赦者 非一年内入狱者 悉数释放 方玄陵等人相互对视一言 其实他们很明白 大赦天下 其实就是皇帝的一个由头 其真正的目的是为了找个借口 释放魏征和高继府二人罢了 登基之初 无法立刻释放了二人 但现在则不同了 一场大圣 借顾不动声色地改变先帝的命令 不引人注意 崔玄伟听命 走了出来铿锵领令他 臣遵旨 就在大堂内部 在一起平稳完成了一件 足以影响后世的大事之际 李贤等初始吐蕃的队伍 也慢悠悠地进入了吐蕃 宣正院 陆东赞满头花白的头发 一张脸枯搞得厉害 只一年的时间 陆东赞似乎更加苍老了几分 燃起目光穷穷 英式狼固地扫射下面的吐蕃高层 沉声询问道 大堂世界 大堂世界马上就要对大罗歇城了 我们议议 我国要以什么样的理解接待 令 分析一下 大堂此番向我吐蕃派出世界 其目的有哪些 我们该如何应对 赞普道 陆东赞的声音刚落下 官房内的高层们 甚至还没有来得及相互 征寻盟友同伴的意思 而外面忽然有声音传出 鞭子撩开 只见盲松盲赞 在几名心腹亲随的陪同下走了进来 所有人屏息 暗暗看着坐在主位的陆东赞 以及站在门口的年轻赞谱 大象 听说你们在一轮大腾史集团 访问我国之事 小子来听一听 可以吗 在安静的对峙中 盲松盲赞则率先开口征寻道 陆东赞这才慌张起身 不过却一副老太隆忠的模样 双手撑着暗毒 站站微微地起身 不过坐在宣政院的众人却很清楚 往日这位大象起身 可没有这么不利索 这分明就是装胆 一来为赞谱进来 没有立即起身做掩饰 二来也是故意无声地展露出 一种大不敬 陆东赞在众人的注视下 颤颤巍巍地走向了盲松盲赞 而盲松盲赞却从始至终 都面带着微笑 就那么站在门口 并没有因为看到陆东赞 颤颤巍巍 而主动迎上去 吐蕃的众臣们心中都清楚 年轻的赞谱 与老狐狸般的大象 在无声无息中暗斗 只见陆东赞走到了盲松盲赞面前 拱手拱身说道 赞谱 请 盲松盲松盲赞这才把手伸了出去 搀扯住了盲松盲松盲赞 而这一幕被年轻的盲松盲赞看到后 心中顿时十分的愤怒不快 作为吐蕃的国君 中的威望是以他为首的吐蕃君王一系都没有的 他祖父松盲赞在位期间 一系列的新政将贵族阶层得罪干净了 他的祖父可以凭借着巨大的威望 压着贵族不敢有任何异心 可盲松盲赞十分有自知之明 他没有 而民间的百姓论威望 陆东赞也比他要高 他在百姓心中的威望 也不过是继承祖父罢了 百姓因感念其祖父 对他们做的一系列事情 所以感念他们君王一系罢了 祖父曾让他熟读中原汉人的史书 他觉得自己现在的处境 就好像汉末时的流邪 未朝末期的皇帝一般 尤其像未朝末期的皇帝 他的祖父辈 如曹魏前妻的几代皇帝一样 把贵族阶层得罪得干净了 而他本人没有太大的威望和影响力 只是受祖辈的蒙因罢了 大唐的新皇李克与他则不同 大唐皇帝李世民 虽然得罪了大唐士族阶层 但是李世民的争冠一朝 二十年的革新 放手让大唐当今的皇帝李克去做事 在做事中 李克建立起了无与伦比的强势威望 若是他的父亲共日共载 能够活着 或许与李克差不多 但传承的断层严重影响了军权的稳定 他现在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位置上 陆东赞假意咳嗽打破了安静 论清灵率先起身 作一答道 赞谱 臣猜测 大唐此番前世 有两个目的 芒松芒赞看着正直壮年 在吐蕃军中有着强大影响力的论清灵 就感到压力很大 论清灵在他的眼中 与司马昭无疑 与曹丕无异 芒松芒赞笑着鼓励说道 爱卿 但说无法 现在不 论清灵郑重感谢后说道 臣猜测 大唐的目的 其一 向我国索要渡政轮 其二 离间我吐蕃君臣之间的关系 大唐已经不止一次离间赞谱与大象之间的关系了 若吐蕃内部君臣不能齐心协力 吐蕃势必不能抵挡巨无霸一般的大唐帝国 官房内的所有人 闻之色变 任谁都没有想到 论清灵竟然直接挑破了吐蕃君臣之间的那点龌龊 就连陆东赞都无奈地看了眼他最看重的儿子 而叹了口气 他这个儿子没有野心 或者说没有取而代之的野心 这一点陆东赞是知道的 他这个儿子有才华 可心中更是十分的骄傲 就好像秦末的楚霸王一样 表明他们君臣这点龌龊 其实就是因为他这个儿子 厌恶他们君臣大敌当前 护身龌龊 他这个儿子更想领兵 与大唐这等巨无霸一般的老大帝国较量于疆场之上 领百万大军击败大唐 比当权倾天下的君王更具有吸引力 这就是他陆东赞最看重的儿子 也是陆东赞已经掌控了朝局 只要愿意随时可以颠覆身边这个小娃子的统治 却始终没有行动的原因 他很清楚 彼时恐怕他不会得到儿子论清灵的支持 甚至父子之间互声握装 赞仆啊 你可真是算无一算啊 陆东赞心中愤怒地暗倒一句 他心中的赞仆只有松赞 他儿子论清灵这种可笑的单纯 其实就是松赞多年来引导培养的 松赞先是给他儿子论清灵树立了李克这样一个令人一生恐怕都难以击败的对手 让他儿子以击败李克为目标 然后将他儿子从小就排除在吐蕃政权内部的尔虞我诈 丢到军中领兵作战 以至于他这个儿子从小树立的价值观只适合做一个有勇有谋的将军 却无法做到一个老奸巨花的政治权术阴谋家 松赞从很早的时候既重用他陆东赞 也防着他陆东赞 刻意培养他们父子拧巴别扭 让他们父子无法就一些野心方面拧成异股声 而他也忽略了 这也是近年来他才猛然间发现 可一个人的价值观一旦培养 想要改变就需要时间 他正在做这件事情 显然他至少目前为止 陆东赞做的是不成功的 而这时慕容孝俊感受着诡异的气氛 眼神余光看着正值青壮年的论清灵 忽然间也意识到了吐蕃内部 陆东赞父子内部 竟然还有他没有看透的碰撞 赞扑啊 他也第一时间想到了松赞 唉 紧接着慕容孝俊不由叹了口气 于他看来松赞的确是才华横溢 政治手段高绝 若是松赞与李克相争 吐蕃或许会更轻松一下 而现在松赞留下来的手段 在他看来就是刘备为阿斗 为蜀汉苟延残喘 苦心孤意的布局罢了 只能容纳三匹马并行的茶马古道上 李贤一行大约数百人 骑马缓缓向仙罗城方向行进 一路上李贤都皱着眉头 打亮着脚下的道路 某刻后面有一记驾马重来 提禀殿下 长孙宰府请殿下到马车歇息 李贤知道 一定是长孙无忌 有话想对他说 知道了 本王马上去 李贤应了一声 扭头交代了一句 然后便主动驾马向队伍的后方走去 一辆十分狭窄的马车 勉强行走在这条已经被拓宽了一些的茶马古道上 而长孙无忌年事已高 根本无法长时间驾马 而这种马车在大腾境内是绝对没有的 是专门为适应吐蕃道路打造的 吐蕃境内的贵族商骨 就是乘坐这种并不宽敞舒服的马车 李贤下马进入了车内 背对着车门口 看着正对面 背靠着后车厢 双手拢在袖子中 侠妹似乎睡着了的长孙无忌 郑重一拜 老舅爷 长孙无忌睁开了眼睛 连忙扶起了李贤说道 哎呀 殿下 折杀老臣了 折杀老臣了 李贤这一生老舅爷 的确可以不称呼他 毕竟长孙无忌 与他其实没有任何血缘上的关系 和他的父皇 当今皇帝都会称呼长孙无忌一句舅舅 而他李贤更是皇祖父皇祖母亲自带大的 就算长孙无忌 曾经做过很多阻碍他父皇登基的事情 但看在皇祖母的面子上 李贤也愿意称呼长孙无忌一生老舅爷 只见李贤摇头正中说道 老舅爷 很小的时候我就被皇祖母抱着 后来的成长中 皇祖母更是教了我很多东西 老舅爷当得起 文志长孙无忌心中叹了口气 长孙氏的荣耀终究还是他那个妹妹种下的因 得到的果 而长孙无忌没有再推辞 算是默认了李贤对他的称谓 扭头撩起了车窗帘 看了眼外面 自言自语似地询问他 人下入吐蕃 已经十数日 关吐蕃有什么感想 李贤听闻一时间 捉摸不透长孙无忌有此疑问的目的 不知目的就无法准确直击问题的核心 于是他只能老老实实地把这段时间看到的 想到的说出来 吐蕃如今十分富足 当然 他们的富足只是表象 这种富足中 底层百姓与官僚贵族阶层的差距则在不断地拉大 而如今的吐蕃百姓满足于吃饱穿暖 但我认为 这种诉求很快就会提高 在吃饱穿暖之后 百姓渴望能够得到更多赋予他们的权利 比如上升空间的权利 生存不受吐蕃贵层奴役的权利 我对吐蕃的这种现象进行了反思 有些不算深刻的理解 请老旧爷指点 长孙无忌听着 没有开口打断李贤的话 只是微微做了一请的手势 只见李贤继续说道 造成这种根本的原因 在于吐蕃的革新方式 在松赞时期 吐蕃效仿我们真贯朝的革新 对于吐蕃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但是吐蕃的改革与我们的改革不同 吐蕃的改革虽然汇集了普通百姓 但是这种汇集面很小 松赞效仿父皇在改革中 一方面从贵族手中 剥夺收回传统的影响国家大政的权利 而另一方面 给予吐蕃贵族商股财富方面的利益让步 原本收回传统的权利和利益 应该将绝大部分反哺百姓的 就如同我们开科举 大范围建立学书学院 推广蓄理 整理陶级 修缮水利等等一系列 提振民生福祉的惠谱性政策 引导百姓进入风险更小 更容易被接受的传统利益中 由此来缩小革新过程中 不同阶层之间的差距 提振民间富裕度和活跃性 可松赞没有这么做 松赞在回收传统权利过程中 让度给百姓的利益十分的少 仅仅满足了底层百姓 吃饱穿暖的基本生存诉求 而绝大部分的权利 都被收归了以松赞为首的 吐蕃中枢政权了 虽然凭借着这种办法 短时间内 可以让吐蕃中枢政权 以松赞为首的皇权迅速强大 埋下的隐患也不小 再一个 从我们脚下行走的这条路可以看出 吐蕃其实一直在提防着文潮 据问吐蕃早得到了水泥制造的技术 并且在吐蕃境内 营建水泥官道 可偏偏向着我们这边 只是在茶马古道的基础上 进行了有限的拓展 从道路交通可以看出 吐蕃不敢再面向我们这一侧 营建官道 他们就是在为未来 防备我们进攻做准备呢 这倒也可以看出 吐蕃对我们 其实别看几次三番的主动进攻 但他们本质上的大战略 还是以防守为主的 说着 李贤的唇角 不由自主地撇了撇 露出一丝灭笑 而长孙武器满意地点了点头 郑重看着李贤 忽然间冷不丁地说道 殿下既然明白 吐蕃革新与我朝革新的不同 以及这种不同造成的结果 那么 殿下也一定明白 当初陛下的行员 教导殿下那番的良苦用心吧 李贤听闻不由微微一愣 他忽然明白 长孙武器这是在给他上课呢 他不由便地认真 而长孙武器 反而有些神不思蜀的模样 微微扭头 眼神盯着窗外 感叹说道 嗯 殿下跟着先帝 学会了帝王术 却没有明白 当今陛下 人心风善的大手段啊 老臣此番陪殿下 出使吐蕃回去后 就要离开朝廷了 这将走之人 也就不怕得罪殿下了 有些话 老臣就不遮遮掩掩 我又冒犯殿下 请殿下担待 长孙武器说着 回头正种作一 先行请罪 那个外甥 让他陪着来走着一遭 为什么 他心里很清楚 出使的目的是次要的 教导面前这位 大唐未来第一顺位继承人 是主要目的 作为曾经的政治对手 他可以说是当今天下 最了解那个外甥的人了 而那个外甥倒也是会找人 找他这个最了解旗之人 来帮着教育未来的继承人 这就是李克的风格 让最擅长之人 做最擅长之事 老舅爷但说无妨 能闻老舅爷指点 乃李贤三声荣幸 李贤郑重拜道 而长孙武器听闻 笑了笑说道 哈哈哈哈 我与陛下 在先帝时期 争贯十年之后 就一直互为对手 常言语 最了解你的人 永远是你的敌人 这句话 用在臣与陛下之间 也是合适的 为君者 不但要有帝王权术 而真正成功的皇帝 在我看来 是人心风善 这一刻 是当初陛下回朝 全力斗争 最为凶险和激烈的 那个晚上 陛下亲自给臣 上的一刻 长安百万百姓 举着火把走上街头 迫使装备精良 训练精锐的 三万又五位将士 放下武器 太震撼了 令人感到深深的 恐惧与无力啊 当时 我们中间 有人不甘失败 当我看到 长安百姓的反应 我就知道 输了 这就是人心风善的 厉害之处啊 而陛下 能够做到人心风善 没有其他的诀窍 该因 他能够将千千万万 普通人的生命和福祉 放在心中 这千千千万万 普通人的生命 在君主的眼中 很多时候 都是稳固统治的筹码罢了 是维护权力的一个筹码 所以更无意来 陛下是第一个做到人心风善的皇帝 就是他与以往的君主 在对待百姓的不同认知和态度 所决定的 陛下对殿下不满意 就是因为殿下 没有从心底里意识到这一点 从心底里认同这种价值观啊 李贤面色渐渐变得苍白 母后当初在临行前与他谈过 他当时并没有想得这么深 他只是觉得应该这么做 这样做 父皇会满意 也可以笼络人心 成为眼前这位权术高手口中所说的 稳固统治的筹码 维护权力的筹码 其实他并没有打心底里 接受父皇的这种价值观 可现在 吐蕃与本朝的对比 以及长孙无忌 直击问题核心的话语 让李贤顿时明白 他错得有多么离谱 先罗城城门 论清零慕容孝俊 领着大小吐蕃官员 静静地等待着 慕容孝俊 站在论清零的身边 眼神余光打亮着论清零 当日赞谱盲松盲赞 与陆东赞的暗中决斗 以论清零的忽然发言而结束 盲松盲赞 乘机抓住机会 没有征询陆东赞的意思 便任命他与论清零 率领吐蕃官员摆名 迎接大唐使节 可以说 是给足了大唐使节面子了 而当时 他正犹豫着该如何领命 既不让盲松盲赞不快 又可以避免陆东赞的不高兴之际 论清零便主动抢先领命 算是替他解了围来 也正是因为论清零又一次出手 让慕容孝俊 更加肯定 这个年轻人与其父是不同的 就在慕容孝俊心中思绪繁杂之际 有人怀着一丝敌意紧张地喊了一声 但李贤骑马靠近之际 论清零率领下 左翼恭迎道 欢迎大唐使节 唐王殿下 出使我国 哈哈哈哈 论清零将军 我们又见面了 李贤笑着说道 伊丽和盼 曾有幸远渊 瞧见将军 可惜当时时间不容许 论清零看着这位年轻气盛 开口便给他一个下马威的大唐皇子 非但没有生气 唇角反而还露出了一丝笑容 这位皇子可是远远不如他那位父亲 锋芒太露了 现在的大唐皇帝李克 在眼前这位唐王的年纪之际 论清零曾经有幸近距离见过 那是属地镇灾之后 那位殿下被大唐朝中上下逼迫 前往岭南就藩 途经一周在成都时的事情 到现在论清零都还记得 当时裴承仙 遇给当时的吴王一个下马威 而那位殿下却处处以平常心对待 看似很被动 可在论清零看来 能够做到宠辱不惊 平常心对待 那才是真正可怕的人 而大唐的未来继承人 不比现在的大唐皇帝 作为对手 当然值得论清零高兴了 不过他也明白 眼前这位大唐的顺位继承人 并非是草包酒囊饭袋 充其量只是性格不同使然罢了 一个赶领兵在敌后活动 屠戮数十万者 任何敢于小去其之人 都是要承受代价的 他论清零年轻的时候 不也如眼前这位大唐长皇子一样 意气风发吗 时间人生经历的事情 会让意气风发的年轻人 更加沉稳难以对付的 哈哈哈哈 唐皇此番来我吐蕃 我一定好好与唐皇坐而论到 嫩清零笑着 不卑不亢地说道 哈哈哈哈 好 本王求之不得 父皇曾说过 偌大的吐蕃 他佩服的只有两个人 一个是已故松赞赞谱 另一个那便是将军 而值得大唐郑重对待者 除了松赞赞谱与将军之外 只有两个人 一个是慕容将军 另一个便是吐蕃 现任赞谱盲松盲赞了 城门处的吐蕃群臣 面色瞬间变得难堪诡异 这位大唐皇子 独独将大象陆东赞给忽略了 这是多么大的挑衅啊 分明就是直接冲着大象而来 而慕容孝君的心中 则更加震惊 他可是看出陆东赞 与论清灵父子关系 父子志向不同的 而从李贤的话中 不难看出 大唐似乎也知道 大唐对吐蕃的了解很深啊 连这么内幕的隐蔽之事都分析掌握了 感谢收听 由菲鲁小说网独家出品的 大唐从今天开始告别皇帝 欢迎您继续收听 论清灵与慕容孝君心中一样 再也无法轻松 沉甸甸甸 慕容将军 此番有个将军的老朋友 十分想念将军 跟随孤一起来了 李贤可不管慕容等人心中震惊与否 他笑着对愣着的慕容孝君说道 而就在慕容孝君 微微皱眉打亮李贤之际 便见后面有人骑马走出 赫连铁男 慕容孝君注意到来人 惊呼一声 他竟然没有注意到 也不怪他没有注意到 此刻的赫连铁男的模样 与他印象中完全不同了 续发一幅 头上与唐人无意续起了发关 身穿一起珠子锦衣 一副唐人贵族的装扮 与曾经赫连部酋长赫连铁男 几乎完全是两个人 只见赫连铁男 笑着冲慕容孝君拱手说道 慕容 二十几年没见了 是啊 二十几年没见了 再见面 赫连 你已经是一个唐人 而非赫连部的首领了 慕容话中带着锋芒 而赫连铁男 岂能听不出 他仨然一笑 贪手说道 赫连部 也是华夏族裔的一部分 我们同气连之的 就比如 吐蕃也是华夏族裔的一部分 唐人 贺连人 突厥人 高沟黎人 吐蕃人 不过是华夏族裔不同的分支罢了 哼 哼 慕容孝君与论清灵听着这段解释 忍不住先后冷哼了一声 这种论调 他们一点都不新奇 是大唐皇帝李克 为了吞并四方 而杜撰出来的一种论述罢了 大唐庆内 如今颁发身份正牌 所有的身份正牌上 都写着华夏唐人 而后面 有一个括号中标记着 汉部 贺连部 突厥部 高沟黎部 在这种身份证明中 越来越多的人 渐渐认同了华夏唐人 这一共同的身份 在汉文化 不断地同化世俗化推进中 诸部逐渐忘记了 后面标记的贺连部 突厥部 高沟黎部这一身份 他们可以肯定 将来大唐 一定会渐渐将后面的贺连部 突厥部和高沟黎部的标记 也会抹去的 让他们 只记得华夏唐人 这一身份 当真是阴险啊 大唐使节李贤 见过赞普 父皇让本王 恭贺赞普 执掌吐蕃 吐蕃正是殿内 芒松芒赞率领群臣 接见以李贤为首的 大唐使节团 李贤微微作一 郑重其事地说道 父皇曾言 与昔日的 吐蕃松赞赞普 虽然是对手 但也是 惺惺相惜的朋友兄弟 松赞赞普 曾在父皇 出使罗马返城之际 与父皇在 拢幼 进行秘密的会晤 彼时 松赞赞普曾言 若父皇将来 登基为帝 吐蕃便与大唐 为兄弟帮忙 若父皇失败 松赞赞普 攻入中原 基于本王父皇 最高的礼节待遇 同时 松赞赞普 曾经请求父皇 必有赞普一戏 父皇听闻赞普登基之后 为全臣 陆东赞把控朝局 心中十分愤怒 陆东赞此举 就是在倒行逆施 是在挑战 父皇昔日 对松赞赞普的承诺 盖音西突爵 挑衅我朝 致使我朝 无暇顾及 吐蕃兄弟帮忙 赞普一戏 所受的委屈 而陆东赞为首的 影子政权 在我朝征讨 犯我大唐边境 执西突爵之际 更是暗中资助 西突爵 为虎作伤 此举 令本王父皇 本朝 乃至我大唐 依照子民十分愤怒 李贤开口便没有停下来 自顾自的 铿锵凛冽说道 矛头直指 以陆东赞为首的 宣政院的影子政权 丝毫不顾及 陆东赞难堪的面色 以及吐蕃满朝 紧张愤怒 不一而足的神情 此番前来 本王就是要 督促大象陆东赞 尽快还政 盲松盲赞赞普 同时 经大象为首的 影子政权 将本朝 叛臣杜正伦 交给本使集团 由本使 带回中原 依照国法唐律 进行审判 此时 李贤才停了下来 面色平静地盯着陆东赞 而陆东赞面色漆黑 尽管双手紧紧地捏着 却依旧保持着沉默 放肆 这些污蔑 那当凭什么 对我吐蕃的 那种指手话叫 安静中 陆东赞的嫡系心腹 立刻跳了出来 指着李贤和长孙无忌 贺连铁男 立声喝止道 就在整个店内 乱糟糟之际 陆东赞的咳嗽声响起 店内瞬间安静 长孙无忌瞧着这一幕 浑浊的眼睛 闪过了一抹 金光微微地瞇了起来 从陆东赞的一个细微举动 店内吐蕃群臣的反应 他便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陆东赞对吐蕃朝堂的把控 已经到了一种 令人骇人的地步了 只要陆东赞愿意 陆东赞完全可以颠覆 盲松盲散的傀儡军权 取而代之 哼 盲松盲散忽然冷哼一声 怒而说道 唐王 故经你是大唐长皇子 故对待尔等十分宽容 给足了大唐帝国颜面 可你身为他国使节 却挑拨我国君臣之间的关系 难道这就是洋洋大国 离职帮的做牌吗 李贤唇角泛起了一丝笑意 郑重作一道 赞普 本王是否胡说 挑拨吐蕃君臣关系 赞普事后 可以询问慕容孝俊大人 当时父皇 尚未无王之际 与松赞赞普拢右密谈 慕容大人也在场 此事 我大唐境内的官隆报 并州报 曾有报道 两报当时甚至猜测 父皇出卖过大唐的利益 以求他吐蕃的支持 助他登基 而事实证明 我父皇没有 慕容孝俊面色瞬间变了 这就是离间了 无论他怎么解释 恐怕陆东赞都要怀疑他了 他不由满嘴苦涩 真是黄泥巴掉进了裤裆里 他不是使也是使了 喜都喜不清了 而李贤的话 也并不完全是胡编乱造 甚至有九成 契合当初松赞与李克的谈话内容 而唯一一成不同的是 是李贤在转述中 改变了一些用词 即便是他也不得不猜测 当初松赞与李克的谈话 是不是也是想要以外至内呢 毕竟陆东赞篡权 赞卜一系必然遭到清洗 可若是赞卜一系投靠了大唐 就算从此不能掌控 土拨政权 大唐想要赢得土拨人心 也必然要后代赞卜一系 保不住政权 至少还可以保住荣华富贵 总之 就连慕容孝俊现在 都开始怀疑松赞当时的动机了 帝王心思最是难猜测 否则当初松赞完全没有必要冒险去与李克见一面的 而陆东赞放在袖中的手紧紧地攥住 他现在也对松赞当初执意要见李克一面的目的产生了怀疑了 李先皇子 姑不是三岁的小孩子 不会受你这种挑拨的 姑的祖父是绝对不会做这种事情 污蔑姑的祖父 土拨历代以来 最伟大的君主 真当固软弱到你们大唐 可以随意揉捏吗 啪的一声 盲松盲赞猛的一巴掌拍在了暗渡上 豁然起身 冷着脸对陆东赞吩咐道 大象 大唐使节无理之急 接待大唐使节 由大象代劳吧 让大唐使节休息几日 李送他们离开 土拨不欢迎一个子势强权 便急压弱小的国家 话罢 盲松盲赞不做任何停留的转身离开 恭送赞婆 陆东赞颤颤巍巍的起身 恭送盲松盲赞离开 待盲松盲赞离开之后 陆东赞面色冷硬的看着李贤 冷冷的说道 张皇子殿下 我们吐不上下 都知道大唐的墙上 你们可以一年之内灭西突厥 但我们吐蕃不是西突厥 吐蕃上下一心 吐蕃又高远屏障 让皇子殿下 一边调拨我们吐蕃的军臣关系 一边以所谓的度争沦为借口 妄图为大唐挑起战争找借口 我吐蕃不怕 吐蕃没有渡征伦这样一个人 无法交给你们 吐蕃真需你们在仙罗城修整三日 然后请你们离开 彻底不欢迎你们 如果想要战争 吐蕃奉陪到底 吐蕃之言之不欲 长孙无忌笑着拱手说道 哈哈哈哈 大象 稍安勿躁 不要紧张 大唐没有与贵国开战之意 也无插手贵国之内政 只是我皇对松赞赞谱曾有承诺 我们中原人将就敦信首诺 既然都是些子虚乌有的事情 我们也好回去与五皇交代了 大唐是爱好和平的 我们国内还有一堆事情需要处理 是绝对没有与吐蕃开战之意的 这一点请吐蕃上下放心 陆东赞眯起了眼睛 他已经从长孙无忌这番看似何须 却十分阴督的话中听出了暗示 大唐可以等 有的是时间等待 等吐蕃君臣之间的内斗激烈化 啊 大象 还请大象能够多宽限些时夜 老朽好不容易来一趟吐蕃 还想好好领略一下这高原的风采呢 不知大象可否满足老朽这个小小的要求啊 陆东赞也不敢太过强硬 吐蕃在大唐面前始终是太弱小了 哈哈哈哈 当然可以 陆东赞笑着说道 我亲自陪长孙宰府 参观我吐蕃高原的新盛山水 凌略高原新盛 如何庇护我吐蕃子民 长孙无忌仿佛没有听出陆东赞话中的骨头 笑着点头拱手感谢 一场外交辞令 似乎以大唐长皇子李贤的盛气凌人鲁莽为开局 以大唐宰府长孙无忌的春风话语为终结结束了 可是却搅动了吐蕃君臣之心 半月后 大唐使节团离开仙罗城 返回大唐 大象府邸 陆东赞在亲自送走长孙无忌后 就将心腹叫来问道 这段时间 本想陪着张孙无忌 浏览吐蕃 城内发生了什么事情 感谢收听 由菲鲁小说网独家出品的 《大唐从今天开始告别皇帝》 欢迎您继续收听 心腹很清楚 陆东赞有此疑问 最想知道什么 于是他简谈地回答道 回答下 在这期间 河连铁南曾经经过慕容小军大人 不过 属下还没有掌握他们贪了什么 而大唐的掌皇子李贤 曾多次请求入宫求建赞谱 但都被赞谱 但都被赞谱否决了 陆东赞 微微冷哼一声 冷笑说道 这个小娃娃 倒是沉得住气 他说的是 芒松芒赞 芒松芒赞虽然对大唐的使节团态度冷淡 但他可以肯定 芒松芒赞十分渴望得到大唐的支持 帮助他夺回权力 只是芒松芒赞 首先不敢完全相信大唐 其次 芒松芒赞担心迫切地与唐人走得太近 令其本人在吐蕃潮中丧失人心 毕竟吐蕃潮中是普遍敌视大唐的 而君主为了权力靠近大唐 那部分忠心吐蕃被他压制着 敢怒不敢言的人会心灰意冷的 当然 芒松芒赞还担心与唐人走得太近 逼得他陆东赞加快动手 芒松芒赞这点小把戏 他看得一清二楚 大象 杜先生求见 恰在此时 门外惠禀声响起 而陆东赞略作沉吟 吩咐道 秦东先生入内 片刻后 杜正伦走了进来 郑重作一半谢 正伦 多谢大象必活 若无大象必活 正伦恐怕只能随着李克为首的卑劣 伪朝廷使节团回中原被他们残忍迫害了 哼 小人 陆东赞听闻杜正伦的这番话 心中评价了小人二字 要说维护杜正伦 忙松忙赞才是最激烈的那个 他儿子论清灵也是其中之一 可杜正伦却偏偏偏偏将护其周全的功劳全都夹在了他的身上 这份会来世的谄媚手段足可以证明此人是一个十分聪明 彻头彻尾的小人 他很清楚 如今的吐蕃是谁说了算 哈哈哈哈 杜先生请起 刚好我也有些事情想要请教杜先生 举问杜先生是难得的谋事 请杜先生一定不要保留 陆东赞虚伏抬手 和颜悦色地说道 谢大侠 整轮一定知无不言 言无不计 随即 陆东赞将大唐使节团这段时间所做的事情 转述给了杜正伦 并询问道 杜先生以为 大唐是想要做什么呢 等 杜正伦十分笃定地说道 大唐此番初始 是在吐蕃内部进行一次巧妙的离间 在拢佑松赞与李克的见面 到底谈了些什么 我们不清楚 但是小人可以断定 大象从现在开始 再也不可能对慕容孝俊放松警惕了 而慕容孝俊虽是个外人 可他却是松赞留给盲松盲赞的顾命大臣 而慕容孝俊在吐蕃经营二十余年 借助松赞当初的信任 我想慕容孝俊也有了一定的势力 而大唐对盲松盲赞的支持 盲松盲赞虽然表现出极力的厌恶和反感 但盲松盲赞在不得已的情况下 一定会选择寻求大唐的帮助和支持的 大唐只是派遣了一个使节团 就让吐蕃内部的缝隙变得更加明显 催化了内部的斗争 以我对李克的了解 李克接下来会如同恶狼一样 紧紧盯着吐蕃 等待吐蕃内乱的时机 彼时他一定会抓住机会 毫不犹豫地打着唐而皇之的旗号出手 此人向来就是这么卑鄙 陆东赞听闻满意地点了点头 杜正伦的分析也暗合他心中猜想的 他随讯问他 嗯 以杜先生之见 接下来我应该怎么做呢 大象 正伦要劝大象一句 当断不断 反授其乱 杜正伦正众作医 铿腔说道 大唐执子大战之后 必然要休整数年 而大象最好趁此机会 彻底解决 吐蕃内部的隐患 农包既然有了 就一定会破裂 与其如此 这长痛不如短痛 最好尽快挤掉 彼时 冷清灵将军 为保吐蕃一地百姓安宁 为吐蕃整个族群祭 也一定不会再与大象唱反调 转而接受事实的 陆东赞不由咒美 杜正伦这是在劝劲 而他觉得杜正伦 有些急功近利了 急劝他更进一步 即使无外乎 想要借此机会 得到功名利路罢了 当然 他也不否认杜正伦说的没错 尤其是对儿子 论清灵的一番分析 让陆东赞 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一旦他真的夺权成功 以他对儿子论清灵的了解 为了整个吐蕃级 他那个儿子 也一定会选择接受现实的 而正如杜正伦所言 农包是一定要破的 除非他决定放弃 可他现在放弃了 忙松忙赞那个小娃娃 在将来能够放过他一家吗 何况他也不甘心 只是要他下定决心 陆东赞却又短时间内难以决断 越狱后 长孙无忌一行人返回长安 太极公 长孙无忌亲自面圣 将在初始过程中 观察到的事情详细地讲述 并且附上了他的分析以及看法 而且还专门写了一道厚厚的折子 从经济 政局 地域方面详细地分析了吐蕃 李克在长孙无忌说完 南哥安静片刻 这才回过了神来 笑着指了指 长孙无忌面前的茶展说道 哦 就去喝茶 谢陛下 长孙无忌笑着感谢后 端起了茶杯 抿了一小口 急而眯着眼睛 一副品贱的模样说道 嗯 还是陛下这里的茶最好啊 这天下第一等的茶 也只有在陛下这里才能喝到了 哈哈哈哈 将来 臣进睡楼台 从中节留一些陛下的供茶 还请陛下不要生气啊 这话一经说出 李克隐约就意识到了什么 边界长孙无忌 从袖口中拿出了一道折子 从凳子上起身 跪倒在地 双手高高举起折子 恳切说道 陛下 臣年事已高 求陛下 起连臣 准臣请辞 臣希望 在接下来的日子 能够去岭南看一看 一如当初 长孙无忌与李克的约定一般 待告老之后 他选择远离京城 去岭南 而岭南 如今已经是开天下之先锋之地 最新奇的 最前沿的东西 总会先在岭南出现 长孙无忌 也的确有意去看一看 这个临近大海 发展出独特地域文化特色之地 到底有什么不同之处 哎 长孙财富请辞这个消息 你们听说了吗 早听说了 第二道请辞的折子已经递上去了 长孙财富请辞是注定的 是啊 陛下能够用长孙无忌到现在 已经十分令人惊讶了 而如今朝局稳定 长孙无忌也应该离开了 哎 话不能说得这么难听 长孙无忌虽然有些过错 对朝廷也并非没有功劳 据说 陛下都曾说过 陛下与长孙无忌之争 只是治国理念之争 当朝财富曾经显贵一时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长孙财富 请辞财富之职 消息传开后 顿时引起了民间热烈议论 在靠近皇城的一个街边凉茶滩边 崔之温斗敬二人 边饮茶 边听着周围人的议论 哎 某刻 崔之温不由叹了口气 面露浓浓的担忧之色 长孙财富请辞 我们氏族系 在朝堂上最后一位元老离开了 这种离开 会不会让氏族系内部产生动摇呢 由不得崔之温不担心 他现在是氏族系秘书处的主官 虽然这个位置 没有朝廷承认的贫瘠 但他却负责着氏族系内部 大大小小的日常琐碎的事情 他很清楚 氏族系才刚刚成立 于宁志和宇文杰 尽管入主中书上 并且已经成为了氏族系的领袖人物 但氏族系的成立时间太短了 至少在此之前 是全靠长孙无忌一个人的威望撑起来的 而如今 长孙无忌退出了朝堂 要远走岭南 于氏族系而言 这是一次很大的考验 而崔之温 瞧着窦静慢悠悠 悠闲的品差 心中不游有些不高兴 窦静现在 算是氏族系的一个另类 身为氏族系一员 却很少顾问内部的事情 简直就是一心要做一个满身同臭的成功商股 窦静 窦静 你的工房与齐王管理的皇家产业 搭上了合作 崔之温 崔之温阴阳怪气 笑着拱手说道 恭喜恭喜 窦静 窦静 窦静搭上了皇室产业这条路子 今后裁员广进 简直就轻而易举 如探囊取物啊 窦静瞥了眼崔之温 也没有生气 他笑着摇头说道 呵呵呵 之温啊 你就是关心择乱 你以为 陛下愿不愿意看到 士族系的分崩离析啊 士族系会不会分崩离析 真正取决的 绝不是我们内部 也非掌孙宰府 陛下 崔之温眼睛顿时意料 他忽然间明白 士族系这个新成立的团体的未来 其实完全要看皇帝的意思 而崔之温则连忙起身说道 道兄 我现在要入宫 去见一见皇后娘娘 告辞了 他想着去唐妹那里 打听一下口风 尽管皇帝 对士族系的成立默许了 看似是一种正统 可并不能让人放心 或许 这只是皇帝的缓兵之计 为的就是等这些老一辈的老臣 逐步离开朝堂呢 帝王心思 最是难测啊 而窦静 则笑着摇了摇头 自言自语地说道 当局这迷啊 感谢收听 由菲鲁小说网独家出品的 《大唐从今天开始告别皇帝》 欢迎您继续收听 与此同时 太极宫内 李克看着长孙无忌 相隔一天上奏的第三道请辞折子 陈寗中拿起了朱砂笔 笔走龙蛇 在上面写下了 在上面写下了一个准字 而后将折子交给了旁边伺候着的三宝 并吩咐道 三宝 替日拟旨 准长孙宰府请辞 执念长孙宰府 三朝元老 劳苦功高 特赐长孙宰府 郡王出行一驾 长孙宰府归老后 可在天下间行走 可随时入宫 可随时奏报 并大院副院长晋王李治 正负宗正李承前李太三人 亲自送长孙宰府 前往岭南 传令岭南到各道次时 长孙宰府抵达岭南之前 会征求长孙宰府意见 与岭南为宰府修建府邸 以郡王规格 朕与岭南的三棵大红袍母树 赐长孙宰府一棵 三宝迅速地记着 心惊不已 皇帝对长孙宰府的恩赏 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隆重 待两个时辰后 三宝拿着盖了玉玺印章的圣旨 出现在中书上 长孙宰府接旨 长孙宰府等人连忙下跪 三宝从袖口拿出了圣旨 郑重展开大声宣读道 长孙宰府立世三朝 劳苦空高 喜怜归老 朕虽不设朝廷 失去一位老成谋国之动良之才 亦不能不念宰府年事已高 特此欲赐 亲子 长孙宰府深深地松了口气 笑着作依拜谢道 臣长孙无忌拜谢陛下龙恩 待接过圣旨后 三宝笑着说道 哼哼哼 宰府 陛下交代了 宰府不必着急地离京 京中有宰府多年的顾交好友 宰府与顾交好友好好道别 领南武道次时 还需要一段时间 为征询宰府意见 为宰府修建府宅呢 陛下说了 宰府离京之日 一定要告知 陛下要亲自为宰府送行 是 陛下龙恩 长孙无忌 称皇成功 长孙无忌说完后 目送着三宝离开 而房玄陵楚亮 岑文本 这些三朝元老走了过来 如于宁志 这些属于晚辈的 则给他们留出了空间 只见岑文本 披着嘴挤背道 掌孙狐狸 陛下 笼共就这么三棵大红袍 母树 你这个老狐狸就独占了一棵 我可告诉你 今后我喝的茶叶 你这个老狐狸 必须得给我包了 不错 哇 伏机 茶叶可不能以一个人独吞了 房玄陵和楚亮也笑着打去道 而长孙无忌的心中也感慨万见 他也没有想到 皇帝竟然将三棵珍贵的母树之一赏赐于他 这可是天大的龙恩啊 比什么郡王一家 府宅规格都要重 他瞧着房玄陵几人 唇角微微上扬 抚须故意露出一抹包含着得意奸华的笑容 大趣道 你们三个老东西与我做对了一辈子 还想让我包你们今后喝茶的茶叶 想得美 过些十日我要在府中举行临别宴会 若是你们能送上祝贺 说点好话 倒也不是不能答应 哼 长孙狐狸 瞧把你美的 你可别忘了 今后你在岭南 我们在陛下面前 小心我们给你上演要 岑门本故作冷笑要挟道 哈哈哈哈哈哈 说完 几人便爽朗大笑了起来 而长孙无忌终是平稳落地 离开朝堂 当真的正时候 反而没有引起太大的议论 毕竟这早已是大家心知肚明的事情了 而有了皇帝的恩准 长孙无忌从朝堂退下来后 便在长安和关中到处走访故交好友 一直到前兴二年落雪之际 才低调地准备离开长安 长安城三十里外的亭中 李克与长孙无忌坐在亭中的石桌旁边 桌岸上 泥炉上的茶壶 水沸腾鼓鼓坐下 舅舅 有个问题 朕一直想要问你 可始终实际不合适 李克放下了手中的茶窄 郑重看着长孙无忌询问道 朕想知道 当初为什么没有杀我 亭子远处 李承前李太李治三人 骑马静静地等待着 只见李太嘀咕道 咱们这位皇帝啊 这次可真是大手笔了 这上次舅舅的东西 我看着都眼红 李承前与李治翻了翻白眼 没人开口搭理李太 他们都清楚 李太这就是没事找事 只是一个由头 其真正的目的 恐怕是想知道 这梁亭中在谈些什么 其实他们二人 也在琢磨着这件事情 皇帝乔装悄悄地来送行 并且还把他们打发得远远的 要是没有重要的事情 鬼都不相信 听中 长孙无忌听闻李克的询问 心中很清楚 眼前的皇帝是询问那件事情 李行觅被杀事件 当初他有机会将李克也解决掉的 那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 只见长孙无忌笑了笑 故作不解地询问他 哈哈哈哈哈哈 陛下说的是哪件事情啊 臣有些糊涂了 哎 啾啾不糊涂 是在装糊涂 李克郑重地说道 这个问题一直困扯着我 舅舅可以杀李行密放过温彦博 不难想象 对温彦博 舅舅是顾念感情 但这个原因不适合我 请舅舅告知 唉 长孙无忌叹了口气 沉宁地看着李克 许久后才说道 若是陛下 是一个有才华有能力 却只为争权夺利 争夺皇位的皇子 臣 略作停顿 长孙无忌便直言不讳地说道 臣一定会动手 绝对不会有任何的犹豫 这其实就是当初他没有选择 对李克用刺杀手段的真正原因 他与李克之争 从始至终就如李克所说 是治国理念之争 是各自所想要代表的阶层之争 而李克与他之争 也并非个人私利 正是因为这一点 长孙无忌没有选择用刺杀的手段 可以说 在这件事情上 他算不上一个心狠手辣 合格的权术政客 其实长孙无忌自己也明白 是李克革新二十年中 那种始终不忘初心 让他看到了曾经年轻时的自己 而杀李克就等于是扼杀年轻时 满腔热血的自己 而这个年轻时的自己 在围观这么多年 他长孙无忌早已经丢失了 曾经的那个怀揣满腔热血的长孙无忌 只能偶尔模糊不清地出现在记忆中 几乎快被他自己给遗忘了 当然 臣也不否认 若是臣真的那么做了 先帝一定会震怒 也有担心刺激到先帝的原因 很诚实 李克相信了长孙无忌的解释 而长孙无忌直白的解释 也让李克心中十分的满意 他笑着举起了茶盏 都说好人不长命 祸害一千年 看来这话是错的 不忘初心才能让我活这么久 多谢舅舅的手下留情 长孙无忌举起了茶杯 郑重说道 臣也希望陛下能够永远不忘初心 做一个善始善终 更古未有的皇帝 奠定我大趟万事之机 这么活着虽然有些累 但请舅舅放心 我一定会做到荣忍克己 努力做到善始善终的 就省你一言我一语地对答着 在片刻后 长孙无忌在李克的牧师送别中 登上了皇室匠人 亲自按照李克的要求 给长孙无忌打造的郡王级别马车 只见马车缓缓启动 而里程前三人拱手败别之后 驾马护送长孙无忌 向大散官的方向而去 马车内 长孙无忌的老妻面露担忧地询问他 你把这么犯忌论的事情告诉陛下 会不会 面对老妻的惶恐不安 长孙无忌则笑着握住其手 安慰他 不会不会的 咱们这位陛下的度量没有那么小 他只是想要一个答案罢了 他若是想要我这条命 他就不会如此兴师动众地赏赐我们了 他是个胸怀天下 可以放下诸多仇恨愤怒之人 前兴三年 杜如慧先世 前兴五年 房玄陵请辞 前兴八年 岑文本楚亮 相继因并请辞 前兴八年的时间里 朝中的老臣 先后陆陆续续地离开 随着这些两朝三朝元老的先世 因并请辞 朝中的老面孔日渐减少 就连玉池靖德和程咬金等军中老一辈武将 也先世的先世 归仰的归仰 老人的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一群年轻人的面孔 一个时代真正地落下了帷幕 与此同时 没有大唐外部压力的吐蕃 经历了八年 陆东赞宣政院影子朝廷的执政之后 随着年轻赞谱逐渐成长 一方是年轻赞谱成长开始要权 而另一方是陆东赞 经历了八年宣政院影子朝廷的统治 影子朝廷掌控吐蕃的方方面面 吐蕃军臣之间的争斗 开始陷入了白热化之中 陆东赞府邸 只见一人匆匆跑进了陆东赞的书房 着急惠禀道 而陆东赞正在与杜正伦下棋 此时的陆东赞已是满头银法 苍老得如同一劫枯木一般 可听闻这个消息时 其干枯宛若鸡爪一般的手 却十分敏捷地 一把将指尖的棋子攒在了掌心中 阴冷的声音旋即响起 这个小娃娃 终于忍不住了 感谢收听 由菲鲁小丑网独家出品的 《大唐从今天开始告别皇帝》 欢迎您继续收听 微微冷横肃杀响起之际 浑浊的老眼中 瞬间闪过了一抹阴冷的寒芒 而杜正伦笑着说道 大侠可千万不能小看了 我们这位年轻的赞婆 他也是个难得的聪明人 他很清楚地明白论清灵 把论清灵将去支走 去防备大唐 以将军的性格 先罗成闹的月兄 将军一定会躲得远远的 一定会加倍严防死守前线 免得为大唐有击可抢 而接下来不出意外的话 咱们这位赞婆 就要向大象你施压 要求宣政院还政了 杜正伦看似在夸奖忙松忙赞 可唇角却带着十分明显的嘲讽 这一切都在他与陆东赞的算计之中 陆东赞登上那个位置 他才能够报仇雪恨 而年轻的赞婆在他看来 是没有能力与李克相争的 高原五更天 大唐在李克登基后 已经逐步取消了早朝 除非是祭祀之类 或是紧急事情需要开早朝 而大唐已经习惯了新军部早朝了 反观处处学堂 效仿大唐的吐蕃 却从松赞时期开始早朝 至松赞执政末期后 五更天早朝已经成为了吐蕃的定制 苏油灯将辉煌的大殿 照射得一片通明 金碧辉煌 而芒松芒赞 坐在朝堂象征着军权的位置上 一副睡眼朦胧的模样 陆东赞就坐在芒松芒赞正前方的位置 背对着芒松芒赞 只是座位略低 无法遮住芒松芒赞的面孔罢了 这种格局在吐蕃已经保持了八年时间了 有人习惯这种格局的存在 也有人觉得十分碍眼 仿佛没有睡醒的芒松芒赞 就是其中之一 启禀大下 赞仆已经成年 宣政院应当逐步还政赞仆 令赞仆指引吐蕃的未来 赞仆必将秉承松赞赞仆之一致 带领吐蕃走向另一个辉煌 就在君臣礼弼之后 一名站在大殿前方 身披华丽袈裟的僧人站了出来 双手合十 大声谏言道 哄那一声 这谏言顿时让朝堂上的所有人面色惊变 心中如遭累积 来了 所有人都明白 来了 还政 这个谁都不愿意亲口提出的提议 终于被提及了 八年时间 吐蕃上下极力避免提及这个问题 却又无时无刻不再思考着这个问题 考虑当这个问题被揭开之后 自身该如何抉择 只是许多人一直都十分犹豫争扎 难以决断 可任谁都没有想到 这个问题竟然是被惹萨似的主持提出来的 主持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难道他不知道这个问题凡是触碰者极有可能死无葬身之地吗 慕容孝骏稳住了心中的极度不安 暗暗看着面向庄严平静的主持 片口后他就想明白了这位主持的目的了 为了统治大小伯律以及印度和流域的疆域 松赞执政时期全面废除了吐蕃原有的宗教 将吐蕃原有的本教与天竺的密宗进行了教义的整合 推崇佛教 为了显示对佛教的支持 松赞给予了高原佛教领袖极大的尊贵地位 主持可以参政益政 身为出家之人 却在吐蕃的朝堂之上拥有着十分尊贵的地位 虽然没有特别的权利 但身份尊贵 随着佛教在吐蕃的推广 以及对普通百姓的影响日益增加之后 主持借助着在民间的影响力 在朝堂之上的话语权和分量也就变得越来越重了 不过很显然 现任的主持并不满足于此 他这是在搅浑水 或许有盲松盲赞的请求 但慕容孝俊却一眼看出 主持之所以这么做 绝非单纯的孝中吐蕃松赞一戏这么简单 主持自负 即便是陆东赞胜出 也会因佛教在高原的影响力而投鼠忌气 而且他挑破了这层窗户制 无论是陆东赞还是盲松盲赞 都要极力地争取佛教的支持 此举可以为佛教 为其本人争取到巨大的利益 盲松盲赞做了一件 现在还看不出到底是蠢还是聪明的事情 不 绝对算不得聪明 慕容孝俊首次觉得 中原王朝尤其是大藤在革新之后 将如是道三教的考核权掌握在朝廷政权的手中 是一件十分英明的事情 这些出掐人表现出的贪欲令人感到害怕 而陆东赞也未想到 竟然是主持挑破了此事 他心中大恨 却如慕容孝俊判断的一样 有些投鼠忌气 这个人他是杀不得也动不得 若是没有大唐再判虎视眈眈 或许他也可以来一次灭佛运动 只可惜他没有这种机会 陆东赞按捺不住心中的愤怒 轻微冷哼一声 声音沉沉地说道 主持 你是在质疑本相 没有按照松赞赞谱的遗志 支离吐蕃吗 大象误会了 贫僧没有 只是作为主持 贫僧在数日前 曾在梦中见到过赞谱 赞谱询问贫僧 大象是否还政 贫僧不知该如何做他 贫僧觉得 这是佛祖对贫僧的指引 好一张妖言惑重的嘴 陆东赞静静地咬着牙 眼底闪烁着阴冷的光芒 竟然连松赞赞谱都搬出来了 仿佛这就是松赞赞谱要他还政 一旦主持编造的借口传开 一定会在民间引起极大的反响 吐蕃的普通子民可是十分感念已故的松赞的 而陆东赞很清楚地知道不能再让主持继续说下去了 他伸手扶着座椅扶手颤颤巍巍的起身 五体头地败倒在盲松盲赞的面前 故意扯着嗓音大声说道 如此说的没错 赞谱已经成年 臣是应该还政赞谱了 既然松赞赞谱托梦主持 臣希望三日之后可以在 惹萨斯还政赞谱 告继松赞赞谱 哗的一声 陆东赞的话让满朝文武顿时哗然 大象真的要还政了 这是不是太着急了 一下子将所有的朝政国事都推给赞谱 赞谱能否处理好 君臣不安地议论了起来 而陆东赞的心腹担心 还政后遭到清洗 即便是忠于赞谱一戏的吐蕃重臣 都坠坠不安 而盲松盲赞 瞧着匍匐在他脚下的陆东赞 听着殿内对他不信任的声音 心中充满了浓浓的恨意 盲松盲赞攥了攥拳头 按捺住心中的怒意 缓缓起身 弯腰亲自将陆东赞扶起 笑着安抚道 大象 今后还需要大象继续辅佐顾 三日后的还政仪式 就按照大象的安排 在惹萨寺进行 顾也知道 自己亲政恐怕难以一时间 担负几着天下的大爷 顾顾亲政之后 只管仙罗城内的大小事务 仙罗城卫君 交给慕容大人掌管 仙罗城外之事 一切都由大象 以及朝中诸位重臣 按照以往的规矩里办 慕容孝俊听闻 他被卷入了这趟浑水之中 想都不想 就想要推脱掉 臣遵旨 臣 多谢赞谱新人 陆东赞却在慕容孝俊 开口之前 大声附和道 慕容孝俊的心中 满是苦涩和惶恐不安 他很清楚 从这一刻开始 他这个本就不为陆东赞 所信任的人 已经彻底地站在了 陆东赞的对立面了 而陆东赞不信任他 还要从李贤出使吐蕃期间 赫连铁男 故意拜访他说起 三日后 吐蕃大象陆东赞 要在惹萨寺 还政赞谱 盲松盲赞的消息 迅速在高原传开 此消息 也迅速地传向了大唐 陆东赞含着脸回到了府邸 而杜正伦 已经等候在陆东赞的书房中 他看着陆东赞 宛若突旧一般阴满的眼神 扇着扇子笑着说道 恭喜大象 贺喜大象 陆东赞微微冷哼说道 是从何来 大象啊 大象波兰中原历朝历代的史书 应该知道曹魏末期 司马懿是如何篡取政权的 司马懿正是借助曹爽离开都城 出城祭拜曹氏先祖 才为司马懿提供了掌控皇城的机会 赞普离开皇城前往惹萨寺 一定会带走宫中最忠心的亲卫 彼时 大象便可以利用慕容孝骏 一个土域魂人掌控禁卫军 并连禁卫军 煽动士族反对慕容孝骏 打出清军策的旗号 反对咱们那位年轻的赞普返回皇城 而惹萨寺就在城内 回不了皇城 又出不了先罗城 年轻的赞普就是 骑虎南下的瓮中之鳖了 杀慕容孝骏 他就彻底失去人心 大象便可以接他回皇城 再以他以用人不明为借口 彻底断了他的亲政之路 大象便可彻底架空 他这村泥菩萨了 等再过些时日 赐他一杯独角 大象便可明正言是 等向那个位置了 陆东赞听着 唇角不由微微上扬 这个杜正伦的确是个人解 他的想法这么快就被对方猜测到了 一日后 土门关前线 论清灵便收到了 仙罗城的飞鸽传书 论清灵放下了手中的信宝 深深地叹了口气 面上露出十分挣扎的神色 一边是父亲 一边是君主 因为权力 竟然不顾侧盼的猛虎还事 行此勾心斗角的龌龊之事 论清灵的心中十分的失望 可他又什么都做不了 以外至内嘛 论清灵心中闪过了一个念头 以外至内的办法 大唐朝廷争斗的时候 曾多次使用过 但这绝对不适用于吐蕃 吐蕃太弱小了 若以外至内稍有不慎 就是自取灭亡 而大唐的体量大 用一个弱小的外部势力 从而制衡内部可以 吐蕃怕是不行的 感谢收听 由菲鲁小丑网独家出品的 《大唐从今天开始告别皇帝》 欢迎您继续收听 怕是不需要我提醒大唐 这个消息也会很快传到大唐吧 论清灵自言自语嘀咕着 紧接着又陷入了沉默 同志军中隔几将领 马上到率仗一时 某刻 论清灵忽然抬头 大声鹤铃铛 大唐 大唐一定会有动作 我必须守住这条战线 论清灵忽然感到了十分紧迫 起身攥着拳头 来回地走动着 蓝田县 大唐二十万新军屯扎鱼子 如今的蓝田县 几乎已经恢复到了先秦时期一般 整个县城 差不多完全变成了一座军营 在前兴八年的时间中 随着朝廷精锐 逐步在蓝田安营扎寨之后 朝廷便以正令的形式 对蓝田县原有的居民 进行异地搬迁 而整个蓝田县 除了军中家属之外 就只剩下军人了 连绵一片 终日肃杀的大营外 一列机车远远的鸣笛缓缓驶来 而蓝田县的军属 对此早已经见怪不怪了 自从蓝田 自从蓝田变为一座大军营之后 每日都会有机车使来 不是运送粮草 就是运送五倍物资的 只是今天却略有不同 苏定方和薛仁贵等军中将领 早早地便等候在大营外的车站 当列车靠近在月台旁 车厢门打开 只见一对对手持火冲的御林军将士 推开车门鱼贯而出 迅速占据有力位置 形成一道有力的防线 在最后一节车厢门开启后 苏定方领着众人连忙走了过去 只见李克领着朝中文武重臣 从车厢内走了下来 参见陛下 武皇万岁万万岁 一群将领右手握拳 轻轻敲击着胸甲珊瑚万岁 而李克也握手轻轻敲击左胸 以军礼回应 简单简练庄严的军礼结束后 李克便询问道 苏将军 二十万新军训练的如何 这二十万新军 可都是争稀的精锐 你的训练 若是不能让朕满意 让朝廷满意 这一次 这板子是一定要重重地打下去的 陛下 末将有信心 令陛下 令朝中诸功满意 苏定方十分自信地说道 与其干脸铿锵 他有这份信心 如今的新军 不但人数达到了二十万 还是争稀之后 百战余生的精锐 更是在前行八年的时间 手中的火器 全都更换了一遍 早已经不是当初的火神枪了 而是碎发枪 其中部分是后装碎发枪 部分是前装碎发枪 之所以有这么大的改进 都是经过争稀之战 总结火神枪的不足 以不足为基础 进行改进的 火神枪在争稀之中 遭遇了很多的困难 有些风雪天 火神枪的点火率 受到的影响很大 而且一边要护着火神 一边要射击 严重影响了射击速度 以此为基础 大唐革新二十年 工商业得到长足的发展 培养出的大批成熟将人 在里克的引导之前 开发出了碎石点火装置 就前装弹药 严重影响射速后 又提出了后装弹药 不过后装弹药的碎发枪 虽然研制出来了 但是制作工艺要求太高 装配的速度太慢 这二十万大军也只有早些的五万火神枪新军装配 可即便如此 也不足以装配五万人 只有当初幸存的两万多人装配了后装碎发枪 不过二十万精锐 已经全部装装前装碎发枪了 包 就在此时 一记急匆匆地奔略而来 在抵近之后 战马还未停下 便从马鞍滚落了下来 小跑着一路来到了里克面前 喘着粗气汇禀道 陛下紧急信报 高原起风 文言群臣激动 立刻一把将信报抓了过去 匆匆扫了几眼 唇角露出笑意 爽朗豪迈说道 呵呵呵 好 实际已到 高原起风 苏将军 现在就看你们新军点眼中的表现 看你们是否能够担负起这个历史的重任了 高原起风 沙场点兵 安静肃杀的蓝田大营 二十万新式大军 乘一个个方阵整齐排列开来 马蹄声响起之际 里克在群臣的陪同之下 策马从原门而入 战马穿梭于一个个军阵之间 流出的通道 你们是大唐最为精锐的一支强军 某刻 立刻放缓了战马的速度 忽然开口 沉稳威严的声音响起 在吐蕃高原上 有我华夏族裔最后一个分区 他们为一个残暴的伪政府所控制着 战居着高原 抚恤着繁华富饶的中原 战马没有静止前往点向台 而是继续在阵营通道之间穿梭 而里克的声音 以及谈话的内容 也随着他骑马带领群臣 不断游走于方阵之间的通道中 我们不登上高原 完成大唐绝对防御权的最后一环 将来在高原伪朝廷奴役统治下的 高原华夏族裔百姓 一定会被驱赶着 被迫着 裹挟着 发起一场就一场的侵略战争 此战 朕将带着你们登上高原 打出未来百年 乃至千年的和平 唐军 某刻 李克音调忽然拔高 振臂垂击胸脚 威武 附近列阵的精锐将士 随即齐声高呼 大唐威武 唐军威武 李克的声音 随着前进不断响起 将士们威武的回应声 也渐渐连成一片 最后二十万精锐齐声呼吓 速杀的声浪中 远处天空中飞来的飞鸟 惊得远远的避开 风吹动一面面惊奇 烈烈作响 李克率领文武重臣 许久后才来到了典将台上 只见苏定方等军中将领 骑马立于典将台下 拱手大声请命道 陛下 末将请陛下 以及诸位大人 点请二十万新军三段射击 是否可以开始 李克看着二十万人 组成的黑压压方志 胸中也莫名有一股 激荡难安的情绪 在胸口汹涌澎湃的震荡起伏 他克制着胸中这股激流 点头冷肃道 准 末将遵命 苏定方领命后 崔马率领诸将离开 待片刻之后 整个大营内忽然有战鼓声响起 只听哗啦一声 整齐划一的盔甲声碰撞声和脚步声响起 只见得面向他们的二十万大军 瞬间转向背对着点将台 碰碰碰 后军变前军 前军方阵 率先有射击声响起 而魏书玉冲三宝使了一个眼色 二人不由自主 一左一右 逾越规矩地站在了李克的左右侧前方半步 周遭的重臣敏锐地察觉到 不过却也假装没有看到 并且不动声色地主动向前凑了凑 而李克这个皇帝反而似乎被包围了一半 大家这么做的目的很明确 就是确保皇帝的安危 火器的出现让刺杀变得更加容易了 尤其是这二十万大军 人人拥有火器的情况下 谁都不能确保这实弹射击之中 军中会不会隐藏着仇恨陛下的人 要知道 从先帝时期革新数十年间 这位皇帝虽然对天下百姓做了很多的事情 但也得罪了很多人 难保这其中没有隐藏的不轨之头 而魏书玉和三宝二人站着的位置 可以确保只要一有情况发生 可以第一时间挡在皇帝的面前 只听得砰砰砰的声音 群臣很快就被接连不断 没有一颗停歇的枪声所吸引 前军中二十万大阵绵野的宽正面 第一排射击结束之后瞬间蹲下 第二排紧接着开始 第三排第四排 而射击之中 排列在大阵左右两侧的炮兵也开始骑射 二十万火器武装的新军骑射 只几个呼吸的时间 大阵上方便飘起了白色的烟雾 一刻钟之内 远处已经完全被烟雾笼罩得看不清楚情况了 震撼 所有的人都被这二十万连绵不断的射击给震撼了 这二十万大军远距离射击 如此绵密的弹幕 敌军还有近身肉搏的机会吗 是啊 火土匪 你说说 如此绵密的弹幕 骑兵能不能冲到我们的步兵大阵啊 许多人被惊得纷纷议论 在议论中众人渐渐地看向了承咬金 而承咬金已经是朔国仅存的几位真贯朝的老将了 不过如今也已经老太龙中满头白发 早已请辞了 只是这一次皇帝点减新军 承咬金作为军中老将 对新军也十分惦记关心 故而上折子请求能够同行 此刻承咬金满面赤红 激动地唇角颤抖地说道 不可能 不可能 这么绵密的弹幕 连续不断击打下 的确连五十步之内都抵尽不了 听闻此话 许多人暗暗地倒歇了一口凉气 承咬金的话没有人怀疑 他们也着实被这二十万人连续不断的射击给震惊住了 而李克忽然开口笑骂道 哈哈哈哈 朱爱卿可别光觉得厉害 你们可知道二十万人这短短时间内的射击消耗了多少五倍物资吗 众人看向的李克 李克冲站在旁边的魏淑玉点了点头 魏淑玉当即开口 十分流利地说道 这位大人 这次点点射击 苏将军准备了三节车厢的火药 六节车厢的弹丸以及炮弹 也就是说 在我们看着的这会儿功夫 总计消耗价值三万罐的火药千弹和铁 哦 败家呀 是啊 这苏定方太败家了 陛下 真要弹劾苏定方 踏实爽快了 这会儿功夫打出三万罐 这朝廷的国库 就算再充裕也经不起他这么败的呀 这是宰卖爷田不心疼啊 是啊 陛下 可以结束了 可以结束了 不能再让苏定方这么个败家玩意儿 再继续下去了 大唐从今天开始告别皇帝 欢迎您继续收听 听闻短短不到半个时辰的时间 就消耗了三万罐 无论是财府们还是其他重臣 一边骂着苏定方败家 一边一脸肉疼的连忙请李克下令停止射击 就算朝廷现在的财政收入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一千两百万罐 也经不起这么败家的 大家算了一笔账 连续打这么四百次二十万人轮番骑射 这朝中一年的赋税就全都用光了 朝廷的家底再厚也经不起这么折腾啊 而就在群臣乱糟糟愤怒的弹劾苏定方之际 枪声和炮声才渐渐停了下来 农烟中马蹄声响起 便见苏定方满面农烟领着一群将领 策马从烟雾中冲了出来 待抵近点将台后 翻身下马 单膝跪地大声说道 启禀陛下 二十万新军已经能战 二十万新军愿为陛下马前卒 踏平高原伪政权 维护华夏族裔统一 请陛下下令 李克笑着说道 哈哈哈哈 苏将军 你来之前咱们朝中文武诸公可都在弹劾你呢 弹劾你在半个时辰之内就消耗了三万贯的武备物资呀 这一战朝中诸公可都在看着呢 你若是打不好 朕可不好对朝中交代 对天下百姓交代呀 众人忽然明白 皇帝将消耗告知他们的目的了 这是在激将苏定方呢 陛下 末将愿力军领中 苏定方铿锵回答道 好 李克大赞一声 大声说道 众将听令 命苏定方为主帅 薛仁贵为副帅 本两路大军 一路由大小金川发起对土之战 一路由土门关发起对土之战 掌皇子监国 朕将率领满朝文武 再后跟随大军前行 朕以及满朝文武 都会看着你们的表现 跟着你们登上高原 战断一起 便是决战 有进无退 苏定方领着重将 垂机兄甲 铿锵回答 以表明心智 前所未有强盛的大唐帝国 随着至高无上的皇帝一声令下 二十万新军精锐 当天便开始陆陆续续地登上了一列列机车 一路往一轴方向而去 进入大小金川 一路往土门关方向而去 大唐帝国君臣上下 为了打造绝对防御圈的最后一环 愁愁满志 动身启程 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全火器战争 是一次划时代的战争 无论是李克 亦或是那些觉得苏定方败家的朝中重臣 对此次战争都充满了好奇 给予了极大的厚望 所有人都在等待着 在战争中检验火器 这个大唐未来的强军方向到底如何 八百里加积密报 八百里加积密报 快开圆门 八百里加积密报 大唐二十万新军 开拔建制土门关和大小金川 土门关前线 土包大营 这一日忽然一记慌张急促冲来 赤猴面色苍白 眼中闪烁着恐惧之色 在园门外便开始大声喊叫 待园门打开 策马冲入其中 而赤猴入营后不久 率仗方向便有战鼓声响起 土拨大营中的枪领 纷纷抵达率仗 冷清灵面色十分的凝重 在众将落座之后 抖了抖手中的信报说道 刚刚从大唐境内传来的密报 大唐帝国先不宜之兵二十万 苏定方和薛仁贵 担任主副帅 分别向土门关 以及大小金川方向抵辞 什么 卑鄙无知 唐人终于要对我们动手了 怎么办 二十万大军 土门关方向 至少会有十万大军 我们也只有十万大军 而且还只有五万拥有火声枪 愤怒惊慌的声音在帐内响起 冷清灵看着眼前的一幕 心中不由无奈地叹了口气 三日时间才不过过去了两天半 陷落城内还没有动静呢 大唐道率先开始行动 啪的一声 听着议论中恐慌越来越盛 冷清灵一巴掌拍在帅岸上 帐内瞬间牺牲 之间论清灵目光 扫视猪将 冷肃说道 大唐帐帝国的确是个庞然大物 但我吐蕃也并非纸糊的老虎 大唐心不义之兵失去人和 在我吐蕃高原作战失去地利 天时地利人和 大唐只占起义 我吐蕃叫之大唐虽然弱小 但我们也不是任人揉孽的 马上回去 再沿前线继续挖掘拓宽战壕 同时命令大小金川方向降临 命令他们按照我们制定的战壕战术 进行准备 大小金川方向若是敢不停号令 本将将来亲自展示 大小金川方向不属于他论清灵的指挥范围之内 但这一刻论清灵顾不了那么多了 待诸将领命离开 论清灵的心腹留了下来 其中一人见一道 将军 师父将此消息马上传回去 或许可以以外至内 至少暂时阻止国内的矛盾 齐心协力对付大唐帝国的入侵 论清灵闻之不由苦笑 现在恐怕已经是箭在悬上 不得不发了吧 无论是盲松盲在 还是自己那位父亲 他们难道就不知道 发起这次政权之争 会给大唐有机可乘吗 都知道 他可以十方肯定 他们心中一清二楚 可他们还是这么做了 矛盾积累到现在 已经无法弥合了 尽管知道成功的可能性很低 但论清灵沉吟片刻 还是给予了一丝希望 他点头吩咐道 嗯 马上将此消息传回去 已经是第三点了 恐怕鲜罗城内早已经屠穷避现了 而论清灵猜测得不错 杀 攻入皇城 请阵侧 大象有命 攻入皇城 祭权不留 打住 楼洞赞狼子也信 啊 别杀我 别杀我 整个吐蕃皇城都乱了 到处都是喊杀声和惊恐的尖叫咒骂声哭泣声 陆东赞在此事以及心腹的簇拥之下 静止来到了赞谱后宫之中 陆东赞的手中提着一把低血的剑 在进入后宫后 双手逐渐站定 一头白发散乱地披在肩膀上 杜正伦站在其旁边 眼神余光看着 心中暗暗一笑 他觉得眼前这一幕 与史书上描绘的高平林政变 实在是太像了 而陆东赞就是一个活脱脱的司马懿啊 他不清楚 如果没有大唐 没有李克 会不会发生这一切 但是这一切就在他眼前上演了 并且还是他一手策划 亲自参与集中 杜正伦很清楚 现在这个时候 在吐蕃贵族还有些犹豫不决 他应该好好表现 一次垫定陆东赞 对他的信任 此极此 杜正伦当即站了出来 大声请命道 就够 卑职请命 亲自领兵 陆东赞看了眼杜正伦 心中十分满意 同样是丧家之犬 杜正伦可比慕容孝俊强强了 杜正伦这个小人就敢将全部压上去 慕容孝俊 他没有这份好气 所以松赞之期 慕容孝俊虽为松赞所信任 但他的权力也并不大 若是慕容孝俊能如杜正伦一般做一个孤臣 那松赞一定会将更大的权力交给慕容孝俊 让慕容孝俊压制他陆东赞的 绝吧 随着陆东赞一声令下 杜正伦挥手带领陆东赞的死士 冲入了后宫之中 赞普一系的后宫妃子和子嗣被屠戮一空 赞普一系除芒松芒赞外全部被杀 而此刻 芒松芒赞只能惶恐不安地严防死守惹萨寺 听着皇城内惊恐哀嚎声响彻整个仙罗城 与此同时 岭南道 白发苍苍的长孙无忌正目视着一支大军 从云东道开拔 云东道 尔海湖畔 长孙无忌目视着岭南这支 装备了火神枪的地方府兵 在将领的率领下 步伐坚定留下一个个笔直背影的大军 防一职率领的这支岭南地方府兵 只有两万人吗 在立刻登基后 彻底完成了地方府兵军制改革 大量的府兵裁撤分配到了地方 一个县府拥有两百到三百地方守备的力量 由省府县各级主官进行领导 同时又受到省府兵役衙门的垂直领导 双方进行牵制 以确保这支区别于军方的地方性 说强不强 说弱不弱的力量 不可能完全受到一个人或者少数几个人的控制 而这支力量算是县府衙役的一种后备补充力量 执行的任务以及战斗力要强于衙役 负责防备缉拿盗贼和土匪 一旦战时需要兵员 这批地方守备力量会优先被征兆进入军中 鉴于衙役和府兵与木兵之间的地方守备力量 维持配置冷兵器 这就是李克对武装力量做出的最大改变 关中中书直辖的精锐木兵为头一党 负责开疆拓土 守卫边境等野战任务 地方府兵主要职责是维护地方安宁 同时兼顾一定的野战任务 再加上地方守备的力量 大唐的武装力量被划分为三等 任务职责也理清了 这种军制结构既有李克借鉴未来 也保留了一部分原来的传统 至少目前为止 朝中文武都认为 这是于外于内最好的军制制度格局的 既确保了军队的战斗力 又保证了朝廷内部 不会出现武力强盛 威胁到皇权与朝廷政权的可能性 这是一种极富创造力的改制 朝中文武乃至长孙无忌都觉得 这已经是目前最好的军中架构格局了 可他们并不知晓 在李克的眼中还有一个巨大的隐患 没有解决掉 那便是军队的忠诚问题 前行八年的时间中 李克忙于同化塞北 细缓完善他在登基之初 进行的朝局军制改革 加之房玄宁等老臣 应病请辞 先事等等原因 朝中权力变动太频繁 以至于他一直没有机会 做忠诚这篇文章 黄姐 你是担心姐夫吗 就在长孙无忌 默默目视着大军远去时 一个脆声声打去 嘤语声响起 当初父皇赐婚 你可是嫌人家姐夫 是个傻大黑粗呢 还说人家是个憨货呢 感谢收听 由菲鲁小说网独家出品的 《大唐从今天开始告别皇帝》 欢迎您继续收听 安乐冲着站在旁边 手中牵着一个孩子手的娇俏妇人 顽皮的挤眉弄眼 那妇人便是高杨公主 高杨是在真逛二十八年 李克去新罗旧藩后 先帝李世民赐婚与房仪值成婚的 而房仪值的个人形象 的确十分普通 高杨当初也的确有些抵触 当初答应父皇赐婚 还是父皇告诉他 嫁给丈夫房仪值 是为了帮助皇兄 笼络这些领兵最先楼的结义兄弟 他们姐妹也多是如此 他最初是为了皇兄 才勉强答应他 不过到后来嫁给房仪值后 高杨对丈夫的态度倒是慢慢出现了转变 这美人爱英雄 敬英雄 房仪值最初是在大小金川 面对吐蕃前线领兵 而吐蕃这些年与大唐整体保持平稳 可彼此之间的摩擦却不少 丈夫房仪值就经常率领 精锐赤猴小队深入吐蕃境内进行小规模的破袭 丈夫身上的那种军人英姿吸引了羔羊 日子久了 夫妻二人倒也是举案其美 相濡以沫 这男女之间的关系 说简单也就是这么简单 一个男人有英俊的外貌的确能够吸引女人的亲心与爱慕 可若是没有英俊的外貌 人生价值的成功同样会让女子倾心 人生成就男子和大丈夫英雄气节与担当等等内在的东西 往往较之于皮囊的英俊更加吸引人 而房仪值永远也不会知道 自从最先楼结役开始 他们一路跟着大哥李克底力革新 培养出内在的气节与担当 在不知不觉改变了他原本的命运 其实改变的又何止房仪值一人呢 凡是这一路走来的最先楼结役兄弟 在经历了革新二十年 以他们大哥李克为榜样 砥砺前行培养出来的那种内在东西 早已经改变了他们原本的命运轨迹 人的性格和精神等内在东西 往往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轨迹 当内在的东西改变之后 人生的轨迹自然而然的也随之改变了 而高阳也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性子 被妹妹打去一句转头笑着耶语道 安乐 你今年二十有四了吧 听说前些天皇兄来了圣旨让你回去 太妃为了你的婚事可是操碎了心 现在皇兄也不维护你了 看你怎么办 安乐听闻娇俏的小脸瞬间拉长 他扭头哀求看着长孙无忌 安乐是跟着长孙无忌这个老师来领难的 而他也很清楚只要这位没有血缘关系的舅舅和老师能够写一封信 开口为他说句话 无论是皇兄还是母妃都会放松对他的婚事紧逼的 长孙无忌听闻伸手抚须露出了慈和的笑容 当初皇帝把这位最年幼的娇蛮公主交给了他 长孙无忌的确很发愁 不过这么多年的相处教导 长孙无忌倒是早已经将其当作自己亲外甥女儿看待了 这位公主虽然顽皮 可杨妃教导得不错 而且有皇帝这么一位兄长做榜样 心底倒是善良的 他也很喜欢 而且这些年他们夫妻居于岭南 儿子女儿不能经常陪伴在身边 这位公主给了他们很多欢乐 张正道那个孙子张九龄 今年也要入京赶口了吧 看似不着边界的一句话 令安乐的翘脸瞬间微微泛红 而高阳在一边看着 不由玩耳一笑 长孙无忌抚须自顾自地又说道 陛下也给老师来信了 那老师必须在年底亲自把你送回去 长孙无忌年底回京 是皇帝的意思 也是士族系的意思 当然 前提是这场征途之战能够取得胜利 征途之战大胜后 大唐的绝对防御圈完全建立 朝唐会有一番新的变化 而革新系也正在酝酿着某些事情 他作为士族系的开创者 这些年一直在岭南编撰完善士族系发展的理论思想 著书立说 在大胜之后 士族系也必须紧跟革新系进行一定的变动 以求变求新保持内部活力 在士族系与革新系乃至于商骨阶层的相互竞争摩擦中 已经深深地跟持到了士族系与革新系的每一个人心中 安乐啊了一声 小脸立刻变得更长了几分 同时还有些忐忑不安 请杀奸义慕容小军 请杀奸义慕容小军 惹萨四山下 已经被大军团团围住 数万禁军齐声高呼 声音震撤整个仙罗城 而城中却十分地寂静 战乱一起 尤其是内部权力争夺引发的战争 普通百姓根本不会参与其中 都瑟瑟发抖地躲藏在家中 惹萨四山上 在慕容小军的陪同下 忙松忙散面色苍白 眼底闪烁着恐惧愤恨的神色 双手紧紧攥着 牙齿咬得咔咔作响 此时此刻 忙松忙散除了能够怨夺的咒骂之外 他发现自己没有任何的办法 而慕容小军的神色也十分地不好 他的一家人 除了两个跟随在身边的儿子外 其他人都被陆东赞给杀了 不久前 家里人的人头还在山下 被挂在高高的木桩上宣誓 普通一声 慕容小军忽然跪倒 匍匐在地大声哽咽道 赞普 臣勒受松赞赞普之恩 尽死臣一人 可救赞普 臣愿意一死报他 只求赞普能够让张子混在军中 让张子下山给张子一条火路吧 文言 忙松忙散这才从愤恨中醒悟 他连忙转身将慕容小军扶起说道 慕容爱卿 他路通赞 学习了赞普一系 你觉得他会放过姑吗 不 他绝对不会 姑只是他的一个傀儡 拥不了多久 等他掌控了图伯局势后 他就会杀了姑的 与其卑微屈辱的死去 还不如轰轰烈烈 斩死在平叛的江场 你我君臣 现在要齐心协力 慕容爱卿 你要帮姑想一下 如何才能 给予陆东赞这个狗贼最大的反击 姑是高傲的赞普一系 是君主 就算是要丢掉江山 姑也要让叛臣贼子不好受 慕容孝俊的心中 暗暗地松了口气 从忙松忙散的话中 他不难听出 忙松忙散虽然惶恐 却没有失去理智 忙松忙散很清楚 杀他慕容孝俊 只能在短时间内苟延残喘罢了 这一点 从陆东赞学习赞普一系 便可看出端倪 赞普一系 在吐蕃的影响力 毕竟很大 留着对陆东赞而言 始终都是个隐患 陈多谢赞普不杀之恩 臣定当揭尽全力 帮复赞普平叛 慕容孝俊大声回答 略作停顿 镇顶自若 认真仔细地为 盲松盲赞分析了起来 赞普 我吐蕃发生内乱 臣猜测 大唐绝不会坐视不理他 大唐一定会抓住机会 进攻我吐蕃高远 大唐得吐蕃 赞普可享受荣华富贵 鲁东赞得吐蕃 结局如何 赞普适才已经说了 臣便不多赘言 令 臣相信 我吐蕃境内 并不全都是二臣贼子 臣建议 命令山上的两万亲卫 骑身高户 喊话城中的百姓 让他们把消息带出城外 请各地秦王之事 赶往都城秦王 若是在此之前能够平伴 我们还可以整顿力量 抵御大唐保住国座 若此不可撑 我们极力地搅乱内部 也可帮助大唐 迅速抵进险罗城 为我们解围啊 盲松盲赞 明白慕容孝骏的意思了 其实 慕容孝骏说的第一种结果 成功评判 集结力量抵御唐军 他很清楚 这是慕容孝骏在宽慰他 这种可能性几乎为零 而慕容孝骏的真正目的是后者 内部不宁 吐蕃前线必定溃败的更加迅速 而唐军早一点到达 他们只要能够坚守下去 就能够活下来 如他做不成赞谱 无法掌权 但却可以保住性命 保住荣华富贵 延续赞谱一系 芒松芒赞略做神吟 面色变得很辣坚定 点头冷肃说道 好 就按照爱情所言去做 我们一定可以抢先评判的 身为赞谱 哪怕知道这种可能性为零 但他还是将其挂在嘴上 身为赞谱 他的骄傲 不允许在事情的结果 还没有出现之前 便表露悲观的情绪 是 陆东赞贼子也信 城内一世 通知各地秦王之事 回京秦王评判 陆东赞贼子也信 慕容孝俊离开不久后 山上两万多的皇城敬畏 开始齐声高呼 山脚下 陆东赞听着山上传来的声音 面色迅速变得格外难堪 快 马上封锁神门 陆东赞有些着急地喝许他 他很担心 即便如此 城中的恐慌 也有人早已经离开 去为王松王赞搬救兵去了 杜正伦建议道 周公 不能再等了 就算损失再大 强攻拿下惹萨斯 国内便可瞬间传脚而定 只要将王松王赞攥在手中 大局才算是彻底定下来 现在王松王赞占据了地理优势 守着惹萨斯 一日不能掌握王松王赞 突破各地忠于赞谱一戏的人 便会一日心存希望不死心的 而陆东赞微微寒手 缓缓抬手准备下令 不 不 缓缓急报 轮精灵将军八百里急报 唐军抵击土门关 唐军抵击土门关 好快呀 是啊 唐军的行动太快了 大家必须尽快定定局势 不然我们没有办法 集中全部精力来对付唐军了 陆东赞身边的心腹开始慌了 大唐帝国这个庞然大物 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 进攻 陆东赞放下了手中 儿子写来的这封言辞窃窃的规劝书信 没有丝毫的动摇 反而更加坚定了 只见他神色更加凛冽 猛的一挥歇死底里的大喊道 尖狗 感谢收听由菲鲁小说网独家出品的 《大唐从今天开始告别皇帝》 欢迎您继续收听 沉闷悲凉的号角声响起 似乎此刻 牛角做成的号角 都在为眼下即将发生的 同温同种血沙 而感到凄凉苍悲 就在吐蕃高原 正全更迭流血厮杀之际 唐军通过直达土门关的机车 短短数日之内 大批大批地抵达前线 强大的兵力投放能力 震惊了前线领兵对峙的论清凌 大唐的兵力投放速度 给论清凌好好地上了一刻 土门关 苏定芳站在关城上 双手举着单筒望远镜 向远处观察着 只见一道道纵横交错的战壕 出现在了他的视线之中 即便在他观察之际 都能够看到在前面的 三道战壕后面 还有尘土在飞扬着 很明显 敌军还在挖掘战壕 这论清凌 不愧是西突厥 见识过我们新军的 把我们当初的战壕战术 完全给照搬了过去 而且做的 比我们当初在伊犁河畔 都还要出色 一个年轻的将领 放下了手中的望远镜 笑着说道 这一开口 身边的将领 便纷纷开始议论了起来 我建议 直接用我们的火炮 轰炸 这一次 我们带来了 大小火炮三百门 加上我们的轨道机车 可以直通土门关 这一次 我们不愁 五倍物资的供应 加上我们还装备了 一百门钢炮 连续打他三十八炮弹 都没有问题 还有炸药包发射器 双管机下 直接将前面的战壕 给他娘的轰平了 踩着敌军的尸体 走上他们的阵地 哎哎哎 姓李的 感情这战事 全都让你们炮兵 赢给包园了是吧 没我们什么事情是吧 你志在为了 给自己立功 浪费朝廷的宝贵物资 哼 这炮轰虽然好 不过 想要尽快击溃敌军 恐怕是不容易 我们的时间紧迫 必须要抢在路东站 控制高原局势之前 紧逼高原复兴 用雷霆的速度 打掉吐蕃人的抵抗意志 一时间 苏定方身边的将领 开始激烈地讨论了起来 对此 苏定方倒是乐意见他 直到身边的声音刚刚落下 苏定方才开口说道 你们试裁的讨论 都是正确的 不过 都有些片面 首先 我们进攻必须要快 完全借助火炮 打击消耗敌军 致使敌军崩溃速度太慢 领兵之人是论清灵 这个人的能力 丝毫不比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差 这一点 只要你们好好研究 论清灵在松赞时期 领兵为吐蕃开疆 吐吐的经历便可知晓 这样一个人作为主帅 单纯的炮击想要取胜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决定 做出如下命令 哗啦一声 随着苏定方的语气突然严肃 所有人瞬间站直 身上的盔甲哗啦啦作响 全军听令 集结全军骑兵 以三万骑兵为先锋 二 炮音集结所有大小火炮 炸药包发射器 在骑兵发起进攻之前 对敌战壕区域 进行前后三轮的延伸炮击 三步兵紧随骑兵之后发起进攻 以一万后装最发将营 为步兵先锋 身边的将领听闻后 都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 有人低声地说道 苏帅 骑兵为先锋 这距离炮击最前沿 只有百步左右的距离 是不是太危险了 是啊将军 我们的火炮精度太差了 在训练中 捕捉也只敢在一百五十步左右 伴随炮击发起进攻 而骑兵的速度更快 一旦炮营 不能严格掌控好炮击的距离 我们的将士 就要被自己的炮弹给攻击了 一时间 周遭的将领纷纷提出了异议 而苏定方的面色沉溺如水 平静地点了点头说道 你们说的我都明白 骑兵百步伴随炮击冲锋 的确太危险了 这样吧 骑兵在两百五十步外 等待炮击发起冲锋 李将军 你的炮营 必须要控制好炮击的精准度 不然的话 你就是亲手杀自己的同袍 苏定方最终还是做出了改变和妥协 毕竟这种战法当初陛下点茧之计 他们都不敢拿出来展示 实在是太危险了 在训练中总是会出事的 而这一次 他也是被论清零刺猬一样的战术 逼得没办法 加之需要快速推进 所以只能采取这种冒险的举动了 而同时还不忘给炮营理性的主将施加压力 炮营主将是位与苏定方差不多年纪的年轻人 而此刻的面色十分凝重 倍感压力 却也郑重点头说道 苏帅 末将以为可以将我们的大中小炸药发射器 依照他们发射的距离远近 分三段提前布置好炮兵的炮击阵地 调试好炮击的距离 三段炮击 第一道战壕 专用调试好炮具的小炮 炸药包发射器 敌军第二道战壕 我们用中型火炮 依此类推 这样虽然只能打一轮 单到敌军防线的炮击密度变小了 不过却能够确保避免误伤我们自己的兄弟 而吐蕃虽然装配了火神像 但我相信 只要我们的骑兵兄弟撕开第一道防线之后 那接下来便不成问题了 可 你的想法更成熟 就按照你的想法去布置吧 是 一个时辰后 忽然有单发的炮击声响起 砰的一声 一发炮弹落在了吐蕃一线战壕的边缘 那石心的铁弹砸入了战壕之中 顿时便造成了战壕内 数名吐蕃新军的火枪兵死亡 紧接着 灵星的炮击声就不时地响起 这 将军 唐军这是在做什么 难道是用炮击 打击我们的时期不成 轮清灵面色沉沉 难看地注视着前线方向之际 身边有将领 不解地询问他 不 轮清灵十分肯定地说道 唐军正在调试火炮的社局 他在西突厥 见识过唐军的火炮 同样也对火炮十分地了解 只可惜 吐蕃始终无法仿造火炮 焦住的火炮 打上两三发就会炸糖 根本无法投入使用 而论清灵深知 火神枪只有配上火炮 才能够将火器的威力 发挥到最大化 单纯的火神枪 甚至都不如弓箭手的射击速度 而弓箭手只是难培养 加之弓箭手连续射击十几箭后 就再无力拉弓 而这恰恰是火神枪 所不存在的问题 这一次 他集中了五万火枪兵 两万的弓箭手 有着战壕掩护 所以论清灵觉的 就算唐军有火炮助威 他也别想顺利攻破 他的防守防线 就算是处于弱势 他也有足够的信心 将战争拖延下去 给仙罗城的那两个人分出胜负 而争取时间 只要分出了胜负 吐布内部就会统一 就可以拧成一股绳 来对付唐军了 事与 唐军的火炮 响了整整一天 炮营用最笨的办法 一门一门发射炮弹 从而调整炮击的距离 确保在接下来的大战之中 自家的炮弹 不会落在兄弟们的头上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现在的火炮 虽然进行了一定的内径和弹丸直径 等等一系列标准化的设计 可是装药 机密性等等一系列的因素 致使了美门火炮 都有一些误差 而骑兵三百步外 等候炮机 伴随炮机发起冲锋 这距离太短了 对于火炮来说 稍微细微的偏差 或许就是数十步上百步的炮机点偏差了 所以就只能一门一门的孝准距离 而就在当天夜里 李克领着朝中文武重臣 忽然抵达了土门关 苏定方在迎接圣家后 第一时间抱怨道 陛下 这里太危险了 您不是说过要在后面等着末将进宫的结果吗 马哉府 于哉府 你们身为哉府 不劝说陛下 这是你们中书省的支持 说着 苏定方就将矛头对准了马周和于宁志等年 如今随着岑文本和楚亮这些三朝元老 因病请辞 朝堂之中完全被一群中清层所占据 其中年纪最大的也就是于宁志和宇文杰了 正直壮年 所以苏定方倒也敢在宰府们面前 发发牢骚抱怨几句 而若是房玄灵等老一辈的面前 给苏定方一个胆子 他也不敢 只见于宁志笑着说道 苏帅啊 这一次是我军全部火器列创的首战 火炮三百门 火枪兵十万 是前所未有的强大呀 陛下想要看一看咱们新军的战斗力 我们也想要看一看 这几年 每年消耗国库收入三分之一组建的新军 到底怎么样 若是在实战中表现得太差 恐怕朝廷很难向百姓交代啊 这几年 集中装配地方府兵 以及朝中的木兵用火器更换冷兵器 朝廷的开支十分的庞大 导致朝中已经有些威子了 认为大唐精锐已经天下第一 所以没有必要如此迫切地更换武备 使陛下以及中书省在全力地推动 若是新军表现不好 无论是陛下还是中书省 都会受到一些影响的 一日清晨 白色的雾气在太阳升起渐渐散开之际 战壕中的吐蕃人便惊恐地发现 对面黑压压的唐军已经劣阵而立了 快快 唐军要进攻了 马上准备 雷鼓 雷鼓 战壕中到处都是呼吓的声音 待鼓声响起 渐渐地吐蕃人开始镇定冷静了下来 论清灵举着望远镜 看着土门关的城头 雾气在阳光的照射下缓缓地散去 城头上出现的金黄色龙脊不由微微愣张 大唐皇帝李克 他惊讶地自言自语道 没想到李克竟然也来到了土门关 我吐蕃还真的让他重视 当初攻打西突厥的时候 李克这位东方帝国当今天下最伟大的皇帝也没有出现在最前线 可现在却来了 论清灵唇角泛起了一丝冷笑 冰冷肃杀倒 专令全军 守住防线 战死者加倍抚恤 李公者受益田地草地赏赐 李克 你来了 我就更要守旧 让你在这条战线上碰一个头破血流 让你明白 苦不不好招惹 我论清灵不差你什么 感谢收听由菲鲁小出网独家出品的《大唐从今天开始告别皇帝》 欢迎您继续收听 论清灵传令结束 在令兵向前线传达命令之际 手紧紧地攥着 心中暗暗想着 官城上 苏定方一身黑甲 肃然站在李克的面前 拱手请命他 陛下 末将亲自开始 准 战场之上的所有事情 一切皆由苏将军指挥 我们在这里只戴着眼睛 李克直接将大权交给了苏定方 并且以身作则 防止其他人干扰苏定方的指挥 谢陛下 在谢恩之后 苏定方转身向城头左侧不远处的指挥处走去 于宁志看着苏定方离开的背影 又看着前军列政而立的骑兵 担心地说道 陛下 这种战术 这种战术是不是太冒险了 于宁志也是个支兵之人 他也很清楚朝廷火炮的威力和射击精度 而骑兵伴随炮兵发起进攻 这种战术取得战果的可能性的确很大 但也十分地冒险 虽然苏定方在昨夜说服了陛下 取得了陛下的同意 也说服了他们 但是于宁志还是十分地担心 三府 我们要相信在外领兵的将领 李克平静地说道 其实说不紧张 说不担心 那是骗人的 翻版的协同作战 李克当然了解 骑兵作为先锋 配合炮兵行不行 李克不清楚 可他愿意放手让苏定方去做 虽然危险 但是取得军事战术的成长 是必须要冒风险的 大唐的强军机会 需要冒一定的风险 去进行实验 咚咚咚 就在李克话音刚刚落下 战鼓声响起 敌我双方的所有人瞬间神色凛然 大家都清楚 战争要开始了 苏定方举着望远镜 视线从前线的战壕中向后延伸 直到找到吐蕃阵地后方的帅棋 才停了下来 借助望远镜 他能够看到论清灵的神色 而望远镜的出现 让双方主帅之间 能够通过望远镜 在交战中 都能清晰地看到对方的一举一动 哪怕是脸上细微的神色变化 苏定方观察论清灵之际 论清灵同样在看着苏定方 二人几乎是不约而同地 微微唇角上扬 你是一个出色的将才 只可惜 你没有我背靠大唐帝国的资源 苏定方郑重其事 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 他始终都认为 论清灵绝对是一位十分出色的帅才 甚至某种程度 要比他都要强一些 至少他到目前为止 还未像论清灵一样 领兵打下吐蕃 陷在一半的疆域 而从未有失败过 就是领兵实战 大兵力征战方面的经验 和临场发挥 苏定方的经验 可以说是少之又少 而反观论清灵则不同 不过苏定方有自己的底气 他的底气就来源于身后 大唐帝国的先进武器装备 和充足的后勤资源 专令炮营 可以开始炮击了 某刻 苏定方平静下达了 他的第一道命令 令兵得令 在城头上 开始一遍又一遍地挥舞 手中三面不同颜色的令旗 砰砰砰 号角声响起之际 对准第一线的小炮 发出了一声声低沉的声音 开始炮击土拨的一线战壕 与此同时 还有一个个圆形的炸咬包 从骑兵兄弟的头顶飞过 向敌军阵营砸去 刹那间 爆炸声瞬间笼罩了整个前线 枪的一声 骑兵主将在炮击声响起之际 猛地拔出了手中利剑 高喊一声 杀 轰隆隆的声音 万马狂奔 形成了一道黑色的洪流 向三百步外的敌军阵地 发起了冲锋 就在土门关前线开战之初 没有任何试探性地进入了高潮之际 罗马帝国 军事坦丁堡 提比利二世与莫里斯等罗马帝国的高层 同样在议论着从东方传来的消息 你们以为 大唐能不能借助徒伯内乱 从而占据高远呢 提比利二世满面愁容地询问道 不待众人回答 便皱着眉头 忧心忡忡地继续说道 大唐帝国 现在越来越强淡了 压得我们所有人都喘不过气了 而一旦大唐攻克了吐蕃 这个庞大的东方帝国 会不会寻求他们的势力 即使向西扩张呢 即便他们没有这种野心 而彼时 我们与大唐便直接接壤 没有了吐蕃 在中间为我们承担压力 那这些压力 便都会落在我们罗马帝国的身上 群臣听闻提比利二世的话后 均都面色沉浸如水 安静不远 他们都觉得十分压抑 不可能 莫里斯起身大声地说道 大帝 堂之的轻锐的确不可小觑 但是吐蕃兵马同样也十分精良 而且领兵之人还是论清零 此人打下了吐蕃先有将于一半之术 论清零一定能够率领轻锐的吐蕃兵 挡住打他的 对对对 莫里斯王储说得不错 吐蕃作为高原虎 雄俱西南的小霸王 由于低理优势 绝对不容易输掉这场战争 哦 我尊敬的提比利大帝 吐蕃人不会败的 相反 真到更加看好 吐蕃人取得最后的胜利 而大唐将会在恶劣的高原 付出惨重的代价 随着莫里斯开口 殿内的气氛不但变了 就连对战争的结果预测 也开始变得偏向吐蕃了 并且还信誓旦旦地做出了预测 轰轰轰的声音 一枚枚铁弹射出 卷起呼啸的风声 砸向一线战壕 而炸药包落地爆炸 猛烈地冲击波 瞬间便将周围方圆十米左右的 吐蕃士兵震得吐血而往 冲啊 杀 就在炮击刚刚开始的瞬间 三百步外列阵而带的骑兵 开始发起了冲锋 轰轰轰看到这一幕 面色瞬间大变 不好 在战争没有开始 唐军的战术动作没有表现出来 他或许无法揣测唐军想要用什么方法进攻 但只要战争开始 以他的材质 以及他对火器战术八年时间的充分研究 岂能看不出唐军要做什么 他没有想到唐军竟敢发起这种冲锋 火炮的精准度他也是了解的 百石步的偏差几乎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但是唐军这样做 唐军被自己的炮击损伤如何 论清零不管 可他却看出了这种战术 对他费尽心机布置的防守战线 会产生多么恶劣的影响 在唐军猛烈的第一轮炮击中 一线战壕的士兵 几乎无法组成强有力的阻击力量 而唐军的骑兵 便可以借助他们的速度优势 撕裂一线战壕的防守线 等于一线战壕在交战之初 便如同纸一样单薄地被唐军给撕碎了 而更让论清零难以接受的事情发生了 他的话音刚刚落下之际 唐军的第二轮炮击紧接着便开始 只见石心的铁弹葡萄弹 穿过了第一道防线 落在了第二道防线之上 而此时 唐军的骑兵 在遭受微弱的一线阻挡之后 已经接近了一线战壕 只见战马高高跃气 马背上的骑兵将领挥舞着直刀 寒猛闪过 战壕内惊恐躲闪的吐蕃士族 发出激励惊恐的惨叫声倒下 一波波骑兵 宛若冲进了庄稼地里 但收割的不是庄稼 而是姓名 论清宁看着唐军越过第一线战壕 丝毫没有停顿 继续向第二道战线冲去 面色变得十分难看 他有些失去理智的大喊道 挡住 挡住 成型的防线只布置好了三道 如此迅速地被唐军骑兵 突袭到了第二道防线 若是不能挡住遏制骑兵的冲击 这个他亲自为唐军布置的坟场 被称之为血肉末盘的战场 将会彻底被撕碎 而整个阻击战 就会在一天之内 遭到巨大的失败 将军 挡不住了 撤吧 现在第三道防线的将士 还能够撤下来 谢将军 留得青山灿 不愁没山烧 第三道防线的将士 可都是我们的骑兵将士组成的 撤下来 击马游击骚扰敌军吧 论清宁身边的将领大声地呼喊着 面色苍白 着急地在论清宁身边团团转 第一道防线已经被后续冲上来的 唐军部族给淹没了 第一道防线已经完了 而吐蕃其他的将领 被大唐这种雷霆驯猛打击 恫吓地失去了胆略 只想着撤离此处再密战机 而论清宁眼睛通红的盯着 像一道黑流一般冲向第二道防线的唐军起兵 就在这个时候 炮击的误伤开始出现 十几枚炮弹打在第一道防线和第二道防线之间 炮弹砸在地上弹起 从唐军骑兵将士的身后 撞出了一道满是鲜血和断臂的通道 唐军的骑兵冲击势头 在几方二线将士 以及唐军自己的误伤影响下 开始减弱了 他不甘心就这么失败 论清宁觉得还有机会 而战场上到处都是枪声炮击声和利剑射出的呼啸风声 他娘的炮营怎么打的 一群混蛋 去同志炮营 再出现误伤 斩 苏定方看着几方炮击误伤 在一线战壕与二线战壕拉出了十几道染血的通道 气得破口大骂 而在苏定方指挥处不远的地方 李克等人不由微微皱眉 战场的误伤让大家觉得心痛 不过相较于迅速打开局面 形成压倒性的优势来说 这点误伤倒不会让李克军臣否定这种协同战术 纵使是当初对这个战术充满了担忧的于宁志等载斧们 此刻也都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 这误伤是在所难免的 就算是冷兵器作战中 战场上的误伤也都是时时刻刻都在发生着 而迅速地打开局面 至少在僵持中的损伤 要远超于误伤产生的损失 所以误伤是可以接受的 陛下 协同作战不错 这个战术一定要在全军推广 对 陛下 苏帅这个战术太好了 快速地取胜 减少的损失 要远超造成的误伤啊 感谢收听由菲鲁小说网独家出品的 《大唐从今天开始告别皇帝》 欢迎您继续收听 一众重臣之前还心存疑虑 甚至反对过苏定方这个协同作战的计划 可现在看到了实战的效果之后 纷纷转变了态度 而李克听闻 唇角泛起了一丝微笑 手中举着望远镜没有放下来 他紧盯着远处的战局 在他们谈话的时候 骑兵将士已经冲抵了二线战壕 在二线战壕与敌军厮杀了起来 攻势虽然被遏制了 不过冲破二线战壕不过是时间问题 而且前桩碎发枪组成的后军 已经接替了后桩碎发枪组成的中军 在一线清理战壕残底的任务了 中军现在正在迅速地越过一线战壕 冲向二线战壕 一旦中军抵达了二线战壕 便可以接替骑兵 肃清二线了 而骑兵只要在努力冲一冲 冲破土拨兵力较为淡薄的最后一道防线 不成问题 论清零布置了一个前中后清的防守梯队战线 第一二道防线被冲破之后 拿下第三道防线 这是时间问题 而且他相信在短短半个时辰之内 攻破敌军一二道防线 敌军恐怕也没有胆量 在第三道防线继续拼死抵抗了 这是一次完美的协同作战 而事务本身发展的规律就是这么奇妙 后世的协同作战 当兵器开始出现后 在战争的需求之下 某些战术会依照着事物发展的轨迹 不需要李克亲自去提点 就会自然而然地出现 这比战场的胜利更让李克高兴 因为这场战争让他看到了未来 他推动了很多事情 以前他还担心自己改变了太多 对未来是否会产生不可预估的毁灭性影响 不过现在他放心了 这件事情证明了事物本身的惯性规律 只要他打好了基础 就会按照事物本身的发展 一些原本超前的东西 也会在各种的客观基础条件 得到一定性的满足后发声 这天下的未来会按照他现在打好的基础去发展 而后面的继承人只要不昏庸无道道令人发指 他的设想就一定会实现的 将军 撤吧 将军 再不住就来不及了 吐蕃一方十分单薄 而且还没有完全建好的第四道战壕后面 论清灵身边的将领着急的拉着论清灵 劝说论清灵后撤 此刻第二道防线已经由唐军的后装碎发枪 组成的中军接替 唐军骑兵正在向第三道防线押近 唐军的骑兵攻势虽然已经十分缓慢了 但是任何一个九经战阵者都能看得明白 吐蕃的第三道防线在这种大败的颓势面前 根本不可能坚守太长的时间的 而一旦第三道防线崩溃 第四道防线根本无法阻止唐军 唐军被压制住的机动性就会得到解放 彼时他们这些人 尤其是论清灵 很有可能都要站死在此处了 要知道 现在的先罗城内权力撑斗 还没有出现结果 但是在场的将领都认为 大象陆东赞胜出的可能性很大 而论清灵可是大象最出色 最看重的儿子 若是论清灵战死在此处 他们回去之后也没有好果的事 即便是跟随战死 恐怕家族也会受到牵累的 而论清灵咬紧了牙关 脸上一片紫红 大败 不到两个时辰 他的十万吐蕃边军精锐 他给予厚望 十分自信地认为能够守住的战线 认为可以给予唐军大规模杀伤性 消耗唐军的战线 在短短的两个时辰之内 就被唐军给撕碎了 自信的人往往难以承受这种打击 扛不住就会一蹶不振 若是扛住了 那经死之事 人生的各方面就会得到一次蜕变 而论清灵此时 恰恰就是处于这样一种状态之中 整个人眼神中闪烁着一种令人心悸的疯狂之色 紧盯着面前喊杀声震天 枪声震天的战场 走 加持将军走 马上就走 就在此时 忽然有将领终于咬牙下定了决心 不管论清灵愿不愿意 一个手刀斩在了论清灵的脖颈之上 在论清灵昏迷之后 一群人扶着论清灵上马 在数百名精锐的护卫之下 一群吐蕃军中的高级将领 驾骂仓皇逃走 将军走了 将军抛弃我们逃了 第四岛防线的吐蕃士族 很快便察觉到 论清灵等军中的高层将领逃走 在绝望的惊呼声中 第四岛防线率先崩溃 而失去了主心谷的恐慌 很快便从第四岛防线 向前边传递了过去 整个战局完全崩溃了 就连第一岛防线 零散抵抗的吐蕃士族 也生下了手中的火神枪 不管能不能逃掉 像无头苍蝇一般 在混乱的战场中乱窜 大局已定 李克放下了手中的望远镜 唇角露出了一抹笑意 哎呀 这一仗打的实在是太酣畅淋漓了 可不是吗 这自古以来 这种速战速决 酣畅淋漓的战术 还真是不多见啊 嗯 从此我大唐强军 有了赢取战场胜利 至关重要的核心战术了 这才是这一战最大的收获 李克身边的众臣纷纷喜笑颜开地议论着 是才心中的一丝紧张 随着吐蕃人的崩溃已经彻底消失了 而苏定方这时走了过来 哈哈哈哈 苏帅 恭喜恭喜啊 是啊 恭喜恭喜 恭喜苏帅啊 苏帅不愧是大将军的高祖 苏帅 清出于兰而胜于兰啊 大将军 为我大唐未来五十年奖胜军容 奠定了根基啊 群臣纷纷祝贺苏定方 就算是文武之别 文臣对武将喜好挑起战争不感冒 对武将颇有威慈 但在这一刻也毫不吝啬言辞 苏定方听闻笑着拱手谦逊的几句 而就在这时 李克开口命令道 苏将军 传令大军高呼口号 想者不杀 我们是要统治高原 杀太多的人 不利于我们将来收复吐蕃的民心 事故 对待吐蕃降兵一定不得打杀 派出会吐蕃雨的世子 待收拢降兵之后 进入战俘大营 告诉吐蕃降兵为什么 此番开战是为了什么 告诉他们 大唐代表着正义的一方 对于表现良好的吐蕃士兵 可以与少量的放他们离开 既给其他降兵做个榜样 从而减轻他们的抵抗心理 同时也让回去的降兵 把我们大唐进入高原的政策 以及正义性传播开来 刚开始 李克提及要放归部分吐蕃降兵 身边的群臣还挤欲张口 想要反驳 但当他解释完之后 所有人都恍然大悟 只见苏定方当即铿锵领命说道 臣遵旨 在苏定方离开之后 李克的目光看向了东南方向 那边是大小金川的方向 而薛仁贵领兵正在进攻大小金川吧 也不清楚薛仁贵的情况如何 若是两股大军能够相继破边境两道重兵防线 忙于政权争夺的先罗城内 必定无法短时间内形成有效的统一政令 那他们便可以乘机冲入高原腹地了 派出赤猴查探大小金川的战事进展 是 前兴九年五月初 距离土门关两百里外 两路大军合兵一处 前后用时不到十五天 而此刻 李克等人距离先罗城 也只剩下三百里的距离了 大唐势如破竹的进攻速度 惊得周围所有关注此事的政权浑身寒气直冒 军事坦丁堡 提比利二世手中 把玩的一块大唐制作的青梅玉佩掉落在脚下 心爱的玉佩应声碎裂 他都没有反应 他的眼睛紧紧盯着店内中央站着的赤猴 再说一遍 提比利二世面色赤红 声音极其间细催促道 那赤猴战战兢兢地说道 骑兵大帝 唐军土门怪之意 只用了两个时辰就攻破了吐蕃军神 冷清灵指挥的十万大军 而大小金川耗费了一天时间 也为唐军所攻破 这 唐军 唐军怎么会这么厉害 哦 上帝啊 现在的唐军恐怕已经被攻打西突厥的时候更加厉害了吧 什么叫恐怕 而是一定啊 和提比利二世一样 被大唐速度震惊的贵族老爷们 在听闻第二遍后 终于回过了神来 惊呼议论着 提比利二世这时也回过了神了 面色有些微微的泛白 放在膝盖上的手指 轻微的颤抖着 一股寒气从心底冒出 大唐军力的强盛 战力的强盛 让提比利二世 这个骄傲的罗马大帝感到恐惧 已经腐朽的罗马士族 能比吐蕃士族更加优秀吗 继续盯着 吐蕃高原的情况 第一时间将情况汇报回来 下达这样一道命令后 似乎离开许久 提比利二世 以及一群贵族老爷们 才渐渐稳住了心神 只见提比利二世 紧接着命令莫里斯党 把吐蕃派到我们罗马的世界赶出去 从现在起 断织一切对赌博的支援 快 对了 同时 莫里斯 你与大唐皇帝李克有交情 你以王储的身份 出使大唐 回来之后 我便将帝位传给你 任何人都知道 这位大帝虽然绝口不提被打脸的事情 但是许诺莫里斯回来后上位 就是一种政治表态 对罗马贵族 也是对大唐 希望用主动退位的方式 换取大唐 不要继续追究 他们暗中支持吐蕃的小动作 所有人都明白 这些事情瞒不过大唐的眼睛 要知道 如今在罗马 不知有多少唐人在行走 而唐人 是罗马贵族的座上宾 他们做的那些事情 是没有秘密的秘密 是 莫里斯领命后提议道 大帝 吐蕃的败落 似乎已经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是否在吐蕃败落之前 我方出兵进攻印度 争取将大小伯律 掌控在我们手中 为将来防备大唐 做准备呢 感谢收听 由菲鲁小说网 独家出品的 大唐 从今天开始告别皇帝 欢迎您继续收听 惹萨四 冲 冲上去 诛杀 监狱 慕容小军 行就三谱 喊杀声连续数天 几乎没白天 没黑夜地 响彻了整个仙罗城 而陆东赞的 清军侧大军 与慕容孝军的 宝皇军 相互依托 惹萨四 犬牙交错 互不相让地 一寸一寸地争夺着 北边 陆东赞的大军 已经抵达了 惹萨四 最外围的佛殿附近 而其他三边 还处于半山腰的位置 所有人都将目光 集中在了北边 陆东赞的 清军侧大军 想要从北边突破 继而定顶大局 而宝皇派 也在极力地防守北边 生怕北边失守 从而导致 整个大局的崩溃 山脚下 陆东赞 放下了手中的望远镜 扭头看了眼旁边 他最看重的儿子 最杰出的儿子 活着回来了 不过此刻 骑在战马上 宛若一具行尸走肉一般 眼神空洞 头发散乱 非但无法以其杰出的军事才能 帮助他尽快解决乱局 反而这副模样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周围人的事情 可饶是如此 陆东赞都没有因此而不快 乃至放弃这个杰出的儿子 他很清楚儿子 论清灵现在的情况 一个自信的人 遭受了如此强烈的打击 从未受过如此大的挫折 一时间是难以恢复过来的 当然 今后的论清灵 有两种可能 一个是变得浑浑噩噩 彻底被打掉一切的斗志和勇气 二是从失败中走出来 人生得到蜕变升华 他想象 若是能够完成 他的儿子将来的成就 一定不会亚于现在的大唐皇帝李克塔 只要在唐军抵达之前 攻破了惹萨寺 邪天子已令不沉 在短时间内 他一定可以整合整个吐蕃 这段时间散乱一团的地方势力 其中力量未必没有守住的可能 即便守不住仙罗城 退回吐蕃故地 借助故地的险要地形 背靠着大小伯律 以及印度和流域的肥沃土地 勉强挡住唐军 是没有问题的 将这份基业传给论清灵 他若是能够完成蜕变升华 他陆东赞延续的吐蕃 一定可以打入河西地区 与唐军在中原的沃土之上 一较长短的 可惜啊 论清灵还是不能明白 他的一番良苦用心 陆东赞篡位夺权 有权力欲望的私心作怪 同时也不相信如今的 吐蕃松赞 盲松盲赞 能够实现松赞 与他陆东赞 君臣两代人 为谋大唐沃土而做出的不懈努力 或许没有李克换一个大唐皇帝 陆东赞也不会走这样一条路 人性的复杂 在陆东赞的身上 体现得淋漓尽致 某刻 陆东赞缓缓地抬起手 面色冷肃地吩咐道 冷冻的声音 没有一丝的感情 能够让人感受到的 只有无尽的冷血与森浪 其身边 除了论清灵依旧浑浑噩噩之外 其他人的面色 均都不约而同地变了 而许多人面露振奋之色 陆东赞的新妇们看来 大象一直攥在手中 除了学习王城 才放出的三千死士拿了出来 这就意味着 定顶大局的时候到了 与此同时 慕容校聚 看着身边站成一排的 惹萨四五僧 他手中的刀 架在了活佛主持的脖子上 眼神却盯着面前的 上千名武僧说道 你们的主持能不能活着 就看你们能不能替赞普 挡住北面叛军的进攻了 去吧 我慕容校军 会在这里看着你们 英勇杀绝叛军 若是你们战死 本将会带着你们的主持 一起去将佛祖释迦摩尼的 一群武僧 眼神愤怒地盯着慕容校军 这个异端 而慕容校军 却根本不予理会 他扭头看了眼主持 只见主持的脸 气得是一阵清一阵白 却也是人为刀阻 他为余众 只得对他用佛理洗脑的 门下前程弟子 点了点头 双手合十 高颂佛号说道 阿弥陀佛 一段出现 现在是我佛门弟子 维护正义的时刻 让义端们看看 佛门子弟是何等英勇无畏 我们不惧怕死亡 我们死亡会浑生极乐世界 都大自在 一段死亡会坠入恶比地狱 受永生永世的折磨 去吧 去战斗吧 你们身影中去的地方 就有佛光普照 一群武僧 每个人的隔着窝 夹着一个炸药包 一手拿着刀枪 毅然绝然地转身下山 往北面走去 惨烈的战斗开始 一群是陆东赞训练出的忠心死士 为陆东赞的野心 可以做任何的事情 另一群是虔诚的信徒 北面的战场变得十分的残酷 一个个武僧 在开始后就高呼佛号 点燃炸药包 抱着冲入进攻的死士人群 只听轰轰轰 爆炸的声音接连不断地传出 而慕容孝俊看着 不由点了点头 也遇到 这就是佛光普照吧 慕容孝俊的话中 有着说不出的嘲弄 作为当权者 当然是不可能相信 这种所谓的神鬼诸佛 怪力乱神之事了 而慕容孝俊 与许许多多的当权者一样 无论是任何的教门信仰 都只是统治者的工具罢了 哼 主持冷哼一声 冷冷地说道 阿弥陀佛 慕容孝俊 给我也准备一个炸药包 闻眼 慕容孝俊不由愣着 事情事件 慕容孝俊郑重说着 将手中的刀放下 从主持的要求 可以看得出 这位虽然在朝堂之上 为了惹萨斯为首的吐蕃佛门 谋求权力 但也是一个虔诚的信仰者 并非如他一般 只是一个弄权者 而北边的惨烈厮杀 还在继续着 随着战局的不力 慕容孝俊 不断从其他三面抽调兵力 增援北边 其他三面 开始大踏步地后退放弃 不到半天的功夫 只剩下山顶的主殿 还在慕容孝俊的掌控之中 而此时 陆东赞似乎已经取胜一般 出现在王城内 杜正伦陪着陆东赞 行走在一栋栋威严 而不失华丽的建筑面前 陆东赞的手 不时地抚摸过身边的刁篮玉器 大夏 若是今晚还不能攻克惹萨斯救回赞谱 大夏就该离开了 杜正伦提醒道 唐军已经快抵近了 若是在唐军来之前 还不能定顶大局的话 那留在这里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他可不希望陆东赞失败了 否则他杜正伦真不知道 该去哪里当一条丧家之犬了 陆东赞停下了脚步 此刻他已经来到了正式殿 他站在殿门口 宁神看着里面最高处象征着皇权的座位 恍惚之间他仿佛看到了松赞坐在上面 满脸嘲讽地看着他 某刻 陆东赞回神 面色变得僵硬 吩咐道 周伦 你出城 老夫的家眷已经在城门外了 带着他们去吐蕃故地 我已经将绝对忠心我的军队 调入吐蕃故地 你去了之后 协助当地主将 尽快在故地建立起防御 一定要挡住唐军进攻大小伯虑的道路 杜正伦面色猛然大变 陆东赞已经在琢磨失败离开这里了 而为何不通知其他人 尤其是那些现在还依附陆东赞的贵族呢 以杜正伦的才智几乎瞬间就猜了出来 这些人要被他陆东赞抛弃了 而吐蕃旧有的贵族势力遍布吐蕃故地 将这些人连带其家人一起抛弃 将来有利于陆东赞 整合吐蕃故地的力量 好狠啊 杜正伦短暂的愣神之后 立刻拱手说道 请大象放心 整人一定不会辜负大象的厚爱 与众用他 陆东赞听闻笑了笑挥手说道 去吧 他当然相信杜正伦了 这条丧家之犬 如今除了极力帮助他稳定大局之外 还能有什么去处呢 与此同时 李克则领兵迫近仙罗城 天色江黑 一只大军点着火把 像一条火龙一般 徐徐地向仙罗城压去 李克勒马停在大军前行的道路旁边 感受着黑夜高远的凉风 他的呼吸有些困难 高远反应让他有些吃不消 而军中将士大敌也是如此 已经有大量的士族调队 让后面的大军收拢了 可饶是如此 李克也满脸的激动 爽朗笑着对着风说道 哈哈哈哈哈哈 宋赞 朕说过 有生之年 一定要亲自踏上高原 欣赏高原美景 你看到了吗 从此之后 华夏族裔 将会实现一个大融合 朕会亲自去你的陵墓前 祭拜你的 李克身边的文武众臣听闻后 不由会心一笑 胜利让大唐上下都十分的激动喜悦 而吐蕃 这个被他们看作超过西突厥的强敌 竟然如此的不堪一击 其实不是吐蕃不堪一击 而是大唐前兴八年的强军改革 让大唐军队的战力 更上了一个台阶 实战的检验 让大唐上至军臣 下至民间走足商贩 颇有一种 老子天下第一 独孤求败的感觉 当整个惹萨寺都陷入一片火海之际 一击从城外冲入 一路骑马狂奔 战马上的吐蕃将士 在火光的硬爪下 面孔布满了惊恐不安 激励尖锐的一路大海 只见陆东赞听闻这个消息 痛苦地闭上了眼睛 大象 怎么办呀 大象 是啊 大象 唐军来了 我们怎么办 我们怎么办呀 我们的家人还在城里的 大象 快撤吧 感谢收听 由菲鲁小抽网独家出品的 《大唐从今天开始告别皇帝》 欢迎您继续收听 早已依附陆东赞的吐蕃贵族们慌了 在陆东赞的身边 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一般 惊恐不安地大呼小叫着 而有些精明的人 已经悄悄地乐转了身下的战马 迅速离开 而这时 论清灵呆滞的神色 出现了一丝灵动 似乎从行尸走受的状态中 恢复了过来 陆东赞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遗憾地看了眼 在大火笼罩中的惹萨寺 继而缓缓地说道 下落车 已经无法坚守了 大家各自回家 准备撤退吧 我们在吐蕃谷底聚集 本下 已经在吐蕃谷底 布置兵力 一定能够挡住唐军的 众人听闻后 面面相觑 哦 感情陆东赞早已经准备好了后路了 许多人在短散的错愕后 很快地意识到了什么 面色瞬间大变 愤怒地看着陆东赞 恨不得将陆东赞给生通活泼了 然后也顾不得找陆东赞拼命 顿时急急忙忙 化作鸟兽一般散去 而陆东赞 根本不在意这些人怎么看待他 先罗城守不住 这些老旧贵族 对他而言 就是毫无用处的 反而会给他形成彻肘的棋子罢了 很快陆东赞身边 就只剩下为数不多的绝对心腹了 这些心腹的家人 早已经随着陆东赞的家眷 离开了先罗城 而陆东赞扭头 看了眼论清灵 淡淡地说道 我们也该走了 为父已经在吐蕃故地 为你准备好了一切 被靠大小玻璃肥沃的土地 为父相信 只要你能够蜕变成功 将来 你一定可以与大唐皇帝李克 一枕高下的 走吧 话吧 陆东赞根本不管山上的大军 勒马转向 率领留在他身边的心腹 策马扬鞭狂奔出城 而此刻 整个城内已经乱作了一团 城内的吐蕃百姓 也从贵族老爷们的行动中 嗅出了味道 恐慌地往城外逃窜 而论清明则趁着出城乱糟糟一团的情况 放缓了马速 从陆东赞的逃亡队伍中脱离了出来 论清明目视着其父领兵 往城门方向冲杀出去 杀的都是荒不择路 挡住的吐蕃百姓 他痛苦地闭上了眼睛 行 百姓苦 亡 百姓苦 其口中 南尼着中原汉人的一首狮子 吐蕃的权力斗争 让他感到绝望 在片刻后 论清明才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他看着一群从山上撤下来 慌张脱掉身上的盔甲 扔掉武器 想要逃出城内民相的士族 枪的一声 手中佩剑猛地拔出 振臂高呼道 吐蕃将往 谁愿意追随本将 为吐蕃流尽最后一滴血 随本将冲 驾 话吧 论清明根本不管身后的将士如何反应 催马便向着已经能看到点点坠坠火把光芒的方向冲去 将军是不败战神 跟将军冲 为吐蕃杀腿躺军 我们打了数天 自己人杀自己人 现在是时候为国尖重了 乱兵中一名骑兵将领 举着弯刀高呼 然后紧随着论清明冲了出去 当这名将领冲到城门处的时候 扭头往身后看去时 眼底不由闪过了一抹绝望 只有寥寥数人跟着他 跟着论清明 这位吐蕃战神往外冲 而其他的将士早已经不见了踪影 只留下一地的盔甲和兵器 走啊 城外十里处 论清明领着十数人 驾马汉子不畏 义无反顾地向着列政而立的十数万大唐精锐冲去 而李克领着大唐文武众人 起码助力于大阵前面 众人看着冲在最前面的论清明 于宁志不由感慨地说道 啊 这西南小霸王 在灭国之际 竟然只有一个论清明 文言 其他人不由点了点头 脸上也是感慨万见 吐蕃今日之局面 给大唐树离了一个反面典型 如何才能让大唐的一兆子民 始终与大唐朝廷的利益高度一致 始终与朝廷站在一起 团结在一起 这个课题不约而同地出现在这些文武众臣的心中 做好这篇文章 大唐将万事不衰 一定要做好这篇文章 这样一种坚定的想法在大唐君臣看着论清明冲来之际 在心中坚定地告诫自己 唐吉赫德 李克看着论清明 想到了前世他学过的一篇文章中的人物 论清明就是吐蕃的唐吉赫德 而唐吉赫德这种为世人所嘲笑着看似愚蠢 但其身上的那种精神却值得让人敬佩 陛下臣请求迎战 以一个武将的身份 给予论清明马格果师的荣誉 君臣沉默中 薛仁贵忽然策马出来 拱手铿锵请命道 准了 李克想都没有想 直接答应 马格果师是军人的荣誉 论清明于他看来值得这种荣誉 谢陛下 薛仁贵郑重一半 伸手将插在马腹旁边搭链中的马朔抽出 催马赢了上去 随着二人相遇 上 上 二人几乎同时用尽全力 大声嘶喊一声 然后催马冲向了对方 只听当的一声 马朔与长剑碰撞 火光并射 冷清明唇角泛起了一丝笑意 看着薛仁贵感谢道 多谢 告诉李克 行 百姓苦 王 百姓苦 希望他 终能够将 吐蕃百姓真正当作他所说的华夏族裔一份子 话音尚未落下之际 论清明握剑的手忽然松开 而薛仁贵也没有迟疑 闭碗用力 马朔斜着从论清明的脖颈扫过 只见论清明 含笑从马背上栽倒在地 眼睛紧盯着高原璀璨的星空 眼角有泪水滚落 唇角含笑 闭上了眼睛 陆东赞给予厚望的儿子 最终还是选择以自己的方式 为吐蕃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而后面冲上来的数十吐蕃将士 慌乱地停下 惊恐不宁地看着 仰面倒地的论清明 在犹豫片刻 手中武器相继发出叮咚落地的声音 然后膝盖弯曲 扑扑跪在地上 屁股觉得高高地 瑟瑟发抖 薛仁贵看着眼前这些 有勇气冲来 却最终选择活命的吐蕃将士 在看着含笑赴死的论清明 心中不由感慨万千 他听到了身后的动静 看到皇帝率领重臣靠近 连忙迎了上去 低声说道 陛下 论清明让臣转告陛下 心百姓苦 王百姓苦 希望陛下能够善待吐蕃百姓 嗯 李克陈颖点头 他看着已经彻底断绝生机的论清明 淡淡说道 你虽抗拒华夏族裔的大一统大融合 但你身上的这种精神 值得后人学习 你的话 朕也记住了 命人将论清明的尸首 好好收敛一番 后葬之 是 随后 李克率领大军开始抵近仙罗城 等他们到了的时候 芒松芒赞以及慕容孝俊 已经在城门处跪着了 多谢皇帝陛下 帮助吐蕃平定叛军 下国小王 叩迎大唐皇帝陛下 芒松芒赞 满是苦涩的大声高呼 而慕容孝俊 匍匐在地面 此刻也是满脸的无奈与苦涩 就兜兜转转 到头来 他还是做了最不愿意做的事情 而李克静止翻身下马 快步地来到了 芒松芒赞的身边 亲自将芒松芒赞扶起说道 来来来 快快请起 贤知不必如此 带朕去松赞赞扑的林寝 朕要亲自祭奠松赞 这个朕亦敌亦友的朋友 事业 大唐精锐 进入土博国的政权中心 仙罗城 随着大唐进入仙罗城 对土之战 已经取得了政治上的权胜 而皇帝要亲自去祭拜松赞 其实任谁都知道 这是对高原吐蕃百姓的一种政治秀 同样也是为了政治上的胜利 添砖加瓦 皇帝陛下 冷清明没有资格葬在祖父松赞赞扑的林寝旁边 一日 即将成为吐蕃王国之君的芒松芒赞 面色不渝 匆匆来到了李克面前 大声抗议道 而李克看了眼芒松芒赞说道 朕觉得 论清灵有这个资格 总是你祖父松赞 也一定认为他有这个资格的 虽然他们心中都只有华夏族裔 吐蕃一支的利益 但他们心中都装的吐蕃的百姓 也以此为目标而奋斗终生 先知是否因为陆东赞的反叛 而谦怒论清灵呢 芒松芒赞脸上露出了一次尴尬之色 大唐皇帝说得没错 他的确是因为陆东赞 而谦怒论清灵的 李克也根本不管芒松芒赞怎么想 继续说道 先罗城内如今人心惶惶 你作为吐蕃的君主 现在要做的事情 就是做好一个君主该做的事情 稳定人心 去做你一个吐蕃君主该做的事情吧 华夏族裔的大融合大团结 需要我们每一个人付出努力 朕会给你十年时间 配合朝廷 完成华夏族裔兄弟手足之间的融合 做好这件事情 你的功劳足以为后人称颂的 无论是芒松芒赞 还是在旁边的慕容孝郡 均都不由愣着 十年 李克的承诺分明就是在告诉芒松芒赞 还让他继续做十年的吐蕃国主 他们原以为李克一旦打下了吐蕃 如芒松芒赞 一定会被第一时间送去长安的 给他一个荣华富贵的身份 一辈子被无形地圈禁起来 当然 今后芒松芒赞这个吐蕃国主 要配合大唐 融合吐蕃 可就算如此 那也是一方国主啊 慕容孝郡很快就明白为什么了 松赞 贤赞谱在吐蕃百姓心中的影响力 让李克决定不采取激烈的方式 试图以掌控芒松芒赞 暂时稳住吐蕃百姓 然后大唐在吐蕃实施人证善证 大唐要用十年的时间 赢取吐蕃百姓的人心 从而取代松赞在吐蕃百姓心中的地位 李克的豪略与野心 既令慕容孝郡叹服又感到深深的无力 与这样一个人为敌 只要对方不主动犯错 或许永远都没有赢的可能性 而芒松芒赞的心中 不是滋味的躬身硬打 随后 芒松芒赞幸幸离开 李克这才看下了慕容孝郡 唇角带着一丝笑意 伸手拍了拍也已经垂垂老矣的慕容孝郡说道 慕容先生 这些年潜伏吐蕃 委屈先生了 先生为华夏族裔大融合忍辱负重 朕不会忘记 大唐子民也不会忘记的 慕容孝群的面色瞬间变白 身体都不由自主地晃动了几下 眼神喷火地盯着李克 唇角剧烈地哆嗦抖动着 但许久后 终究是无奈地叹了口气 苦笑拱手道 皇帝陛下 您有什么事情需要罪臣办 尽管阎明 这个劳苦功高的身份 承担不起 李克适才的那番话 若真是按照李克所言 在大唐的史书上写 那将来他慕容孝郡 必定要一臭万年的 他很清楚 李克一定要用他做事 担心他心中有抵触 从而不尽力 所以才暗示警告他的 如果做不好 史书就会如其适才所言一般记载 而李克笑了笑 转身背着手轻松说道 哈哈哈哈 你这些年久居吐蕃 对吐蕃的贵族阶层最是了解 知道哪些人心向大唐 心向华夏族裔 从此结束战乱纷争 化干戈为玉帛 齐心协力 建设发展整个族裔 而哪些人心有鬼胎 朝廷需要这样一份名单 另外 民间百姓组件的民武武装 正在从后面赶来 他们将会在大军攻克 吐蕃固地之后 随大军进入大小伯律 将来会控制于 罗马帝国接壤的边境地带 成为两国之间的缓冲器 而在此之前 朝中文武都推测 罗马帝国一定不会看着朝廷 将吐蕃全部吞下 一定会趁机捞好处的 这捞一点好处也无妨 但是绝对不能让他们控制了大小伯律 以及与朝廷直接接触 事故 朝廷希望慕容大人能够利用在吐蕃的影响力 写信给接壤边境的吐蕃将领 告诉他们 我们内部的兄弟相争 最后无论输赢 都是我们兄弟之间的事情 他们只要竭尽全力 守好疆土 不必参与这场纷争 将来朝廷一定会重谢他们 为我们这个族裔做出的贡献的 慕容孝俊听闻 总算是明白了 眼前这位千百年难出 伟大皇帝的目的了 只是他不明白 为什么不愿与罗马帝国直接接壤呢 似乎这位对罗马帝国的土地 并没有太大的野心 甚至不感兴趣啊 但慕容孝俊哪里知道 李克这么做 完全是因为阿拉伯帝国的缘故 正在崛起的阿拉伯帝国 需要一个对手去遏制 而这个对手 在李克为首的大唐君臣看来 罗马这个腐朽的帝国最为合适 所以 首先就要避免今后两国 因为边界摩擦 而导致矛盾升级 让罗马帝国的主要矛盾 从阿拉伯帝国转移到大唐帝国身上 这不符合大唐帝国的利益 以民武分封 控制两国接壤的边境地带 即便将来发生了冲突 也有缓和的余地 臣遵旨 李克在新罗城驻留一月之后 率领朝中文武重臣开始反京 对土战争自此 已经没有让李克太过在意的了 在一个月的时间内 苏定方薛仁贵房一职率领大唐清瑞 一路打到了吐蕃故地 正在与陆东赞领着的大军展开敖战 最后的胜利 已经不过是时间的问题了 而朝中还有许多的问题 等着李克去处理 李克离开的消息传到吐蕃故地 让已经山穷水尽的陆东赞 深深地松了口气 杜正伦轻松之举 又感到倍加羞耻 李克竟然对他视之为无误 似乎根本不在乎当初他的抹黑污蔑 他在李克眼中 俨然就连一只臭虫都不如 这种无误让杜正伦十分地抓狂 李克 我要让你知道 无误我的代价 杜正伦发誓 就算是吐蕃守不住了 他就算要死 也一定要让李克痛得刻骨铭心 随后杜正伦为陆东赞 陷上了一条毒计 前兴九年 九月九重阳节当天 长安城的街道两边 各种颜色的菊花 到了盛开最灿烂的时节 自从李克登基后 长安街面的花卉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就由真冠年间 先帝垂拱而至时期栽种的牡丹花 换成了菊花 从本质上说 这也是下面人揣摩上意 有羡慕讨好当今皇帝欢心的成分 毕竟谁都清楚 真冠年间 当今亲自独见修缮长安揭面之时 栽种的就是菊花 只是后来 在当今被扁封新罗之后 许多人希望抹掉当今留在长安的痕迹 便将菊花换成了牡丹花 而对于下面官员的这些小心思 李克看得一清二楚 对此他没有制止 算是默许了 毕竟栽种菊花的成本 要远远小于栽种牡丹 这种娇贵的花卉 也算是变相 为朝廷减少了财政的支出 而许多时候 作为上位者 对于下面一些人 心思不纯的羡慕 需要保持沉默 而上位者 通过自己喜好的表达 约束自己 利用下面人揣摩上意的这种 绝不可能杜绝的心理 来达到执行 改变天下的效果 往往在一些小事上 用这种方法 能够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当然 这就要求上位者 己身要正 如果自己身形不正 揣摩上意的那些下面的官吏 自然也要把经给念歪了 在一天的祭祀忙碌之后 天色擦黑 李克才领着群臣返回了太极宫 宫内 李克召见中书省和皇家大医院等众臣 每个人面前都放着一杯冒着热气的香茶 李克揉了揉眉心 注意到这些众臣正经危坐 他抬手 笑着指了指了指众臣面前的茶展说道 不要拘束 大家都累了一天了 先喝点茶 谢陛下 君臣连忙谢恩 虽然当亲比先帝更加亲和 但是这位皇帝身上的霸食 却远超先帝 做前兴年间的臣子 要比做真冠年间的臣子 更有压力 片刻后 李克缓缓地放下了手中的茶展 笑着高兴说道 这些年 我们的农田水利 蓄力推广 农作物培育等各方面 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在回来的路上 朕也看了 沿途的庄稼长势不错呀 有足够的粮食 就可以确保我们大唐 养活更多的人口 朕希望 大医院联合朝廷 由各地方官府主导 大医院管理下的地方工农会组织 能够在今年的年节之前 对整个天下 做一次全面的人口户籍清查 自从征锡之前 我们进行过一次人口清查之后 已经将近九年的时间 没有再清查了吧 朕琢磨着 这一次清查 即便我们的人口 无法达到一万万 想来应该也差不多了 不要担心我们养不活 水军正在宜州建立军港 而根据水军这些年 对宜州的大体摸牌 他们给朕递交了一份折子 宜州除了早些年渡海抵达的先民之外 还有大片未经过开垦的沃土 至少可以养活三百万人 而水军这些年 也在不断地深入大海深处去探索 朕相信 在大海的深处一定还有 如同宜州一样的沃土 在将来 西北方向的绝对防御圈形成之后 本朝将进入较为长期的和平时期 与其向西北方向用兵拓土 让民间百姓承受父子母子兄弟的生理死别 得到一些贫瘠的土地 还不如让水军在大海中四处探查 寻找如宜州一般的沃土 鼓励我们大唐子民 努力老婆孩子绕炕头的造娃呢 让我们的百姓在哪些散落在大海中的沃土上 用我们勤劳的双手打造我们锋利的锄头等农具 我们更为先进的农耕文明去开创自己的好日子 所以我们需要人口 大量的人口 皇帝终于对群臣阐述清楚 在击败土拨形成绝对防御圈打造成功之后 大唐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朝廷国政的长远战略了 而如今的大唐举目四望 已经处于一种独孤求败的境界了 争冠年间的革新 经过这么多年的酝酿发展 也终于开始井喷般的全面爆发 民间的活跃程度让宫中的使官们都不知道 该用什么样的词枣来描绘形容才更加贴切 至少如今民间的繁荣和活跃 百姓的富足 在此之前的历朝历代 历来的圣贤 都没有给他们留下可以借借的经验 处于这样一种前所未有的繁荣昌盛境况中 按照历代君主的正常行为 很快就会被眼前的巨大成就而感到自满自豪 寄而迷失 喜闻厌武的历史惯性 似乎很快就要出现上演了 而皇帝在此之前 虽然还没有表现出这种苗头 可朝中的官员已经出现了 这是一种十分可怕的事情 在座的都是这个国家最为精英的一批人 他们手中握着这个天下 所以无论是革新系为首的年轻一辈 如马周 岑文倩等人 还是以士族系为首的余宁志宇文杰等人都敏锐地察觉到 新时代的背景下 新时代的各系年轻一辈人才 在特殊的环境中已经出现了不同于他们的变化 而如何才能让革新系 亦或是士族系在歌舞升平的年代中保持当初的初心不变 成为了考验两系的一个重大问题 也正是因为如此 才会有长孙无忌等老一辈人 在这段时间内从各地相继返回京城 他们要对新时代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 如何继承他们各系的初心与精神 展开一场大讨论 这不光关系着两系的未来 更加关系着整个大唐朝廷的未来 皇帝对于未来的长远战略计划 令人别开生命之余 众人也很快明白皇帝此举的目的了 这开疆拓土只是目的之一 皇帝真正的目的在于 用征服大海来延续大唐包容 开放勇于进取的精神 当人已经不足以成为大唐帝国的对手之后 皇帝为大唐找到了天地万物这个假想地 而宽广无边波澜壮阔的大海 能不能承担起这个责任 在座的众人都没有怀疑 大唐已经认识到了大海 感谢收听由菲鲁小说网独家出品的 《大唐从今天开始告别皇帝》 欢迎您继续收听 皇帝并没有刀枪入库 马放南山的意思 众臣们心中的担心总算是松了口气 笑着拱手大声领命他 请陛下放心 臣等一定配合好 做一次更为精准的全面人口户籍普查 对此 李克一点都不怀疑 通过打破士族对天下的垄断 朝廷的触角深入了乡野之中 而皇家大议院在天下各地有人的地方 就组建工农会等等 已经将整个民间无形地组织了起来 如今的大唐早已经不是以往 封建皇权那种松散的民间形态了 李克通过种种的改革 已经将整个民间组织了起来 而在这种情况下 做一次更为精准的全面人口户籍普查 还是能够做到的 李克满意地点了点头 继而笑着吩咐道 对了 一周送来了书信 朕的舅舅 老财府长孙大人 不日将抵径 大院和中书省 在长孙大人抵径之际 代表朕出城迎接 臣等遵旨 对此事 群臣没有正合的意义 皇帝尊重甄贯朝 对朝廷做出贡献的老臣 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 就在此时 三宝忽然急匆匆地从外面小碎部跑了进来 奉上折子之际急促地说道 陛下 陛下 吐蕃前线苏帅和薛帅的折子 吐蕃人为制造了一场瘟疫 整个吐蕃故地出现了大范围的人处死亡 我方大军之中也出现了大量感染瘟疫的伤员 情况十分危急 苏学两位将军请求朝廷能够争掉更多的郎中去吐蕃防治瘟疫 啪的一声 这会儿李克也已经匆匆地看完了折子 只见他把折子猛地拍在暗毒上 面色铁青 咬牙说道 丧心病狂 简直就是丧心病狂 三宝 传令进入土包的大军 留在土包 没有朝廷的命令 不得向后撤退 同时 以朝廷的名义 向行走在天下的医者发出征召令 命令各地的水路运输 机车运输 对于各地医者向长安集结 必须无条件 给予配合 同时 传令岭南的孙老神医 让岭南医学学书派人前往土坡高原 李克好像忽然想到了什么 再度开口补充道 对了 严令孙老神医 不得前往 孙思廟年纪也大了 这样一位医学瑰宝 李克绝对不愿意踏在高原上出事 他留在医学书院 将其一身本事传于后人 比去土坡救人起到的作用更大 而随着李克的命令下达 整个大堂 开始像一台庞大的机械一般迅速而 有条不稳地运转了起来 土坡高原爆发瘟疫之事 也不知从什么渠道在中原传开 不知多少父母妻女 不安地担心看着高原的方向 心中默默地为丈夫 为儿子 为兄弟 为父亲 祈福着 土坡故地 一座低矮的土城中 一片四季 凌乱的街面上 到处都是散落的破烂衣服 以及各种器具 大白天 高原的风吹过街道 发出呼呼的叫声 宛若厉鬼的咆哮一般 而烈日奄奄的艳阳天 却让人有种浑身寒气直冒的阴森感 也就偶尔从街面走过的土坡巡逻兵 让人心中能够得到一丝丝的安全感 而这些土坡兵也全都垂头丧气 搭拉着脸 明显没有一点士气 原土坡王公 说白了 其实就相当于大唐大户人家一样的大宅子 只见杜正伦用手绢捂着嘴鼻 带着几名护丛 从王宫中走了出来 面色说不出是轻松还是阴郁 他刚刚入王府去见陆东赞 陆东赞已经彻底失去了雄心了 当论清灵战死的消息传来后 陆东赞的斗志便遭到了极大的打击 紧接着 随着大唐精锐大军抵近土坡故地 一次惨重的失败后 绝望弥漫在每一个人的心头之际 陆东赞便彻底地放弃了 所以才接受了他的毒计 只见杜正伦带人来到了土城东面 一片被木质栅栏围起来的营地 而营地的外面戒备森严 救救我 远远的便能听到里面凄惨惊恐的哀嚎声传来 这里面收押着所有被瘟疫感染的病人 出现自己人也被感染的情况 无论是杜正伦还是陆东赞 其实早在做出决定的时候 他们就心知肚明了 何况因为高原气候的问题 单纯等尸体腐烂形成瘟疫 十分的困难 他们在人为制造瘟疫的同时 让高原草地下面的一种大老鼠啃食死尸 现在到处传播的协议 其实是瘟疫加鼠疫的混合型 以高原的医疗程度根本无法应付 所以凡是被感染者只能等待死亡 当然按照道理来说 这种感染者现在应该以最快的速度斩杀 然后焚烧一次性遏制瘟疫在内部的传播 不过杜正伦却不愿意这么做 他要用这些将死之人废物利用 从而达成更大的目的 只见他在护兵的陪同下 杜正伦走上 助力在大营外面的瞭望塔上 居高临下观看之际 便可见大营内部简直如同人间炼狱一般 被关押至此的吐蕃士族百姓 没有人照料 没有吃的到处都是死尸 而有些人已经在这里被关押了一个月了 至于这一个月的时间内 这些人是怎么活下去的 所有人都心知肚明 但是杜正伦却不会有丝毫的怜悯 能不能给予大唐沉重的打击 迫使大唐从高原退兵 可以让他在高原上苟延残喘 他所有的依仗就只剩下这一条毒计了 杜正伦小心翼翼地捂着嘴吩咐他 我阐述你们向内喊话 里面的吐蕃子民听着 大象即我本人 现在给他们一条生路 吐蕃的医疗条件 无法治愈这种唐人带来的瘟疫 他们想要活命就只能离开这里 先往唐人的军营求助 唐人有足够的物资储备 以及医疗条件 或许可以让他们活下去 杜正伦说话之际 捂着的手帕也不敢拿开半份 而他身边的护从 则开始大声地向营地内呼喊 当天 杜正伦看着数万感染瘟疫的土拨子民 在大军远远的监视之下 宛热一群行尸走肉一般 一边为瘟疫折磨得浑身瑟瑟发抖 目光痴呆 却又带着对生的希望从城内走出 消失在旷野之中 其唇角便不由泛起了一丝冷笑 只见他自言自语说道 李克啊 数万感染瘟疫的土拨人 大部分会抵达你的前线军营 你就还是不救啊 就你的前线大军被感染的机会加重 不救 你即便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一腻一代人的时间 也别想抹掉吐蕃百姓 对大唐的仇视了 而其他散落逃亡吐蕃各地的感染者 会将这瘟疫扩散出去 将整个吐蕃都变成人间炼狱的 哈哈哈哈 我倒要看看 你们还怎么在高原上站稳脚坑 这便是杜正伦失此毒计的目的了 成则唐军退兵 高原保住了 即便是损失惨重 至少他这条丧家之犬 有了一条铁士伤口的栖息之地 至于高原百姓的生死 作为一个上位者 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 从而维护自己的利益 百姓不过是这棋局上一颗颗黑白色的棋子 即便是败 即便此季最终失败 他也可以给李克给大唐造成重创了 让李克明白 他杜正伦即便是失败者 也足可以让大唐痛彻心扉 长安老族县机车车站 老族县机车车站经过这些年的商贸 以及人员流动的长足发展 为满足需求 早已在原来的基础上 扩大了十倍不止了 以车站为原点 扩散在旁边的商铺 货舱民宅等等 占地面积已经完全超过了老族县县城的面积了 适日一群群排列整机身穿长衫的人 密密麻麻地站在乐台上 而周围的商骨百姓 全都默默地看着这群特殊的同胞 这些人中有老有少 甚至还有个别的女子 在他们不算统一的着装上面 有间的臂膀都有着一个相同的图案 由绿色丝线绣成一棵两叶草 向两边分叉 在叶草的上面 拖着一轮用红色丝线绣成的红日 而圣守人心四个字 则绣在图案的两边 这是行走在大唐天下的医者 而他们臂膀上的图案 则是属于医者才能够佩戴的图案 这图案是老神医孙思淼亲自设计的 娇阳下茁壮成长的小草 象征着内心光明正大 象征着生机勃勃 这就是一名医者该有的品德 也是孙思淼对他培养出来的一个个徒子徒孙的一种厚望 而圣守人心这四个字 更是孙思淼求当今陛下亲自赐下的 也并非所有的医者都能够拥有这种象征身份的标志 只有在行医过程中留下良好风评 由岭南医学学院以及各地医学学院成立的医家联盟 调查医者在天下的风评 然后进行评定 由朝廷批准之后才可以佩戴他 但凡是能够佩戴这一标志身份的图案者 行走在大唐的任何一处 上至封疆大利 下至小民百姓 就算是亡命之徒 也会给予最崇高的敬意的 这几乎已经成为大唐各阶层 各界每一个人的共识了 而此刻 这群人将代表大唐出征 他们作战的方式不同于军队 他们是去救人的 只见李贤站在这群受天下人景仰的医者面前 看着这些人心中不由对其父皇更加佩服充满敬意 许多人当初对父皇以及孙神医对医者的推崇 以及各种身份象征的举动不以为意 可事实证明父皇做的是对的 物质上的东西绝对无法让这群 怀揣着既是救人忍者之心的医者 不顾生死的危险从而前往高原的 而以他们的名望 以他们的收入 也没有必要去高原冒险 感谢收听由菲鲁小说网独家出品的《大唐从今天开始告别皇帝》 欢迎您继续收听 可随着朝廷的一声令下后 遍布大唐天下的所有医家成员全都动了起来 眼前的近千人只是第一匹 还有更多的医者坐着船骑着马 乘坐着列车从天下各地赶往长安 圣守人心这是一种责任感和荣誉感 绝非是对待医者物质上的优待能够实现的 殿下 栽负于宁智的声音令李贤回神 他这才想起了子行的目的 面色便不由渐渐变得郑重而严肃 诸位胜手人心的医家贤者 此番能够响应朝廷的号召 自发主动前往吐蕃 父皇对诸位贤者的高风亮节十分高兴 只见李贤拱手郑重地说道 而父皇事务繁忙 无法抽出时间为诸位贤者送行 特命本王亲自代为送行 特命本王再次拜谢诸位 话中李贤郑重一拜 草民等不敢 此乃草民等身为医者的职责所在 一群有着优良医德的医者 纷纷成惶成恐地作一回礼 而于宁智作为当朝首府 走出来笑着说道 哈哈哈哈 诸位贤者当得起 陛下还传话 虽然无法为诸位贤者送行 但是诸位凯旋而归之日 陛下将亲自迎接诸位凯旋 而此番唐王殿下 也要同诸位一同前往吐蕃 唐王将作为中原医疗物资的总调度 各位医家贤者 在高原所有的要求 都可以向唐王提出 朝廷就是诸位的大后方 只要有利于遏制高原瘟疫 且高原 我诸下子民于水火之中 朝廷是有求必应 随即 于宁治这个首府 代表着朝廷 对着一群医者 正中作医败写道 啊 这 殿下也要一同去吐蕃呀 这太危险了吧 是啊 不过 也只有咱们陛下 才有此爱民之心了 周围围观的百姓 以及医者们听闻后 纷纷惊讶地低声议论着 任谁都没有想到 在吐蕃高原的瘟疫 如此严重的情况之下 陛下竟然要将长皇子送往高原 要知道 现在任何一个登上高原的人 可都是有可能感染瘟疫的 而于宁治 听着周围人的议论 眼神余光 再看看站在身边面色平静 泰然处置的这位长皇子 心中多了一丝欣慰 自征锡之战回来后 或许是陛下发现了这位长皇子 对生命的敬畏有所欠缺 所以这些年 一直让其在下面历练 隐姓埋名地在各地方 见过工农会 切身体验过底层百姓的艰辛 也随着海上 以及路上的驼队向西方开展贸易交流 这位长皇子也是刚刚回京不久 不过成长是明显的 原本其身上很明显的先帝风格 在经过了六七年时间的历练 少了些许内心的权殊冷漠 多了一份仁慈之心 这就是陛下对这位长皇子的良苦用心 而此番陛下命长皇子亲自前往吐蕃抗击瘟疫 除了要表示朝廷对吐蕃百姓的重视 为这位长皇子著名 同样也是在历练培养长皇子的一颗人心 而一家贤者们先后陆陆续续有序地登上了机车 就在李贤要登车之际 对于宁智郑重恳求说道 首府 硬医疗物资 尤其是口罩 朝廷一定要全力确保不能再死太多人了 于宁智面色正重 拍着胸脯保证道 殿下请放心 中书省已经责令地方的制衣工坊进行转产了 这种物资绝对不会拖殿下的后腿的 倒是殿下 机车不能进入吐蕃 是一个客观的现实困难 为了确保瘟疫不会蔓延到中原境内 殿下在抵达吐蕃之后 就必须从吐蕃内部协调整顿出一批吐蕃人 来完成吐蕃境内的运输了 而朝廷对土新战 吐蕃百姓恐怕会有抵触 这是殿下入土之后一次最大的考验 请殿下一定要慎之又慎啊 虽然这番话似乎表现了以余宁智为首的中书省 对他这个长皇子的不信任 不过李贤并没有因此而不愤 这是苦口良言 请首府放心 小子一定与盲松盲赞赞谱进行良好的沟通协商 确保物资运输 李贤回答道 于宁智听完 这才放心满意地点了点头 与盲松盲赞这个赞谱协商沟通 李贤已经告诉了他入土之后的行事准则了 不会以大唐长皇子的身份去压迫吐蕃 命令吐蕃服从的 他将会谦虚地与盲松盲赞进行合作 只要能够领盲松盲赞全力配合 征召百姓进行吐蕃断的物资运输 出大问题的可能性就很小了 随后 于宁智等人目视着李贤登车离开 而于宁智等人并没有立刻离开 就在李贤所成的机车启动后不久 就有马蹄声响起 于宁智等人扭头 便见李成钱、李泰、李志、李又几位王爷 起码从远处而来 他们都清楚 其实刚才这些个王爷就在不远处 只是没有露面罢了 他们今天除了送这只首批抗击瘟疫的队伍离京 同时还要再次迎接一个人 那就是雄聚贞观一朝朝堂的前首府 长孙无忌 陛下为了表达对首府的重视 不但命令中书省全体出城迎接 更是让大议院的诸王前来代表皇室迎接 可谓是给足了氏族系这位老大人面子 当今朝廷在防渡存储这些人相继先世 恐怕也只有这位老首府有此资格了 这份荣耀倒并不全是因为长孙无忌与太后的关系 更主要是老首府长孙无忌在退下来之前 在皇帝推动默许之下 改革氏族系做出的贡献 当然 改良氏族系也是时代背景之下 对氏族系提出的时代要求 就在中书省与大议院两班人闲话之际 气敌的鸣叫声响起 紧接着便见一列机车从远处驶来 待机车停下 各个车厢门打开 有大量的百姓从车厢内涌了出来 虽然好奇地看着于宁志等人这边 却也不敢靠近 直到月台上的人渐渐变得稀疏 长孙无忌夫妇才在安乐和羔羊的搀扶下 从机车上走了下来 拜见老守府 拜见舅舅 长孙无忌看着眼前的大唐朝廷新生代中青层 如今已经走上了全力的巅峰 心中不由感慨良多 同时也对宫内那位外甥 表达出对他如此隆重的重视而感慨万千 哼 不过长孙无忌却故意板着脸冷哼了一声 而旁边的老七听闻后 面色不由变了变 眼底闪过了担忧之色 丈夫回京 尽管觉得当今那位的性格不至于对丈夫不利 可君威难测 地心深似海啊 丈夫才刚刚下车就如此 让他心中着实有些不安 只问长孙无忌冷冷地教训道 陛下最不喜欢官场上的迎来送我了 什么时候你们中书省和大议院 作为天下百官的表率 却主动提倡这种不良风气了 是不是觉得从此之后就可以刀枪入库 马放南山了 于宁智听得不由苦笑 恐怕老首府看到他们来这里 以为是皇帝随着天下前所未有的大好局势形成而变了 所以在通过训斥他们继而说给陛下听的 老首府不知朝中情况 不知陛下的日常做出这种判断 由此反应也是情理之中 不过圣恩可不能就这么被博士了 不管如何总归是不好的 于是于宁智连忙作一解释道 哎呀 老首府误会了 晚辈等主要是来送入土抗击瘟疫的一家贤者 以及长皇子殿下离经的 因知晓老首府回来的时间刚好是今天 如此停留片刻 顺便迎接老首府 就在这时 里程前也带着李佑等人走了出来 李佑娶了长孙无忌的掌上明珠 他指晚辈里解释道 岳父大人 首府说的是实情 岳父一路舟车劳顿 还是先回城吧 魏征老大人和高继府老大人 已经在城内等着岳父了 哼 长孙无忌美好气地瞪了眼里又 哼了一声说道 这两个老不死的 还真是命硬 还没死啊 魏征和高继府是前朝朔国仅存的几位之一了 魏征和高继府被李克大赦之后就直接离开了朝堂 而魏征更是因此而改变了命运 成为了活得最久的几个前朝老臣之一 不同的是魏征和高继府代表的是革新系 而长孙无忌代表的是士族系 李佑的传话代表着革新系与士族系 希望能够进行与此交流 只是长孙无忌还琢磨不定 这是皇帝的意思 还是革新系那些激进的混账们 自己主动提出来的 这二者是绝对不能等同世之的 若是陛下的意思 那见一见倒也无妨 此番回经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要就新时代客观环境条件下 士族新时代在未来如何以身作则 做出新的士族系理论调整 内部修身约束调整的 同样这个问题也困扰着革新系 如果双方能够交流探讨 或许能够互相印证彼此这些年的考量 让自己的想法更加完善 只是若不是陛下的默许 擅自接触 无论上位者多么的宽宏大量仁慈 这都是犯忌讳的 而李又显然看出了岳父的谨慎 这些年的历练 他早已不是当初聊通 那个毛毛躁躁的小子了 他笑着说道 哈哈 岳父大人和先回府中休息片刻 两位老大人正在宫内与陛下下棋呢 看似一句不着调的话 长孙无忌便全都明白了 李又忽然提及陛下 那就是在暗示 这是皇帝默许的 嗯 长孙无忌陈颖点头道 好些年没有见赎惠了 就去你的王府吧 长孙府就不要收拾了 故意以老卖老地吩咐了一句 长孙无忌就背着手 往旁边靠着的马车走去 走到马车的旁边 就在要登车之际 忽然又说道 长孙无忌 长孙无忌 魏征高继福等前朝老一辈 士族系 革新系 朔国仅存的代表人物回京 一时间 即便是普通的百姓都明白 这预示着 朝廷两大派系 士族系和革新系 将会有大动作 感谢收听 由飞鲁小说网 独家出品的 《大唐从今天开始告别皇帝》 欢迎您继续收听 师弟 军营中的情况怎么样了 高原 唐军大营中 苏定方看着薛仁贵 走到了帅长门口 将口罩摘下 顺手扔进帅长门外 燃烧着的铁桶中 走了进来 便着急地询问道 为了确保军中将领 不受瘟疫感染 时刻能够掌控着 二十万精锐大军 他 薛仁贵 以及防衣职三位 军中高级将领 进行了明确的分工 他作为主帅 坐镇中军 负责指挥领导大军 而薛仁贵 负责军中的防疫事务 凡是军中将士感染瘟疫 全都由薛仁贵进行负责 而防疫职主动请命 率领两万府兵 配合盲松盲战所掌控的 部分吐蕃兵 负责高原上的百姓 一旦发现高原百姓 感染上了瘟疫 就由他们进行集中收治 而现在外面集中收治的情况 很不乐观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缺少医疗物资和医者 军中随军的军医是不少 可是确保军中将士的 生命安全更加重要 一旦整个大军 为瘟疫所波及 那造成的后果 就会更加可怕 毕竟这二十万大军 不但是朝廷的精锐 更是弹压 弹压吐蕃局势 最重要的一股力量 若是二十万大军丧失战斗力 那整个吐蕃的局势 瞬间就会崩塌 且不说陆东赛 会抓住时机反攻 就是吐蕃的瘟疫蔓延 也会不受控制的 现在的吐蕃 无论是盲松盲赞 还是陆东赛 其实都已经暂时失去了 对地方的统治能力 而吐蕃各地方 忐忑不安保持着静默 就来自他们所捅下的 大唐二十万精锐之事 大军丧失战斗力 地方的野心家 以及瘟疫造成的人心惶惶 必然会让整个吐蕃 风烟四起 乱如一团麻的 彼时 瘟疫会随着乱局 彻底在高原蔓延不受控制 只见薛仁贵走了进来 在旁边坐下 喝了口水 放下了茶杯面露忧虑地说道 情况不容了怪 军医说了 现在是瘟疫和鼠疫 混合在了一起 恐怕会死很多人 啪的一声 苏定方忍不住 把手拍在了帅岸上 咬牙怒道 他妈的 陆东赞和杜正伦这两个人 将来抓住后 定将其二人千刀万剐 此二人简直就是丧心病狂 爆爆 就在此时 有急促的声音响起 只见一赤猴急匆匆地跑来 在外面便大喊道 苏帅 紧急情况 吐蕃固地有数万感染者冲出来 大部分军营的方向而来 部分向四散逃走了 哗啦一声 苏定方与薛仁贵 惊得蹭得下起身 数万感染者靠近大营 这太危险了 而且还有一些人 向其他地方四散逃开 此情况下 很有可能造成瘟疫 在吐蕃高原彻底失控的 薛仁贵当即开口建议道 师兄 你作战中军 我带人截住冲往军营的感染者 在距离军营较远的地方 设置收治大营 另外 我建议师兄 必须派出部分骑兵 拦截住四散逃走的感染者 最好传令驸马 让他马上带人 从四敏向吐蕃固地的方向靠拢 尽可能不要有漏网之鱼 携带着瘟疫在高原四处传播 苏定方想都没想 便点头同意道 好 就按照你说的吧 你自己也小心点 弹压感染者的将士 所有人都必须戴着口罩 军中的口罩 除了军中收治营的需求 全都满足你们 是 薛仁贵领命后不做耽搁 便立刻离开了 与此同时 正与两个外甥 一同乘车入城的长孙无忌 也在询问高原的局势 长孙无忌听二人 你一言我一语地讲述完之后 皱了皱眉头 叹了口气说道 嗯 希望瘟疫能够得到有效的遏制吧 舅舅放心吧 大批的医者以及医疗物资 正在向高原转运呢 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李承前较为轻松地说道 而长孙无忌 看了眼面前的两个外甥 在陈寅许久后才询问道 听说陛下 恢复了你二人的王决 这是前兴七年的事情 前兴七年 由李承前 以及李泰尔人合力 对李氏皇族一些不法 为非作歹的皇室子弟 进行了一次严厉的整顿 其中更是牵扯到了 多位皇族大议院中的皇室成员 宗正寺也借此机会 在皇帝的默许之下 对大议院下辖的地方工会管理成员 进行了一次波及全国的大范围清查 将一些不法之徒 害群之马 从中揪出来 明正典型 宗正寺此举是违法的 宗正寺只有对皇室宗亲的管辖约束权利 并无对地方工农会组织的约束权利 而当时朝廷有许多牵扯其中 或者有利益联系的人 对宗正寺进行了弹劾 而皇帝却直接赋予了宗正寺 携办稽查地方工农会的权利 更是借二人此番立功 以此为借口 恢复了二人剥夺八年之久的王决爵位 至此 朝廷至少那些弹劾的声音便瞬间消失了 皇帝的连番举动 很明显就是在对外释放一种态度 其实也正是宗正寺 这次对天下工农会的清查 让士族系以及革新系看到了新时代背景之下 两系新时代下一些不好的苗头和风气 两系便开始反思 在新时代的背景下 在两系原有的核心指导理念基础上 该如何进行变革 从而确保永保生命力和战斗力 不至于迅速地腐化堕落 里程前二人听闻后 点了点头 面露笑意 还有一丝丝的得意之色 前兴七年 以他们为首掀起的大规模整顿清查 一直到今年才彻底结束 在这场清查运动中 他们二人算是在天下人面前露足了脸面了 从而一举扭转了当初政治产生的不好名声 现在出去也不需要夹着尾巴做人了 总算是能昂首挺胸了 而长孙无忌 瞧着二人尾巴都有些翘起来 毫不留情 也毫不顾及二人是亲王 直接提醒道 嗯 虽然你们恢复了王爵 但你们也不要有任何不该有的心思了 无论是革新系还是士族系 都不会支持你们的 闻眼 二人脸上的笑容瞬间凝滞 心中多少还是有些不舒服的 不过 这只是因为长孙无忌的话有些刺耳 倒不是他们还有什么非分之想 没有人能够挑战当今坐在九五至尊之位上的那个人 那个人的皇位比泰山还要稳 而就在李太心中不爽 刚想要开口讽刺几句的时候 马车忽然停下 哈哈哈哈 长孙老狐狐狸 你还没死啊 真是好人活不长 祸害一千年呐 车内的三人还未反应过来之际 外面就有冷嘲热讽的声音洪亮的传入 哼 长孙无忌哼了一声说道 你为话准 怼天怼地这么多年都没有被人搞死 我长孙无忌一生处世圆祸 又怎么可能走在你前面呢 哈哈哈哈 话中长孙无忌撩起了车帘 视线中便出现了头发花白 也老太隆重的魏征和高继甫二人了 只见高继甫双手拢在袖子中 正站在一边含笑看着他们二人斗嘴 哈哈哈哈哈哈 对视的某刻 长孙无忌和魏征不约而同的养头爽朗大笑 长孙无忌起身下车 李承前与李太二人目视着长孙无忌三人 走入了魏府 他们其他人谁都没有进去 在三人进入府中之后 他们就自行离开回宫了 魏府花园中 长孙无忌三人在花园小径中随意走动 正值下丘交接的季节 园中百花镜香绽放 争其斗艳 蜜蜂和蝴蝶在其中穿梭飞舞 好一派热闹的景象 宛若现在的大唐一般 长孙无忌观赏之际 忽然笑颜挤得道 魏老匹夫 看来如今这魏府 不是你当家做主了 魏征听闻不由微微地愣着 而高继府却笑着好奇地询问他 魏征秀 何以如此推测啊 长孙无忌面露一丝小得意 指了指周围的花圃说道 魏老匹夫当家做主的时候 这魏府的花园何曾有这等美景啊 老匹夫虽然自诩是文人 可其为人却如同其那张臭嘴一般 极其粗鄙 这等赏心悦目的花圃 也只有老夫的外甥女 为老匹夫的儿媳妇新成公主 才能打理出来吧 哼哼 嗯 长孙无忌说完 鼻孔发出了挑衅的声音 故意瞥了眼魏征 而魏征非但没有恼怒 反而面露得意之色 哈哈哈哈 长孙狐狸 你羡慕嫉妒恨对吧 别看先帝将咱下了朝遇数年 可这心中啊 始终念着咱呢 套神你长孙狐狸 哼哼 魏征不甘示弱 也在话落 故意阴阳怪气地呵呵了两声 长孙无忌一笑复之 三人走到了花园的凉亭中 整个魏府 所有人都避开了这里 将空间留给了三人 在落座之后 三人自己动手煮茶 在鼓鼓沸腾的声音中 清风吹拂而过 闻着令人心旷神异的花香 静静品名 直到某客 还是魏征首先沉不住气 开口说道 老狐狸 我们也是将死之人了 有些不成器的小辈们 搞出些糟心的事情 而那些朝中各派系代表的混账们 又把这件事情推给了我们 说说吧 在咱们闭眼之前 还能做点什么 老匹夫 你的氧气功夫 还是欠些火候啊 长孙无忌不忘打句一句 不过这分寸 倒也拿捏得十分恰当准确 没有继续挤对味争 只见他面色渐渐变得凝重 说道 嗯 出现当下这种情况 在我看来 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 革新系呢 在最初受到 士族系阶层的强大压力 艰难的环境中 这人就会变得更加纯粹一些 更加讲究贡献 士族系吧 也是一样的 人广二十年的革新过程中 士族阶层 不断地衰落 而陛下登基之后 正着颓势困难之下 士族系顺应实时行事 在困局中 在系统内部的核心指导理论之下 士族系的内部 普遍拥有一种难得的存粹性 和现在不同呢 经过这八年战战兢兢的日子 士族系内部也渐渐明白 陛下是真的没有准备 将他们一网打尽 斩草出根的 感谢收听由菲鲁小说网独家出品的 大唐 从今天开始告别皇帝 欢迎您继续收听 而天下成平在前所未有的繁盛之下 纯粹正在减少蜕变 各种追名逐利的私欲 便开始泛滥了 而党性即是人性 虽然无论是你们所代表的革新系 还是士族系都不愿意承认我们这属于党派 毕竟党这个词言 在世人眼中 编译的成分更多一些 党同伐异 彭而不党等等 就是最好的证明 这是过去千百年历史形成的一种固有观念 魏征二人听闻 不有点头 虽然他们称士族系和革新系 可其实他们都很明白 这就是党 只是这个字眼的意思并不好 所以虽然性质的内核就是如此 他们也选择性的避而不谈 一直以来都从未被挑破 这人性是无法完全用我们各自的指导理论 去约束的 继而就会由人性影响党性了 在眼下的新时代中 纯粹正在消失的情况下 试图完全拯救纯粹性 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高继甫听闻点了点头说道 嗯 不错 指导理念再加上特殊的时代环境 造就了当初的纯粹性 而随着环境的因素改变 单纯想要依靠各自党派的理念 去保持纯粹性 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就比如我们革新系中 许多寒门世子在入世之后 家境还是相当的不富裕 而他们看到别的同僚 民间的一些富裕人家 都比自己过得滋润享受 心中必然会有一丝丝的 异样和不满 继而就会生出贪念的 张孙无忌听闻点了点头表示同意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世俗戏中 或许只是追求不一样罢了 不过总是有许多人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对自身的现状而感到不满意的 别说像以前一样 用一种纯粹的心态去贡献 不去贪赃忘返就算是不错了 嗯 不错 类似的情况在士族系内部 同样有很多 而纯粹性在消失的今天 我们要如何确保内部的活力呢 张孙无忌说着 伸手在茶盏中站了站 然后在桌面上写下了两个字 作为 魏征看后与高继父相视一笑 张孙无忌就明白 二人显然也是如此想的 魏征冷笑道 哼 张孙老狐狸 你我处世数十载 这或许是我们第一次 尿到一个夜狐狸吧 作为 我们也是这么想的 既然提倡纯粹的贡献 无法成为内部最大多数人的共约束 我们准备退一步 以作为为标准 约束那些小辈们 给那些小辈们画出一条红线 用法计来约束他们 告诉他们 他们领着朝廷的俸禄 领着我们派系内部的津贴 作为派系内部的议员 就应该保证不揽政 戴政 保证不胡作非为 瞎作为乱作为 在新时代环境的背景下 纯粹的贡献依旧会继续提倡 但是这种纯粹性 已经明显不符合时代的背景了 而三个历经三朝的人精 敏锐地意识到 在这种情况下 一边需要对年轻人 降低一定性的标准 而另一方面 也应该在一个标准之下 设立一条 绝对不能逾越半分的红线 而这条红线的标准 就是作为 红线要求 两系为官一任者 必须要牢牢坚守 自己的本职操守 这是一个成熟团体党派 以及一个成熟朝廷 应该具备的条件 而作为操守 可以确保本团体 不会从本质上烂透了 也可以保证 朝廷始终是一个高效性的朝廷 即便是在危机时刻 一个本质没有烂的团体 其中那些保持纯粹性的人 也会迅速在艰苦的环境中 将整个团体带动起来 团结起来 从而拧成一股声叹 继而能够保持强有力的战斗力 面对困境和危机 嗯 而如果我们内部约束的话 恐怕很难起到真正的实质性作用 所以 我们两个老家伙准备 将这个权力 交给皇族大议院 文言 长孙无忌的面色不由一惊 他原本有两个提议 一个如魏征所言 内部监督 另一个就是交叉监督 革新系和士族系 交叉监督双方 不过交叉监督的坏处 也不是没有 首先 可能引发两系之间的党同乏意 让两系的矛盾变大 而另外一种可能 会是两系之间 变得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甚至出现一方 吞并另一方的可能性 交叉监督 过分亲密的接触 可能会使其中的一方 失去独立性 变成捧挡 可他始终没有想过 要将这个权力 交给皇族大议院 长孙无忌很快就明白了 这恐怕是皇帝的意思 而皇帝让魏征和高继府 与他先见面 就是通过魏征和高继府 给他传话呢 这一次 皇帝要借助皇家大议院 达成两系作为操守的约束 他甚至在怀疑 两个外甥所代表的宗正寺 卷起的这场清查 是否也是在皇帝的授意之下操作的 为皇帝规范化两系提供借口 不对 皇帝是希望借此事引起他们的注意 让他们主动请求规范化两系的 自己子 让孙无忌不由地苦笑 理克手段 这就是经典的理克手段 他想了想 似乎这样也好 皇族大议院来约束两系 而皇族大议院 既对皇权保持一定的独立性 可根据皇帝对制度的设计 又受到皇帝的完全挟制 似乎真的是一个再合适不过的选择了 只是长孙无忌没有立刻回答 他郑重地说道 嗯 将此权力交给皇族大议院 也不是不行 不过 我们要与皇族大议院 形成唐绿的约束 双方就作为划定红线 形成一部单独的唐绿约法 双方在上面签字 若是皇族大议院 妄图以此权力 要挟掌控胁迫迫我们 破坏了双方的约定 大理寺 有权对皇族大议院的违法者 根据程度不同提出审判拘押 魏征和高纪府二人的面色 不由变了变 审判拘押皇族大议院的成员 这可是只有宗正寺才有的权力啊 现在长孙无忌 要求大理寺也拥有这项权力 虽然只是规定大议院皇族在违反单独约定的这一项才成立 但也十分害人了 同时他们也不得不承认 必须防备皇族大议院一些别有用心之人 企图凭借权力掌握两系的命脉 二人相互对视一眼 在沉默片刻 尽管这一点皇帝没有暗示他们 但他们还是决定答应长孙无忌 协助长孙无忌迫使大议院答应 因为这关乎着未来朝廷的稳定 好 就按照伏击你说的办 魏征罕见地称呼长孙无忌的字 而随着三个硕国仅存的三朝元老达成一致 是称大唐第一部大宪章约法出现 这是一部革新系和士族系两系 与皇族大议院签署的大宪章法案 这份大宪章法案成为未来 大唐繁荣昌盛的一根中流砥柱 前兴九年十一月 整个关中秋收已经完全结束 一个春夏秋三季大地各种彩色装点过后 随着秋收结束 逐渐恢复了黄土高原 最不起眼最质朴的颜色 只剩下山上落叶后的各种果树 经历了一年的时间 结束的红彤彤硕果 百姓穿梭于林间 喜笑颜开地将一枚枚 被秋天艳阳晒得如同人脸一般通红的果子 采摘了下来 马车停靠在山下 一支支装满了果子的木箱 被抬上马车 一辆辆马车沿着关道 向最近的列车车站驶去 果子要装车 部分的果子会送到果汁工坊进行加工 做成鲜美可口的果汁 成为满朝冬季一种令人心情愉悦的饮品 而大部分的果子会通过机车向赛北草原运输 中原的苹果去了赛北会换成牛羊 中原为赛北提供冬季难以吃到的鲜蔬 而赛北为中原提供平日里价格昂贵 百姓难以吃得起的牛羊肉食品 在这种地域之间互通有无的交流中 双方愈发的紧密 相互的习俗 言语 文字 着装 发饰等等一系列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都受到了影响 而这种影响 也恰如李克等朝廷一方所预料到的 人都有着向好看齐的本性 中原的唐人生活比赛北百姓要更优越 在交流中 随着朝廷刻意为赛北提供了比较充足的物资条件后 赛北从贵族到百姓都开始逐渐向中原看齐 贵族向中原的贵族看齐 百姓向中原的百姓看齐 大唐朝廷正在任务细无声地 用经济策略来同化赛北 并且取得了长足稳定的发展 在不到十年的时间 赛北已经彻底归心了 只带用中原文化培养 树立价值观与圣同观和归属感的赛北下一代成长起来 老一辈相继离开人世 这场浩大的同化运动就将会初步实现 而此时秦岭的山脚下 一列机车缓慢匀速地前进着 列车车厢内 李克透过玻璃窗户 看着那些无法灌溉 土壤条件恶劣的沙石山地中 穿梭在果林中忙碌的百姓 他的唇角不由自主 泛起一丝满意的笑容 没有比眼前更美的景色了 人口膨胀物质条件虽然已经完全满足的情况下 任何能够吃的东西依旧不会被浪费掉 就如同眼前的果子一般 在拢幼培育改良了苹果树之后 山林薄地栽种果树都不需要朝廷去推动 各地便开始蜂拥效仿 而在刚开始的时候 他心中多少还是有些担心的 毕竟他是经历见证过 后世那种无休止令人心疼的浪费现象的 而一旦一拥而上的栽种 也会造成价值方面的崩溃 不过这一次 他罕见地出现了预判错误 首先 果树的产量一如现在的粮食一样 相较于后世还是很低廉的 其次 刚过上吃饱穿暖富裕日子的大唐百姓 在朝廷这些年 不留余力地推动传统美德的影响下 依旧保持着勤劳节俭的质朴本性 对于能够果腹填饱肚子的东西 做到了尽可能的利用 没有丝毫的浪费 果汁 果腹 甚至有些百姓将一些品相不好 不能售卖的果子熬猪吃 感谢收听 由菲鲁小说网独家出品的 《大唐从今天开始告别皇帝》 欢迎您继续收听 李克十分希望 这份质朴的美不要丢失在逐渐物质丰富的过程中 这种质朴的美是一个文明 一个族群长足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 而要想做到这一点 就要在发展的过程中 做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统一协调发展 在今后的执政过程中 一方面要普及教化 扫除绝大多数人的愚昧 在普及教化中 要以各种方式 宣扬弘扬圣人留下来的传统的 最质朴的美德 用文明与美德 武装物质条件 不断丰富发展的 华夏族裔的每一个个体 这不是他一代人能够做成的事情 但他相信一定可以做到的 因为他处于一个文明延续最昌盛的时代 一个传统质朴美 最为被广大人群所接受的时代 这是他的幸运 陛下在想什么呢 就在李克出神之际 坐在李克对面的长孙无忌 忽然开口说道 敢于这样直接询问地心者 也唯有坐在李克周围的 三位三朝元老了 而其他人 如于宁智 宇文杰 岑文切 马周 楚隋梁 狄人杰等小辈的宰府们 现在也只能在车厢一旁坐着 随时准备伺候着 而众人听闻不由地竖起了耳朵 史财皇帝的神色可是很奇怪的 忽而皱眉 忽而唇角露出笑意 忽而面色微微泛红 李克看了眼长孙无忌 笑着说道 啊 舅舅啊 我在思考 如今随着日益丰富的物质条件 朝廷应该以何种方式 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呢 保证我们这个族群 延续千百年最为传统质朴的美 能够永保活力地传承下去 勤劳节俭 仁义 理智信等等这些 都是我们这个族裔 即便遇到再大的困境 都能够生生不息延续下去 继而恢复荣耀最为关键的因素 长孙无忌三人听闻不由愣着 而于宁志等人也是如此 他们没有想到 皇帝一句话 抛出了这么大一个课题 这个问题 这篇文章可不好做啊 啊 三位老大人 关于这个问题 朕想拜托三位老大人 朕希望三位老大人 能够好好琢磨琢磨这个问题 朕也相信 以三位老大人的人生阅历 一定能够就这个问题 为朝廷提供有力的建议的 长孙无忌三人相互对视的一眼 他们与皇族大议院 达成大宪章之后 此番跟随皇帝 去洛阳陪都 说实话 他们都以为 自己对皇帝而言 已经没有什么大用了 接下来 就是安于平淡 等待着生命终结的时刻来临 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 皇帝竟将如此大的课题 交给他们三个老家伙 若是能做成 不 哪怕只能做成一部分 只是对后世 有一定好的影响 凭此事就足以让他们名垂青史了 陛下信任老臣 老臣必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三人几乎不约而同 急声吭枪打倒 与此同时 已经落雪的高原 随着温度的降低 瘟疫也渐渐被控制住了 而苏顶方在瘟疫遏制的第一时间 便开始挥兵 攻打吐蕃固地 陆东赞与杜正伦所部 他也是被逼得不得已 才如此做的 这一日不解决杜正伦和陆东赞 此二人就不断地驱使被感染者逃散四周 而陆东赞所部早已经绝望了 在苏顶方展开进攻后不久 便全面崩溃 自杀不成的陆东赞和逃亡失败的杜正伦 双双落入了苏顶方的手中 土城城外大营中 苏顶方看着五花大榜 被士族按着跪在地上的陆东赞和杜正伦二人 眼睛十分的冰冷 他恨不得将眼前的二人千刀万挂 吐蕃死多少人 苏顶方作为领兵将领 可以不管 可以不在乎 可这一次 但军中将士就有近万人倒在了瘟疫面前 陆东赞 盲松盲赞赞仆已经来信 请求将你交给他 他要将你千刀万挂 来告为吐蕃数十万感染瘟疫而死的百姓 本帅已经去信朝廷 只要陛下恩准 本帅就会将你交给盲松盲赞 本帅猜测 吴皇一定会准许 所以你会被先行送往先罗长 文言 陆宗赞平静宛若死人的面色 终于很轻微地变了变 随即闭上了眼睛 而杜正伦 你呢 本将要送回朝廷 苏顶方此言一出 杜正伦本就苍白的面色 瞬间没有了一丝血色 眼中闪过浓浓的恐惧之色 他被送回去 李克能轻饶了他吗 巴尔喀什湖事件 吐蕃瘟瘟疫之事 这装装件件 李克都会让他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的 哈哈哈哈 苏顶方 你卑鄙 李克不得好死 李克 你不得好死 杜正伦太弱癫狂 失去理智的大骂 苏顶方 你有种你现在就杀了我 李克 你不得好死 哼 苏顶方冷冷地哼了一声 厌恶地挥手说道 嗯 把他的嘴堵住 带下去全面检查 确保没有被瘟疫感染 送回朝廷 交给陛下处置 是 随着苏顶方一声令下 杜正伦被押解往中原 十一月 关中比往年更早一些落雪了 厚厚的积雪覆盖在关道上 短短的时间内 就连机车都停止了运行 从关中通往洛阳的关道上 一辆球车在数千精锐的押送下 艰难地行进着 某克 为首的将领勒马停下 整个大军很快停顿 将领扭头看了眼中军的球车 抖了抖马将 催马来到了球车旁边 只见杜正伦面色苍白 满脸风霜的口子 站在球车内 被冻得瑟瑟发抖 而领兵将领 厌恶不懈地瞥了眼杜正伦 杜正伦注意到了 咧嘴嘲弄一笑 牵动脸上军裂的伤口 忍不住疼得浑身哆嗦 但其嘴上却嘲讽地说道 呵呵呵 是 是不是很想杀我 呵呵呵 可惜呀 你 你不过是李克的一条狗 你根本 没有这个资格 你这条中狗 咱没有得到 主子的同意下 根本 不敢动我分毫的 雪永的年轻将领 眼中闪过了一抹冷冽的杀意 冲动下 受下意识地按在了腰间的佩刀刀柄上 只听枪的一声 佩刀被拉出了一半 阳光在雪白刀身折射的光芒 令人感到心悸寒冷 而杜正伦的眼中 却不由闪过了一抹喜色 他宁愿现在死 四个痛快 也不愿意被带到陪都洛阳 让李克折磨 所以 他才故意试着激怒 这位年轻的领兵将领 哼 就在此时 将领冷哼一声 冷笑道 杜正伦 你这个叛国贼子 一定想要借本将的手 痛快地死在途中 对吧 不过很可惜 本将虽然年轻 虽然没有你的聪明才智 但本将忠于陛下 忠于大唐 忠于大唐的百姓 你这种叛徒 是绝对不能轻易死掉的 你要经过唐律的审判 以唐律来明正典刑 你这种叛徒 给所有大唐子民 上一唐忠诚的课 闻言 杜正伦失望之余 眼底闪过了震惊之色 这名年轻的小将 他不认识 是从长安抽调来 负责押送他前往洛阳的 但这名年轻将领说的话 却让杜正伦感到震惊 忠诚 不错 就是忠诚二字 忠于皇帝 忠于大唐 忠于大唐百姓 其实军队忠诚这个问题 所有大唐的有识之士 心中都明白 一直存在着 而这个问题 自从汉末以来 就一直困扰着所有的政权 起初是士族渗透军队的问题 在五湖时期 则变成了草原部落的湖峰影响下 以及士族权贵渗透的混合型复杂问题了 而到了隋朝 重新约束规范府兵制 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大唐其实同样没有解决 只是军队涉及了皇权最敏感的东西 纵使许多人看到了 处于忌讳与谨慎的缘故 都不敢提及这个事情 朝中的文武对立 某种程度 其实就是文臣 知晓军队忠诚这个问题 所以 一旦天下太平之后 无论是隋朝 还是大唐一朝 文臣都在极力压制武将的权力 可这始终都是治标不治本 根本没有解决忠诚的问题 而杜正伦并不知晓 在原本的历史上 原本的大唐 就是没有解决好忠诚的问题 从而导致了大唐终结后 士族遭到惨重的破坏 军人失去了士族 这个相互制约的庞大阶层后 逐步发展形成了军阀 开启了五代十国 最为黑暗混乱的厮杀 一直到宋朝 天下再次统一 在新生皇权权威最龙胜之际 皇权与文臣联手彻底实行了 以文义武的策略 才将军队暴力机器的破坏性 进行了强有力的约束 但也导致自宋之后 历代政权走入了另外一个极端 宋以前武将的地位很高 而皇权借助天下各种势力 形成措施衡五人集团 从而维持平衡 但在宋之后 则是以文玉武造成了宋以后 中原历代朝廷的军事势力 都过分地疲软 其实说到底 自古以来都没有解决忠诚这个问题 可现在杜正伦却猛然地发现 李克似乎找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 若是眼前的这个年轻将领 只说忠于皇帝李克 杜正伦道不觉的奇怪 可这个年轻将领却同时说 忠于朝廷 忠于百姓 这个信念 让眼前年轻血涌的将领 硬生生地按捺住了心中 对他的强烈杀意 这足以证明 李克不知通过了什么方法 将忠诚二字 写入了军中将领的骨髓中 血液里了 想到李克一旦解决了忠诚这个问题 那么李克开创的大唐盛世 未来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未来可以延续多久的时间呢 杜正伦无疑是个极其聪明的人 而越是聪明的人 活得就越发痛苦 就好比现在 一想到李克开创的大唐盛世未来的发展 杜正伦心中的恨意 似乎有种不受控制的 要爆发出来 感谢收听 由菲鲁小说网独家出品的 《大唐从今天开始告别皇帝》 欢迎您继续收听 杜正众 杜正伦很想知道李克是怎么做到的 所以他故意轻蔑嘲讽道 就凭你 一个只懂得破坏 不懂建设的 足比丘趴嘛 年轻的将领到底是欠缺些火候 他根本没有意识到 这是杜正伦的激将法 面露怒涩说道 杜正伦 本将承认你是个有能耐的人 是聪明人 但忠诚问题 你没有资格教训本将 也没有资格指导本将 皇家军事学院开学 陛下亲自讲过 一名合格的军人 不是一个只懂破坏 不懂建设的暴力机器 战时 我们这些军人负责保家卫国 和平时期 我们的职责是努力训练 保持战斗力 时刻做着准备 要迎着任何损害朝廷 损害百姓利益的危险 冲在最前面 就比如 面对洪灾 黄灾 汉灾 我们军人要冲在最前面 尽一切之办法 确保百姓的生命与利益 不受损害 尽可能减少损害 在皇家军事学院之前 本将只是勉强识字 但在学院学习军事战术的 两年中 本将也读过你们文人所读的 所有圣人经义 本将 以及本将的同窗 虽然考功名不行 但也明白陛下所说的真正军人的含义 年轻的将领还在说着 而杜正伦早已经惊呆了 只见他的脸上露出了震惊与浓浓的不甘和愤怒 他敏锐地察觉到 眼前这个年轻将领 骨子里出现的忠诚影子来自哪里 皇家军事学院 这一定是李克做好忠诚这篇文章的重要一环 来人 给姓杜的叛国贼子一碗酒 他现在还不能死 必须要接受唐律国法的审判 年轻将领挥手吩咐的声音将杜正伦清醒 而杜正伦眼中的不甘更胜了几分 他似乎看到了一个他最不想看到的大唐 杜正伦喝着烧心灼肺的烈酒 痛快死得愿望落空之后 他仅剩的一点动力就是去洛阳见李克来 他即便是死也要当着李克的面恶心李克 让李克一辈子难安 让李克只要想到他杜正伦的名字 就咬牙切齿失去理智 给其心灵种下一点魔杖 或许将来在某些特定的时候 特定的环境下 种下的魔杖就会成为摧毁大唐的致命一环 洛阳 甄冠年间确立其陪都的地位后 经过垂公五年以及前兴九年的发展 洛阳城的繁华丝毫不亚于长安城 更是超过了隋朝时期 东西两都 如果说西都长安为政治经济中心 确立了对西域的贸易 那么东都则是确立了整个长江流域 以及更东边辽东半岛的政治经济中心 通过两都制 大唐得以实现对天下更好的控制 令中央权威可以更好地渗透影响到地方 从而保证了中枢对地方绝对的威慑力 有效地提高和稳固中枢的权力 同时另一个好处则是很好地缓解了人口压力 历朝历代的京都往往都会成为天下的政治经济综合中心 长安也不例外 作为政治经济中心就势必会成为天下人居之若鹜 而大量的人口便会蜂拥涌入京都 人口压力骤增 尽管以前兴年间大唐的迅猛发展 单单关中一地也难以承受庞大的人口压力 而粮食作物随着农业科技的发展的确有所提高 可人口也随之增加 关中一地的粮食产量根本无法满足聚拢在长安的庞大人口 而陆运、铁道运输、水运 的确可以从周边尤其是盛产粮食的南方调集粮食 但长距离的粮食运输 势必会造成天下粮价的攀升和不稳定 对一个国家的统治来说是有着极大的不好影响 而两都制的确立很好地分流来原本会涌入关中地区的迁系人口 随朝设立两都制 其主要原因是为了离开关中 摆脱关隆集团对朝堂的控制 但也未尝没有减缓关中人口压力和粮食压力的原因 若说随朝时期此因素还很小 甚至根本不在随朝统治者的考量范围之内 那么原本历史上的五周时期 一代女皇武则天每到春夏清皇不接之际 便率领朝中文武前往洛阳 就主要是出于此原因了 五周时期关中的抚兵制度基本已经破坏 而朝廷的粮赋收入极大的缩减 而帝国长安的人口压力 造成了五周时期每当清皇不接之际 长安的粮价即便是政令都无法控制的风筝 而每当这个时节朝廷前往洛阳陪都 旧时洛阳成为朝廷政令失效之后 环减和着粮价飙升的一种特殊手段 其实也是无奈之决 而如今的大唐虽然到目前为止 整体而言还能够通过关中、并州、河西等地的产粮 就近满足关中庞大的人口需求 但其中早遭地确立两都制 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毕竟如今的大唐天下 人口基数已经远远超过了原本历史上的五周时期了 若是没有洛阳对趋之若鹜涌向京都的庞大人口进行分流 恐怕关中附近的粮食产量 也难以满足上千万人口的所需 为稳定粮价 朝廷就必须要千里迢迢 从江南通过水路、陆路和铁道转运粮食 这就势必造成朝廷不必要的额外开支 压解杜正伦底庆的队伍入侵之日 六百万人口之巨的陪都洛阳、风雪天也挡不住百姓心中那团躁动的怒火 而洛阳入城主干道周围的人行道早已经站满了百姓 百姓三三两两地议论着手中还拿着一份报纸 这个叛贼终于要扶诛了 可不是吗 没想到这个叛贼竟然做了这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 先是稀突厥,后是吐蕃 真该千刀万剐 百姓议论着议论着 声音渐渐变得更加愤怒 而他们的愤怒来自于报纸 介绍杜正伦所作所为引起的 李克没有放过这样一场好的爱国教育 亲自下令克保、关聋报和并州报 在杜正伦即将入城之际 大肆宣传杜正伦的所作所为 这反面的典型利用好了 也可以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哎,入城了,汉奸入城了 人群中有人从城门方向跑来 挥舞着手臂,急声高呼道 打死这个汉奸,打死他 呸,这种该死的汉奸就该千刀万剐了 杜正伦入城 百姓们愤怒地将手中 哑得十分慈世的雪球扔向秋车 而杜正伦听着人群中有人高呼 要在他名正典型之后 请求朝廷要为他塑造雕像 跪在每一座城池的门口处 杜正伦的面色变得更加苍白 身子也不由自主地哆嗦了起来 让他的雕像跪在每一座城池的门口处 这,这是要他遗臭万年 永世不能翻身啊 到了现在,杜正伦终于害怕了 死他不惧 他甚至还想着在临死之前 在见到李克的时候 好好恶心李克 给李克的心中种下一颗魔杖种子呢 可现在杜正伦真的害怕了 只要想到经历了数千年的后世 他的塑像都会以跪着的姿态 注立在每一座城池 他杜正伦的塑像 要被进出城门的每一个百姓所唾弃 杜正伦的心中 就有一股难以言语的京剧含义 他甚至连周围飞来的雪球 所击打的疼痛都忘记了 陛下有令 立刻将汉奸杜正伦送往大理寺 接受大理寺联合中枢省各部主官的审判 马蹄声响起 一记御林军将士策马而来 远远的便大声疾呼传达李克的命令 而杜正伦被声音所惊醒 见不到李克了 从御林军传达转述的内容 杜正伦醒悟的瞬间 也立刻明白 他见不到李克了 不 是李克根本不屑见他 杜正伦不光计划落空 更是倍感羞辱 哈哈哈哈哈哈 李克 你个通过阴谋手段 窃取政权的虚伪小人 韦之子 你不敢与杜正伦当堂对峙 你害怕了 哈哈哈哈 你虚伪的一面 已经完全暴露在世人面前了 失落的杜正伦 太若疯癫地在球车内激烈地挣扎着 声嘶力竭地大声呼吓咒骂着 敢污蔑陛下 打死他 他娘的 竟敢侮辱陛下 打死他 杜正伦的话 成功激起了洛阳百姓更大的愤怒 百姓义愤填膺地将手中 压得瓷石的雪球砸向了杜正伦 若非报纸上 勘载了陛下的御令 劝说百姓 不准百姓因为愤怒而打杀了杜正伦 要让这个汉奸接受唐律国法的审判 百姓中虽然有很多人 并不清楚皇帝陛下这么做的深远用意 但是还是自发性的 没有用石头发泄怒火 可饶是如此 当杜正伦被压解至大理寺关押之际 也早已经鼻青脸肿了 上堂 杜正伦在威严的声音响起之际 被带入了大理寺关押的大堂内 他看着坐在两边旁听的马珠 楚隋良上官仪 岑文倩等老熟人之际 满脸的怨恨忽然变成了无尽的嫉妒 羡慕恨与不甘 当初他们是一起为如今的皇帝李克做事的 一起在本质腐朽的新朝开先河创新风的 被誉为河西走廊上最年轻耀眼的年轻一辈 尤其他 马珠 上官仪出身寒门更是被人称之为寒门崛起的象征性代表 而当初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同僚 如今已经位及人臣 显贵无以家父 而他杜正伦却沦为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这是李克对他的羞辱 是 一定是这样 杜正伦很快将眼前的一切归解为事 那个连见他一面都觉得恶心之人 用昔日的同僚在羞辱他 而杜正伦却从未反思过 自己为何会走到如今这一境地 也从未反思过 在革新的过程中 他的不坚定 他在围观上不纯洁的目的 逢迎魅上的举动 等等一系列自己种下的因果 其悲剧性的命运 在一场已纯粹洗涤天下的革新运动中 早已因其性格而注定了其命运了 从今天开始告别皇帝 欢迎您继续收听 他的性格为李克所引导的 纯粹革新运动时代背景所不容 注定要为时代所抛弃 而与他一样抛弃的人有很多 但其性格中那种对出人投递的执拗 渴望权力而不择手段的性格 让其与时代背景格格不入的情况下 选择了一条错得更加离谱的人生道路 从而造就了今日的结局 与其一样 为时代背景所不容的人有很多 如代咒 刘继 乃至长孙无忌 而这些人却没有落得他一样的结局 追根究底 还是性格的偏激对权力的执拗所造成的 马周等人同样看着昔日 这个才华不亚于他们的同僚 心中暗暗叹了口气 却一点惋惜都没有 若是杜正伦只是在内部政争中战错了对 他们会为其惋惜的 但杜正伦的所作所为 已经完全超出了让人可怜同情的界限 这完全是咎由自取 啪的一声 就在一群相熟的人心中各有感慨之际 坐在大唐主会的主审 大理寺四清崔玄伟手中的金唐木 猛地拍在了暗渡上 叛国最臣杜正伦还不下跪 崔玄伟严肃怒斥而杜正伦唇 唇角犯起了一丝笑意 举起双手绑复双手的铁链哗啦啦坐下 杜某身为吐蕃臣民 他国子民 何来叛国之说啊 以叛国来审判杜某 这本身就是一个不成立的罪名 是对贵国皇帝心心念念所言的律法 是大唐最后一道护城河的亵渎和侮辱 你们想杀杜某可以用任何一个罪名 但是这叛国罪与杜某扯不上任何关系 文言 唐中的宰府众臣们面色瞬间露出了怒意 这杜正伦死到临头了海嘴硬 只见崔玄伟双手把玩着当今皇帝 从大理寺离开时转送他的那把戒指 面色平静 言辞犀利地说道 杜正伦 本官早知 你一定会成口舌之力 为自己狡辩他 本官给你个机会 陛下曾言 任何人在唐律面前 都有为自己申辩的机会 这也是我大唐 给予所有子民的一项权利 你身为大唐并诸别价 却暗中投效稀突诀 为虎作传 自为你第一条叛国罪证 这一条你无法抵赖吧 你所说的 你是吐蕃人 而非唐人 那你可知 吐蕃义是大唐的一份子 是华夏族裔的一份子 而与陆东赞野心勃勃 纠结大军企图分裂天下 自为你叛国的第二罪证 岂容你狡辩 按照大唐而最大恶极 将会被处以急刑 千斗万剐 杜正伦听闻后 竟然没有害怕 反而抬起了头 仰头大笑 笑得眼角落泪 在片刻后 才平顿朱说道 哈哈哈哈 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啊 被你们抓住 杜某已经预料到结局了 何必假惺惺 标榜你们所谓的 唐绿国法呢 临死之前 他国子民杜正伦 想要见一见 大唐皇帝陛下 想来大唐皇帝陛下 对杜某一定是恨吃入骨 也想见一见杜某吧 不必了 就在此时 待圣家观审的大尖三宝 尖细的声音响起 众人看向了三宝 而三宝整了整衣襟 不急不缓地起身 看着杜正伦 郑重其事地说道 杜正伦 陛下知道 你会提出见他一面的 陛下也知道你之目的 陛下让本间传达一句话 杀你 非你污蔑陛下 杀你乃是正本清源 乃为后人做出警戒 不满朝廷 可以通过多种方式 申诉诉求 即便是内部的正争流血 非不得已也可以 但背叛族群 便是死路一条 陛下曾言 你死后 会将你跪着的雕像 放置于每一座大唐疆域的城池城门处 你的叛国事件 以及过程 将会从你参与革新开始 以最客观公正的方式记录下来 成为大唐疆域内 所有读书人的启蒙书籍之一 将会编成各种地方特色的戏曲 传唱天下 作为爱国教育的反面典型 你永远也不会明白 陛下的胸襟伪劣 在前兴二十年的时候 本间会亲自去你的坟头告诉你 陛下会做你这种心胸狭隘 为权力所迷失了一切之人 永远难以想象之事 三宝的每一句话 犹如一记重计一般 狠狠地砸在了杜正伦的心头 他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他杜正伦将会一臭万年 而李克猜出了他要求见面 更是说出了这番话 这就证明李克早已猜出 他想要做什么了 不见是不懈不是害怕 是对他杜正伦的蔑视 只听噗通一声 杜正伦最后一点活着的执着和精气神 都被三宝的一番话给击碎了 外强中干的那口气便瞬间泄调 跌坐在了地面上 而于宁志等人 已经没有兴趣理会杜正伦了 他们微微皱眉 彼此互相对视 都在思考 三宝所说的前兴二十年 到底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 而三宝作为皇帝的贴身近视 一定了解了一些 他们所不知道的皇帝的心思 数日后 杜正伦于蔡氏口被厨以急刑 行刑的刽子手 在割下杜正伦身上 第三千六百刀后 杜正伦在微弱的不甘咒骂声中 眼神凝滞 失去了神采 而观看刑罚的百姓 虽然被这种血腥的场面所下 但却在杜正伦死后 无不拍手称快 杜正伦死后 其跪着的雕像 以最快的速度 遍及大唐疆域的每一座城市 前兴九年的尾巴 很快便溜走了 前兴十年 向东南方向大海中探索的海军返回 带回了在地球南极之地 找到了一座巨大的岛屿 海军将测绘的地图 呈送给皇帝里克后 皇帝便赐名为南澳大陆 自此便开启了大唐规模最大 以官府为主导的百姓迁徙 在朝廷的推动下 上千万少地缺乏良田的百姓 开始向南澳大陆 东南沿海最适合耕种序幕的区域迁徙 前兴十九年 由朝廷推动的大移民浪潮才逐步进入了尾声 大唐人口突破了一亿五千万 以尽快突破大唐朝廷 预测时下农耕条件能够养活的人口极限了 当大唐臣子为人口极限接近红线无比忧虑 屡屡上书皇帝 请求以朝廷政令的方式控制人口增加 以免步入历朝历代人口与土地无解矛盾 最后发生难以收拾的动乱之际 海军在海洋中的探险队 带回了番薯玉米等多种大唐没有的农作物品种 皇帝李克为此极为高兴 大赦天下 与此同时 海军探险队还带回了在大海往东的地方 以南澳大陆为跳板 海军发现了另外一块更加肥沃宽阔的大陆 并在大陆上找到了殷商文明的遗迹 带回了刻有殷商文明文字的石碑 而此消息立刻引发了大唐文人界的极大震动 无数的著名学者和文人 年轻世子开始强烈呼吁朝廷派出海军 能够送他们前往新发现的这片大陆 探究殷商文明如何会出现现在隔着漫长宽阔大海的另一段 殷商文明出现在新大陆这一伟大的地理大发现 促使大唐的精英阶层有人提出地理板块运动的猜想 这一猜想引发了整个大唐思想界的极大震动 得到了许多人的支持和赞同 而同样有更多人反对 一场关于殷商文明 关于地理板块运动的争论碰撞的火花 令大唐的文化界和思想界一时间变得格外活跃 各种观点和各种猜想在碰撞中产生 而就在天下为新发现新事物和新猜想称论之际 前兴二十年来临 朝中文武紧盯着皇宫 十年前 三宝在大理寺无意间透露的消息 一直为这些朝中重臣铭记在心 而现在时间来临定格在了前兴二十年 前兴十九年年末 小年当天一年一度的年终大议开始 武朝高亢激动的珊瑚万岁声 在整个皇宫内回响着 待君臣礼弊之后 李克坐在黄金打造的九五至尊之位上 身上罕见地穿着平日不怎么穿着 反锁沉重的皇帝免服 全城暗暗地看着 都隐约地意识到 此番的年终大议恐怕不简单 一定有重大的事情发生 毕竟当今登基已经十九个年头了 马上就要第二十个年头 而君臣已经再熟悉不过 他们很了解当今这位 平日里除了重大祭典节日 即便是年节 也不会穿这种让自己遭罪的免服的 而以往有朝臣对于皇帝这种行为还谏言过 不过皇帝总是满口承认错误 答应改正 可事后却总是一如既往 这久而久之 大家也就习惯了皇帝这种礼节方面的小缺点 也就没有人再提了 而以往的年终大议 皇帝也从未穿过正式的免服 种种表现 预示着此番年终大议绝对不简单 近二十年为君 李克的头发也出现了一丝花白 他目光扫视群臣心中颇为感慨 同时也在琢磨着 一旦他将这件重大的事情宣布之后 会引起什么样的反响呢 诸位爱卿 今年风调雨顺 想来又是一个丰收年 超廷国库应该会很宽裕轻松吧 李克唇角挂着一抹微笑 不急不缓地开了口 而文言 群臣脸上露出了会心的笑容 如今的大唐国库 穿铜钱的绳子都烂掉了 国库早已经快要撑不下了 而且还有大量的朝廷赋税 存在皇家票号之中 而皇家票号 以一个让群臣满意的利息 掌握着这笔钱 在皇帝的推动下 大力地扶持民间的工商业 同时也像因为天灾人祸 而导致家徒四壁 不得不卖田的百姓 提供利息十分低廉的助农贷款 以确保百姓 不会因为抵御风险的能力低 而放弃土地 不会让土地在大量的流通中 无限制地集中到少数人的手中 而每当百姓要卖田产 前往各地最低一级的 县府换制地契之际 县府衙门的主官 首先要做的 不是同一批事 而是按照朝廷的硬性规定 通知县府一级开设的皇家票号 由皇家票号专职负责人 将会亲自与售卖土地的百姓接洽 为百姓提供低息汇农的帮助 只有再三确定 百姓要售卖土地 不愿意接受皇家票号的帮助 当地的县府主官才可以批示 热爱土地 以土地为生的百姓 绝大多数只要不是走投无路 是绝对不会放弃土地的 而李克也正是用经济方式 将土地向少数人集中 牢牢地控制在很低的水平之内 至于李克 为什么没有动用政令的方式 禁止土地的流动性 是因为他很清楚 这种政令根本执行不下去 历朝历代不乏有这种政令 可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 当然 其最主要的原因 是在繁荣的工商业 以及从事相关行业的人员地位提升的情况下 越来越多拥有大量土地的富裕之家 将土地变卖 用筹集的财产投入工商业中 这种类型的土地流转 朝廷是十分乐意见得的 诸位爱卿 何人来为今年的年终大议 开一个头呢 陛下 臣来开这个头吧 一名年轻的封江大吏 站了出来 大声说道 而李克看着此人 笑了笑说道 哈哈哈哈 那便由张爱卿来开这个头吧 张九龄 广东道自始 张正道之子 李克唯一嫡亲妹妹 安乐公主的驸马 张九龄在前兴十年高中状元 此后便成为了驸马都尉 用了九年时间 升为广东道自始 外界有很多人 对张九龄的升迁怀有质疑 认为张九龄是凭借着驸马的身份 才能升得如此之快 而张九龄对子虽嗤之以鼻 但也不愿意被人冤枉 这些年努力治理地方 一桩桩的政绩 都是实打实的 他就是要高调地告诉世人 张九龄与安乐公主的婚姻 不是为了仕途的洁净 而眼下的一切 都是他张九龄 用政绩换来的 广东道在他张九龄的手中 去年成功地超过了河西地区 成为朝廷数十道周道之中 最耀眼最繁华 为朝廷提供赋税之最的周道 启禀陛下 张九龄开头 很快大意数值便进入了高潮 天色擦黑之际 数值结束 已经过了尔顺之年的首府于宁志 有些慢吞吞地站了出来 颤颤巍巍地拱手说道 陛下 根据今年数值的总结 朝廷的赋税收入 大头完全来自于伤税 伤税占据了七成 陈建议 从前兴二十年开始 朝廷取消对白母土地百姓的 粮赋征收 为百姓减轻负担 这不收粮赋了 白母之下 哎呀 于首府 这是要在融退之际 不惜得罪拥有大量土地的士族商骨 要为百姓做最后一件事情啊 哼 收府此建议 为什么没有在咱们士族内部进行讨论啊 于宁志的建议 引发了朝中文武的哗然 有人佩服 有人赞同 当然 还有大量的朝中 以他们为代表 拥有大量土地者 则充满了敌意愤怒的议论者 不过 所有人的眼神余光 都暗暗地看着皇帝 这件事情 真正能够决定的 只有当今这位前五古人 公改秦皇汉武的皇帝能够决定 而李克 在群臣暗暗地注视下 故作陈盈的片刻 才点头说道 准了 具体如何实施 中书省联合皇家大议院 依托皇家大议院 在民间百姓中成立的工农会 多方征求意见 仔细讨论 制定一个调臣出来 臣等遵旨 即便有许多人心中不爽 可也不敢忤逆 二十年的皇帝生涯 经过了一系列的成功 让本就霸世无双的皇帝 几乎无人敢忤逆 而群臣的声音落下后 在短暂沉默片刻 李克的面色渐渐变得凝重 语气沉沉地说道 先帝六十而终 朕如今也已五十有五了 朕做皇帝总不能超过 奠定我大唐万事基业的先帝吧 故朕决定上位 于今日取出十年前 放入正大光明匾额后的 传位诏书 择日传位 李克的声音落下 大殿内瞬间死寂 甚至连呼吸声都没有了 而与此同时 每一位朝臣的心中 却已然卷起了一场风暴 所有人都能意识到 一旦此消息传开 会在大唐境内 乃至整个天下 引起多么大的轰动反响啊 群臣想得更多 皇帝的目的是什么呢 果然 陛下忠义的继承人 是长皇子 这不是废话吗 陛下这些年 虽然对每一位皇子 都用心栽培 可大家又不眼瞎 对哪位皇子着重培养 岂能看不出来啊 何况长皇子 是先帝为陛下 早已挑选的 第四代继承人 哎呀 这是陛下才五十五啊 正直壮年啊 还要带领着我们 再造大唐 另一个辉煌时代呢 怎么就要善位了呢 群臣亲眼见证了大监三宝 如同其义父王德一般 亲自从正大光明匾额后面 取出了早已拟好的传位诏书 诏书宣读后 恭送皇帝离开 群臣们旋即议论纷纷 从太极殿内走出 皇帝龙体无恙 正直壮年 却忽然善位 令天下不解 同时也十分的震惊 在此之前 只有赵武凌王 做过同样的事情 而赵武凌王善位 却引发了一场父子相残 更是让胡福骑射革新后 逐渐强盛 又问鼎天下机会的赵国 因此而开始衰落 史书斑斑 无数后人研读赵史的这段历史 认为正是赵武凌王的任性上位 成为了赵国 问鼎天下霸主地位的原因之一 这前车之鉴 让许多人对皇帝的上位 充满了担忧 但却无人敢于向皇帝执鉴 且不说李克的皇帝 鼎盛如日月 经历了二十多年的统治 带领大唐成为天下第一的强大帝国 皇威浩浩 这些年 皇帝已经如同神一样 根本无人敢忤逆皇帝的意志 就是考虑李贤 也无人敢就此事开口 劝说皇帝停止善位 这无疑是挡了长皇子 问鼎九五至尊的路 那长皇子能不记恨吗 若是将来长皇子登基之后 难道不会打击报复吗 大明宫 皇家大议院官房内 李承前 李泰 李志 李又 李因几人 静静坐着品茶 二十多年过去了 这几位当今的亲方王爷 也已经人到中年了 经历的太多的事情 也变得更加稳重 只见李泰 把玩着手中精致的功夫茶茶杯 而眼睛却钉着拇指上戴着的翠绿般质 宁美说道 咱们这位皇帝 人到中年 怎么突然又开始任性了 这赵武凌王此般任性的结果 难道他就没有看到吗 陛下上尉 三哥心中某些压抑多年的念头 开始复苏了 李又瞥了眼李泰 尖锐地质问道 而李泰笑了笑 没有回答李悟的问题 想法 念头 他可以肯定 就算皇兄李克上尉 只要他愿意 这当今天下 也没有任何人可以动摇大汤的江山的 而如今的皇帝 在百姓心中 已经不是人了 而是神 当年还是人的新罗郡王 可以让长安百万百姓 银梁影从 扭转他们制造的政变 而现在 当年的那个人 已经变成了神了 哼 那你们说说 老二他这么任性 到底要干什么 李承前啪的一声 将手中的茶盏扔在了桌上 有些愤怒地说道 大唐有如今的盛事 他容易吗 他还要折腾什么 折腾点 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就在此时 官房外面 有一个李承前等人熟悉的声音 支押声响起 房门打开 李承前等人 看到站在门口的李克时 连忙惊慌起身说道 拜见陛下 免了 李克摆了摆手 大步往里面走去 轻松地说道 哎呀 马上就要卸掉身上这副担子了 以后没有这个身份 我们兄弟之间 也就无需这么拘谨了 说着 李克走了过去 随意地坐下 他压了压手 等众人坐下后 面对几个兄弟的注视 笑着说道 哈哈哈哈 这皇位嘛 本就不是我所求 现在大唐正体稳定 该做的 朕都已经做了 对得起父皇的期盼了 朕如今 已经不是人了 你们知道 当一个神的那种如履薄冰 战战兢兢的感觉吗 神的一个念头 就可以让成千上万的人 没有理智 狂热地为你去死 去做任何事情 朕怕 朕怕 很轻微的两个字 轻飘飘地落在了 李承贤等人的心头上 却如同雷击一般 朕怕一个人 拥有了神的无上权威 却无法做到神一样 没有七情六欲 怕朕的一个贪嗔吃恨的私欲念头 没有任何约束 造成无数人的妻离子散 家破人亡啊 感谢收听 由菲鲁小说网独家出品的 《大唐从今天开始告别皇帝》 欢迎您继续收听 李克自言自语地说着 面色格外的凝重 神色带着一丝缅怀 这些年 随着他在百姓心中 逐渐成神的过程中 李克感到了恐惧 他很清楚 他是个人 是依照子民将他神化了 这种神化所带来的无限权力 让他感到如履薄冰 因为他很清楚 只要他一句话 就可以让无数的人怀着狂热 怀着对他的绝对信任 去做任何的事情 这是十分可怕的 而这些年 他也一直无日三行五身 如履薄冰地带领着 这个帝国前进者 而如今政体趋于稳定 制度的设计完善 至少他能够做的 已经都做了 所以他不敢再眷恋这个位置了 也受够了日日如履薄冰的感觉 壮年善位自镇之后 会成为一种制度 一种不可以破坏的祖宗之法 如此可以避免人老昏溃 也可以保证传位的稳定性 皇帝善位之后虽然不理朝政 却能够教导年轻的继承人 成为这个庞大帝国的压仓石 而退下来后 真想专心做的研究 混账李佑这些年 鼓道出了自由落体 重力加速度 论证了太阳 与我们脚下大地的自转 公转 牵引力等问题 成为物理学科 开山鼻祖一般的人物 这可都是我想做 而没有时间做的事情 这不做皇帝了 我想做点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比如我大唐如今的电力普及 是否可以用我们的电力 将我们日常活动的轨迹 如同画一样保存下来 将我们美好的声音记录下来 窦镜的车行研究院 这些年研究出了蒸汽车 据说正在研究电力驱动的车 是否还可以有其他动力驱动的车呢 当皇帝没意思了 朕想着趁着还年轻 在这些方面进行探索 或许在我们兄弟闭眼之前 朕可以研究出一种东西 将我们兄弟小时候 那种纯粹同真 以一种活着的动态 有声音的方式展现出来 哈哈哈哈 老大 比如我和清雀套麻袋揍你的事情 记录下来 展现出来 让天下人都看看老大 你当时哭着鼻子 像父皇告状时的模样 记录下来 我们兄弟成年后的互相争斗 记录下来 我们最终的和解 最终为大唐繁荣昌盛 一起并肩做出的奋斗 告诉世人 我们这一辈子 与人斗 与己斗 最终我们互相和解 同时 也与我们自己和解了 李成前等人听着 时而露出笑容 时而唇角抽搐 时而面露向往这色 前兴二十年正月 沉闷庄严的号角声中 军臣跟随在后 目视着头戴皇冠的皇帝 亲自拉着身穿龙袍的皇长子 缓缓登上了太极殿内的高处 皇帝坐下 三宝跨列站出 打开圣旨 大声说道 陛下指 长皇子 温良公俭 孝涕人心 慎和振心 今传位于长皇子李贤 亲子 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陛下万岁万万岁 李贤泪流满面 率先五体投地跪倒 高呼万岁 随即 珊瑚绳从殿内一浪 接着一浪扩散开来 人如麦浪一般 一浪一浪 从殿内开始向外扩散跪拜 而李克起身 伸手郑重将头上的皇冠取下 亲自给李贤戴上 父皇 李贤抬头 满脸泪水声音哽咽 而李克弯腰 拍了拍长子的肩膀 郑重说道 这皇冠戴在你的头上 父皇只送你一句话 欲待皇冠 必先成其重 今日之后 父皇将前往泰山行宫 没事 就不要打搅父皇的精静了 记住了 你五十五岁之前 也必须自己去行宫 我大唐提倡变革革新 但是这项宗法 是为数不多 永远不许变的宗法 是父皇 尔臣 尔臣记住了 李贤哭着重重叩首 而李克笑了 看着殿外说道 自今日起 这帝国就交给你了 秦军 泰山之巳 一轮艳阳格外的明亮 使皇帝风扇留在山顶的结石石碑 在当空列扬的照射之下 笔直地筑立在泰山之巅 而恰此时 周围没有一丝的黑暗阴影 无数早知晓今日 尚未的大唐百姓 四面八方 站在贴着春莲的家门口 站在希望的田间地头中 面向长安的方向 眼中闪烁着崇敬之色 默默凝视着 恰此时 身体周围 没有一丝黑暗的阴影 恰此时 世间万物周遭 没有一丝黑暗的阴影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大唐从现在开始告别皇帝 到今天为止 就为您全部播送晚安 感谢您的收听